一百万,终于到一百万了,这次我赢定了 叶湘从椅子上跳起来,一想到百亿遗产将落入自己手中 就觉得这几天在期货市场上的辛苦值了 一年前父亲去世,叶家的律师拿出父亲的遗嘱 宣布叶家的资产将冻结一年 一年后,叶湘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将进行一次比试 以三千元为基础,谁能更快地挣够一百万,就将获得全部遗产 一周前这次比试正式开始,叶湘拿着三千元钱躲进了他的私人别墅里 他早就有了计划,于是他从配资公司里以1.10分的杠杆借款 开始在期货市场里没日没夜地操作 终于在五天的时间里,他成功地将三万三千元炒到了一百万 就在刚才,这一百万终于到了他的银行卡上 他觉得,这次赢定了,就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怎么可能赢得了他,百亿遗产啊 叶湘想到这里就激动地想哭,他实在是太激动了 又因为五天没有走出别墅了,虽然现在是深夜,他还是忍不住走了出去 剩下的夜雷声隆隆,暴雨将至路上行人携手 冰河公园里,寂静无比,没有一个人 咔咔咔,轰轰 突然一道闪电伴随着惊雷划过天空 瞬间照亮天空,又瞬间熄灭 叶湘大张着胳膊,走在公园里伸着懒腰 脸上带着享受的表情 臭女儿,跟你的笨儿子哭去吧 叶湘对着天空喊道,一道闪电划过 紧跟着隆隆的雷声响起 这一刻,叶湘居然有一种傲视群雄的感觉 毕竟五天时间从三千挣到一百万 在他这个年龄中,绝无仅有 天才,老子就是天才 哈哈 就这么自恋了一会儿 叶湘盯着乌云密布的天空,突然想到了什么 拿出手机对着天空拍摄起来 闪电划过天空,隆隆地雷声过后 叶湘突然大喊起来 敢问何方道友在此杜劫,能不能消停话 然后他就站在那里傻笑 可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中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对不起,打扰了 马上就好 叶湘愣了一会儿,四下看去 谁?出来 但是公园里没人 此刻一阵大风刮过 吹得他睁不开眼 叶湘眯着眼看向天空 隐约地却看到了天上有人 我擦,真有人杜劫 叶湘这么想着 又觉得不可能 哪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又是一道闪电划过 叶湘看得清楚 在远处的湖面上空 一抹亮丽身影出现 虽然只有一瞬间 他却看得很清楚 白衣罗长长袖飘逸 如铺长发 在风中肆意飞扬 叶湘都看傻了 甚至忘了呼吸 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 我擦 我爱上他了 叶湘不自觉地挪动着脚步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湖边 又是一道闪电 滚滚雷声响起 这一刻 湖面上空的美女回过了头 叶湘看了个仔细 有啊 叶湘嘴里这么说着 美女却喊道 倒有闪开点 小心被误杀 几乎是同时 两道人妖粗戏的闪电落下 一道劈向了天上的美女 一道劈向犯了花痴的夜香 闪电劈中夜香的瞬间 他清楚地看到美女周身 腾起一圈金光 全然不知有道闪电 正劈向她 咔咔咔 隆隆地雷声过去 天空骤然放晴 难得地露出了满天的星星 夜香带着傻笑 满脸焦黑地倒下了 几乎与此同时 美女轻盈地飘了过来 如羊枝白玉温润的肌肤 一双晶莹的鲜鲜玉足 缓缓地落在夜香身边 娇艳纯净的脸上 带着焦急地蹲下 道有道有 而此刻夜香早已没了气息 美女露出欠然的表情 对不起 道有 对不起 如果不是道有帮我 承受了一半天节 我也不会成功度过天节的 说着 美女口中吐出一口银白色的真元 而后手在空中轻轻一抓 真元化作一颗白色珠子 被美女塞进了夜香的口中 做完这些 美女明显虚弱了很多 但却笑着看向夜香 纵然修为倒退 也无法偿还道有的恩情 十妹愿做道有的道理 夜香在真元入体后 身体开始恢复生机 焦黑的面庞逐渐恢复 十妹终于看清了恩公的样子 唉 她是邻居家的那个小哥哥 十妹说着 露出纯真的笑容 轻轻地扶着夜香坐了起来 手中金光闪过一颗小指大小的珠子出现 她脸上露出一抹犹豫的神色 想着 侥幸之下过了九九天节 结成这颗绝品金丹 但十妹低头看着夜香的样子 却是一咬牙轻声说道 道心无缺才是正道 舍了这金丹又如何 十妹愿用金丹祝恩公 踏上修炼之路 言必她将金丹送入了夜香口中 而后手贴在夜香的小腹上 夜香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脑海中闪过一片蓝白色 她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是被雷劈了 只不过现在的她 感觉后背柔软一片 一股透人心皮的香味 钻入鼻孔 不由心神荡漾起来 恩公 守住心神 放空倪丸弓 十妹 帮你疏通经脉 甜美的声音传来 夜香整个人都酥了 同时身上传来麻痒的疼痛感 她不自觉地靠在了十妹的怀中 十妹却焦急起来 恩公 不能这样 会走火入魔的 十妹只觉体内真气乱窜 不觉间 嘴角溢出一抹血迹 手也从夜香丹田上一开 没有了真气的支撑 夜香一阵晕血 就昏了过去 十妹强压体内乱窜的真气 低头看着晕倒在怀中的夜香 嘟着嘴巴说道 这样不行 必须双修住恩公修炼才行 说着 她抹了把嘴角的血迹 想要从夜香体内取出金丹 但手放在夜香丹田位置后 她却露出了愁苦之色 完蛋了 金丹怎么跟恩公的丹田融合了 十妹看了看四周 艰难地将夜香背起 一切还是等回到恩公家再说 阳光将大地炙烤得火热 夜香迷迷糊糊地醒来看向窗外 回忆着昨天晚上的梦 一个漂亮的妹子说要跟她双修 于是颠乱捣缝地 足足折腾了好几天 不得不说 梦中的美女真的很极品 全身上下皮肤白得让人晃眼 身材非常火辣 一想到梦里的那种感觉 夜香就觉得身上燥热难耐 隐隐地感觉小腹位置 有股气流乱窜 然后很有规律地窜遍全身 当这股气再次回到小腹后 夜香就觉得精神百倍 一扫刚睡醒的倦意 恩公 你醒了 我去给你准备早饭 妹子的声音 夜香僵了一下 千难地回头看去 却看到一张纯洁俏眉的脸 带着千功的笑容 这不是梦里的那个妹子吗 恩公想吃什么 夜香脑子嗡的一下 下一刻就扑了上去 两久夜香气喘吁吁地 从妹子身上下来 问道 你叫什么 恩公 我叫石妹 石妹说着 跑进了卫生间 夜香此刻才回想起 晚上在公园里看到的荧幕 不由去找手机 还好手机外套了一层硅胶壳 所以手机没坏 翻出她在公园里录的那段视频 稍稍做了一下剪辑 夜香就发到了短视频上 而看床上乱糟糟的一片 再看满地的卫生纸 夜香呆呆地愣住了 她整个人都定在了那里 夜香突然想到 之前的不是梦 都是真的 这时 石妹裹着浴巾走了出来 笑盈盈地看着夜香说道 多谢恩公那天承受了一半天结 以后石妹就是恩公的道理了 那天 夜香敏锐地抓住了 石妹话中的时间点 急切地问道 今天几号了 我睡了多长时间 石妹文言自责地说道 恩公当时被天结批死 为让恩公复活 石妹用金丹重生之法 帮恩公重新夺涉了身体 可魂魄融合身体 需要七天时间 七天 夜香只觉全身冰寒入骨 赶紧穿好衣服就出门了 开玩笑 鄙视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如果夜香的后妈想到什么办法 现在他们很可能搞到一百万了 石妹也穿戴整齐跑了出来 喊道 恩公 石妹也要去 夜香乃又这个心情 急吼吼地说道 在家等着 然后就开车走了 什么 两天就搞定了一百万 你们骗谁呢 夜香位于东川市中心区的别墅内 夜香听到弟弟用了两天时间 就搞到了一百万 震惊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而作为夜香的律师张力 戴着黑矿眼镜 穿着一身职业的黑色西装 此刻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夜香 你没听错 夜香用了两天就搞到了一百万 而你给我的银行卡显示 你用了五天时 所以 你说了 此刻夜香的后妈邢雅娟 讥讽地笑着说道 哎 老夜去世的时候 就要把钱留给家家的 是家家说给你留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而事实证明 你不如家家 按照遗嘱上的规定 夜市集团和老夜名下资产的唯一继承人 就是家家了 夜香震怒地愣在那里 她觉得 不管是律师还是后妈他们 都在算计她 我不信 两天的时间 她怎么可能搞到一百万呢 可我不同 我五天的时间 在期货市场里不断地交易 每一步都有交易记录 夜香有吗 面对她的质问 邢雅娟根本不想搭理 而这时夜香出现了 轻瘦的面旁 一副劳病鬼的样子 夜香斜斜地笑着说道 大哥 我的交易也有记录的 我在永春路的古董店里 捡漏了个乳窑的盘子 三千块钱买下后 转手一百万出货 前后也就用了一天半 捡漏 骗鬼啊 夜香心里想着 古董行里到处都是人精 如果有乳窑的瓷器 能轮得到夜家捡漏 但是鄙视的规则 就是这么定的 夜香输了 看到夜香垂头丧气的样子 夜家笑着说道 哎呦呦 大哥对不起了 老爸留下的东西 都归我了 以后 这里就没你的房间了 夜香狠狠地瞪着夜家 紧了紧拳头 阴沉地说道 好 很好 我走 等等 不等夜香走出去 邢雅娟叫住他 东郊的别墅 也是你父亲的 按理说 我们该收回的 可我不是绝情的人 就让你先住着吧 夜香文言勃然大怒 因为那栋别墅 是他十八岁生日的时候 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只不过 为了给夜香惊喜 房本上的名字 用的是夜香父亲的名字 可现在说什么 都白搭了 他现在只能忍耐 等离开这里再想办法 这样想着 夜香头也不回地向外走 与此同时 律师张力也告辞离开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了出去 刚走到别墅门口 夜家就叫住了他 说道 大哥 跟你说件事 必听现在 是我的女人了 以后离他远点 夜香文言豁然转身 一把抓住了叶家的衣领 嘴唇颤抖了半天 却没说什么 然后放开叶家走了 车子缓缓地开出别墅区 夜香就看到 律师张力 站在那里对他招手 夜香美好气地 把车开到他面前 说道 张律师这次没少赚吧 百亿资产 就算是千分之一的律师费 也要一千万吧 张力没反驳 而是打开车门上车 严肃地说道 去我那 你父亲还给你留了东西 夜香文言手一颤 他就知道 老爸不可能不留东西给他的 在张力的指引下 两人没回律师事务所 而是到了张力的家里 张力的家 是套单身公寓 两室一厅八十平米的房子 装修得很是奢华 夜香进屋后 直接坐到沙发上 张力则是去了书房 时间不长 张力拿着一封信出来 说道 笔试方式是你父亲订的 书的一方会得到这封信 夜香接过信的时候 一把抓住了张力的手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告诉我夜家 是怎么搞到一百万的 还是他直接从公司里 挪用了一百万 张力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事情很简单 你后妈把一个 价值百万的乳窑瓷器 寄售在永春路的 一家古玩商那里 然后夜家拿着三千块钱买下 之后转手给另一家古玩商 一百万就这么到手了 其实你也可以这么做的 可你却傻乎乎地 跑去炒期货 真够纯的 说完 张力抽回了手 再也不理夜香 夜香打开信 却愕然地看到 信纸上只有一句话 我是被邢亚军害死的 夜香看着信出色好半天 这才点着烟抽了起来 此刻的他怒火中烧 拿烟的手都是颤抖的 老爸知道他会说 夜香很不平静 老爸留下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咖啡还是茶 张力的声音 打断了他的思考 回头看去 却见张力换了身衣服 一身半透的粉色睡裙 露出白皙的手臂与大长腿 颇有几分姿色 夜香眯眼看着他 直觉告诉夜香 对方想勾引他 但理性告诉夜香 现在的他不值得张力勾引 茶 夜香说道 很快一杯红茶端了上来 张力坐在他对面双腿交叠 依旧严肃地说道 信看了吗 夜香喝了口茶 微微点头 似笑非笑地说道 看了 你也看过了吧 张力微微点头 说道 看过了 夜香闻眼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而张力起身坐到了他身边 将柔软芬芳的身躯 贴在夜香的身上 我们合作搞定他们 我不要你的百亿遗产 只要你把夜市集团 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无偿地转让给我 夜香看着桌子上的红茶 眼神有些迷离起来 手脚有些发软 你给我下了药 张力此刻奄然一笑 你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你不答应 就会毒发身亡 夜香虽然吃惊 可这个时候 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 就这么贪软在张力身上 是邢雅娟母子 是 他们答应 给我百分之五的股份 让我杀你 夜香软塌塌地靠在张力的肩头 两人脸贴着脸 有气无力地问道 他们也看了心 当然 夜香苦涩地笑了 女朋友被叶家撬走了 最后自己 还被人给毒杀了 难道说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吗 而答应张力的要求 就算最后 她能帮助自己夺回遗产 也难保 邢雅娟母子出更高的价格 策反张力 她心里苦涩地厉害 还是自己没能力 如果自己有能力 也许父亲不会死 张力此刻将夜香抱在怀里 低头看着她的脸 手在她胸口上抚摸着 我还真不想 就让你这么死了 毕竟处理尸体是很麻烦的事情 夜香想说话 可已经张不开嘴了 但是她的意识 却在这一刻清醒无比 同时 小夫位置一阵阵地燥热 那股奇怪的气 那么难受 不 一口黑血从夜香口中喷出 直喷到了张力的脸上 张力厌恶地将夜香扔到了沙发上 起身去了卫生间 而喷出黑血后的夜香 发现身体居然能动了 艰难地起身向门口走去 好不容易爬出了张力家 夜香没走电梯 而是向步梯间走去 张力把脸洗干净 换了一身衣服出来 才看到沙发上已经没人了 再看到房门还开着 她急忙追出去 看到电梯依旧停在顶楼 于是张力向楼梯间走去 一口气向下走了五六层 还是不见夜香的影子 无奈之下 她回到家里 直接给邢雅娟去了电话 而她不知道的是 夜香到了楼梯间后 并没有下楼 而是向楼上爬去 在这个过程中 她小腹内的气不断游走全身 很快就恢复了行动力 就在张力跟邢雅娟通话的时候 夜香已经从楼上坐电梯离开了 上了车 夜香回头看了一眼张力家的位置 这才开车离开 回去的路上 夜香觉察到身体的异样 显然张力给她喝得茶里有毒 而且毒性很强 可她吐出黑血后身体 就开始恢复了 而且 小腹的那股气 依旧在全身不断地游走 而每游走一圈 夜香就会出一身汗 仅仅开车的十几分钟时间里 就出好几身汗 不但如此 这些汗还臭得要命 干了之后 呈现出黑褐色 等夜香回到别墅 就迫不及待地 冲进卫生间里洗走 同时她心中 很是惊喜地想着 难道她已经是修真者了 想到这里 夜香尝试着把手 按在了卫生间的墙壁上 然后调动了小腹里的 那股气到手上 之后猛地按了下去 咔咔 墙面上的瓷砖裂开了 留下了一个清晰的手掌印 夜香吓了一跳 赶紧收回手 拿起浴巾胡乱擦干净 就走了出去 而此刻 石妹就站在卫生间门口 今天的她 穿着一件纯白的T恤 下身是高腰修身的牛仔裤 把一双纤细的长腿 绷得笔直 恩公 衣服准备好了 夜香没有急着拿衣服 死死地盯着她 问道 你到底是谁 石妹脸色变了变 说道 我是石妹啊 救助恩公家隔壁 穿好衣服的夜香 很意外走到窗前 指着另一边的别墅问道 是那个 是的恩公 夜香很是意外 不过看着 如此清纯的妹子 任由自己蹂躏 心里有些不舍 尤其石妹 可比碧婷漂亮得多 此刻再想到碧婷 夜香反倒释然了 她跟沈碧婷谈了一年多 到现在连床都没上过 反而让这个女人 从她手里 坑走不少钱 想到之前 被这个女人当猴子耍了 而石妹如此漂亮 还如 单纯 更重要的是 石妹已经是她的女人了 夜香觉得自己不能犯魂 一定要对石妹好 至于碧婷 就让她有多远滚多远吧 如此想着 她对石妹家起了兴趣 说道 哎 要不去你家看看 对于夜香的话 石妹没有拒绝 带着夜香 就到了自己的别墅 其实这栋别墅没什么特别的 除了客厅里 放着个直径50公分 半人高的单炉 其他的装饰都很现代 夜香边看边问石妹 哎 你就自己修炼啊 你师父呢 师父闭关了 大师兄他们 在香格里拉历练 所以我就自己跑出来修炼 没想到结单这么快 石妹 我现在是不是也成修真者了 石妹听夜香这么问 乖巧地点头说道 是的 门宫现在的确已经是修真者了 夜香闻言心中庆幸 迫不及待地又问道 那我现在是什么境界 石妹脸红了 声音很低地说道 恩宫现在已经是炼气劲了 双 双修的修炼速度是很快的 而且 我的金丹被你吞下后 还跟你的丹田融合了 所以 恩宫修炼速度是很快的 夜香兴奋起来 一把将石妹抱在怀里 柔声说道 金丹对你一定很珍贵 你居然给了我 以后我不会对不起你的 石妹修红着脸 手却不自觉地搂住了夜香的腰 愧疚地说道 修炼不易 每个境界都是一道天欠 炼体 炼气 区会 开田 筑基 金丹 原因 出鞘 身外化身 恩宫的境界越高 给予恩宫的人越多 我不知道 这么做对恩宫是好是坏 一旦成了修者 就要面对这些 稍有不慎 下场彼此更可怕 石妹不想这么做的 石妹 只想救活恩宫 夜香把食指竖着放在石妹的唇上 温柔地一笑说道 别这么说 是你救了我 能成为修者我很高兴 怎么可能生气呢 炎壁 她吻上了石妹的唇 轰轰 哗啦啦 巨像从夜香的别墅传来 等他们 跑到窗口去看 那里 已是一片废墟了 爆炸 可是没有火光 地震 可石妹的别墅 怎么没事 而石妹抱着夜香 整个人都埋在她怀里 身体在夜香的怀里瑟瑟发抖 像是很害怕的样子 夜香奇怪地看着她问道 怎么了 是修者毁了恩宫的房子 石妹很小声地 趴在夜香的耳边说道 修者 我才刚开始修炼 就被他们盯上了 不过就我这修为 不至于吧 夜香彻底懵逼了 不解地看向石妹 石妹却也是困惑地摇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突然夜香想到 家里安装了网络摄像头 于是摸出手机打开软件 调取了之前半个小时的监控 监控中显示 在夜香和石妹刚离开十分钟 就有两个人突然出现在客厅里 然后监控中就传出了这样的对话 人不在 难道走了 没错呀 我从短视频的官方要来的数据 那上面有发出视频的IP地址 是这里 那就是他们跑了 跑 一个刚刚金单的修者 而且是绝品金单 只要他出现在外面 肯定会有人发现的 唉 还是来晚了 从视频里看 那应该是九九天节的第八节 会不会那丫头没渡过去 直接魂飞魄散了 不可能啊 从视频里的声音可以听出 那女修中气十足 就算渡不过去 也死不了啊 丧气 白跑了一趟 而后夜香就看到其中一人很生气 然后视频就断了 看了眼时间 正好是别墅发生爆炸的瞬间 夜香傻眼了 他无意地发了一条短视频 居然会引来两个人 把自己的别墅炸了 倒霉催的 他心里别提多郁闷了 不过他 还是打开短视频 AP看了一眼 发现点赞的人不多 但是留言的人不少 而如果不是刚才的一幕 他不会对视频里的留言太在意的 可是 看到自己的别墅成了这个样子 他的心里 别提多窝火了 就在此刻 别墅的门被敲响 夜香透过窗户看去 发现正是监控里的两人 这让他心头一惊 赶紧把手机关机 求助地看向石妹 而石妹此刻却震静下来 直接打开门 门口站着两人 一个一身黑 一个一身白 就像是黑白无常 见有人开门 白衣拱手说道 打扰道友了 敢问旁边的别墅 住的是何人 石妹拱手微微拉开一些距离 说道 是一位金丹修士 几天前渡劫后 就离开了 不知道二位前辈 找他有何事 两人闻言对视了一下 上下打量起石妹和夜香 不由地皱起眉头 黑衣说道 一个助击 一个炼器 不是他们 咱们走吧 想来 他们也不会说谎 那人已经离开了 白衣又看了他们一眼 不由嘖嘖称奇地说道 看来两位抗力情深 要不然 姑娘也不会以助击修为 做炼器修士的道理 讨扰了 告辞 夜香跟着石妹一样 口称前辈拱手送客 而在两人转身后 他们听到黑衣说道 我就说 让你早点来的 让人跑了吧 而白衣却微微笑着 不断地回头看着他们俩 这让夜香胆战心惊的 而石妹的后背也湿透了 走 两人同时说道 可是去哪呢 回学校 夜香首先想到了学校 虽然东海大学距离这里不太远 仅仅不到30公里 但是这里 已经成了其他修者关注的焦点了 他们必须离开 不然石妹肯定会被人盯上的 而刚才的两人 明显已经怀疑石妹了 夜香更是想到 他发的那条短视频里 有石妹的声音 他们肯定听出了石妹的声音 只是修为对不上而已 但那个白衣说 我与石妹抗力情深 还说筑机倒贴练气 这是话里有话 而且夜香觉最近太倒霉了 刚挣够100万 想着可以继承百亿遗产了 却不想出门透气 居然真的碰到有人渡劫 还被天结给劈死了 虽然被好心的石妹救了过来 却差点被律师张力给毒死 最悲催的是 自己手欠发了条短视频 却引来了无望之灾 把自己的别墅给毁了 更让夜香不爽的是 石妹那天渡的那个天结 好像并不一般 这导致她的金丹很抢手 而这颗金丹 居然还在她的丹田里 那些人不知道金丹一主了 所以没对他们动手 可夜香和石妹必须要走了 如果等那些人反应过来 估计那些修者会把他们吃了 不过石妹没了金丹 也应该是金丹修为才对 可那个白衣 怎么说石妹是助击呢 石妹 你不是度过天结了 怎么他们还说 你是什么助击的修为 听她这么问 石妹脸红了 声音很低地说道 刚才不是说了吗 石妹的金丹 在恩公的丹田里 已经跟恩公的丹田融合了 所以石妹现在还是助击 说到这里石妹的声音小的 几乎要听不见了 石妹现在的修为 可能倒退得更厉害 不过现在还好 石妹只需要重修助击 等待再次结单的机会 夜香文言瞪大了眼睛 想着石妹说 连续双修了七天 她手摸着小腹丹田位置 脸上却是说不出的 恋爱与歉意 同时 她的心里也很得意 什么一夜七次郎 老子双修七天 谁能有他牛 此刻夜香真的很想喊一声 还有谁 不过夜香却将石妹搂在怀里 低声说道 我当时无意帮你承担天洁 而你为了救我 却把金单给了我 是我欠你的 我不是你的恩公 以后你叫老公也好 叫我夜香也好 就是别叫我恩公了 石妹脸红了 把头贴在夜香胸口 滴滴地说道 恩公说什么就是什么 以后我叫恩公老公好了 夜香的内心很复杂 石妹太听话了 总让她觉得心中有愧 不过现在不是缠绵的时候 还是赶紧离开这里的好 看着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的别墅 夜香心里有些难过 父亲送她的别墅 就这么毁了 以后就算是别墅重建了 那也不是父亲留给她的那栋了 夜香心疼地想着 还是赶紧走吧 之前的两人没对他们下手 可能是他们修为太低 没引起他们的关注 如果来那么几个修为相近的人 岂不是要被围攻了 夜香让石妹赶紧收拾东西 之后就见石妹拿出了一款LV的手包 就开始往里面塞东西 衣服鞋子 家具家电 内衣内裤 夜香看着就像是变魔术一样 而那个LV的手包就像个无底洞 似乎能装下任何东西 不过很快她就想明白了 想来这个LV手包是储物类的法宝吧 而当石妹把客厅的单颅也收起来后 夜香就好奇地问道 你这LV买的值顶一辆大货车了 石妹害羞地一笑 低声说道 这是大师兄去F国的时候 特意给我买的 里面捐刻了储物阵法 说着她撑开手包给夜香看 只是往里面看了一眼 发现这只是个普通的手包 没看到哪里异常 而石妹手中光滑一闪 手包发生了变化 这感觉像是哆啦A梦的随意门 从手包看进去 里面的空间很大很亮堂 夜香饶有兴趣地看着 说道 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把我装进去都行了 石妹却说道 不可 这是装死屋的空间 并不是小天地 人到里面会憋死的 夜香闻言吐了吐舌头 着实觉得太神奇了 而石妹此刻说道 哦 供 我们走吧 可能还不习惯 石妹又脸红了 胳膊夸在夜香的臂弯上 低着头不敢看她 而是把车钥匙 递到了夜香手中 接过车钥匙 夜香只是看了一眼 眼睛就直了 车钥匙上的车标 是圆圈里一个小小的Z 别误会 这可不是欧宝 这是凯百赫战盾 属于越野车中 最顶尖的存在 听说国内 只在上京有一辆 这车之所以被称为顶级 是因为凯百赫战盾 全面防弹 不管是AK 还是反气才中拘 甚至是火箭炮 都不会对车内的人造成伤害 而且 这辆越野车的造型 跟轿车很像 感觉像是越野的底盘 套了个轿车的壳子 让这辆车显得很另类 只不过如此另类的一辆车 他以前在这个小区里 怎么没见过呢 夜香拉着石妹的手 走出别墅 拿着钥匙按了一下 想靠声音辨别一下车子 停在什么地方 可是刚按下解锁按钮 停在石妹家门口的 探戒者的车灯 就亮了一下 夜香彻底懵了 不解地看向石妹 那意思是 见过改装车的 没见过改装车钥匙的 而石妹却低声地说道 这是二师兄送我的车 车身上有幻阵 你看到的 并不是车子本来的样子 夜香将信将疑地 拉了一下车门 非常的重 而打开车门后 里面别有洞天 还别说方向盘上 手工缝制的 Cobet字样很显眼 而怀档的设计 更让这辆车 有种超跑的味道 夜香发动车子 等石妹上车后 又看了一眼 变成废墟的别墅 此刻已经能听到警笛声了 想必寻补很快就会过来 他不想横生之劫 毕竟这房产在老爸名下 现在寻补就算是找业主 也找不到他头上 夜香开车离开了 但他没注意到的是 在他离开后 别墅周围出现了很多人 一个个看着别墅的废墟 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刚才走的两个小家伙 看来是被吓跑的 原因老怪都来了 能不跑吗 别说了 寻补就要到了 咱们还是先撤吧 不嘎啊 那可是酒品金丹 警车驶入小区的时候 这些人一个个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最后寻补无语地 看着别墅的废墟 给新亚娟打去了电话 东川市是华夏北部经济中心 古代这里曾经是黄河入海口 而东海大学 也是华夏311工程中的顶级大学 夜香就读于东海大学的经济管理系 本想着毕业后 就开始接受夜市集团的管理 只可惜 他没想到老爸走得这么突然 从发现病情到去世仅三个月 以至于在老爸去世前 他都没意识到自己会死 所以 夜市集团在老爸去世后 立刻启动了董事会应急预案 邢雅娟暂时代理董事会主席 以及夜市集团总裁 而在过去的一年里 夜市集团因为高层的快速反应 并没有发生什么混乱 一切都在平稳地过渡着 只是这一切跟夜香都没关系了 他已经被赶出夜家了 说来也可笑 夜香的父亲 夜灵是个孤儿 一个人打拼建立了夜市集团 而在他去世后夜家并没有其他情人 夜香觉得 要是他有个叔叔伯伯该多好 也不至于让老爸一个人独占了这么大股份 而他一死 集团内连个制衡心雅 捐母子的人都没有 他就这么被赶出了家门 其实他早该想到的 可是之前的夜香很老实 学校里没有人知道 他是百亿富豪夜灵的儿子 而且他一向很低调 对他来说 嚣张很容易 而夜香更喜欢扮猪吃老虎 只不过这次 他真把自己当猪了 想到这里 夜香就很不爽 一脚油门 就把车子开进了校区 暑假里 东海大学内留校的学生不多 校园里有些冷清 就连学校的食堂都放假了 夜香带着石妹回到宿舍 由于马上大三了 她所在宿舍的楼层里 没多少人 而还留在宿舍里的 都是老实巴交的家伙 要不然 早就搬出去同居了 现在的大学里 谈的男女朋友出校同居 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尤其是大二之后 绝大部分男生都会搬出去 毕竟现在谁家里 也不差那几个钱 更何况 东川是因为头几年地产开发热 有着很多空置的房子 导致这里的房租并不贵 一套一居室的房子 一个月才八百租金 一年下来还不到一万 所以 能上得起大学的人 都能掏得起房租 夜香的宿舍在酒楼 坐电梯上去后 楼道里冷冷清清的 连个人影都没有 而她宿舍里的六个人 有三个已经搬出去同居了 只有宿舍里的老四和老六 还住在这里 而夜香是宿舍里的老三 简单收拾了一下 夜香和十妹就算是住下了 毕竟宿舍里还有两张空床 夜香索性将两张上下铺拼到了一起 跟十妹在下铺睡 之后 两人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里吃了饭 就一起找房子去了 路上十妹坚持自己开车 夜香拗不过 她就坐在副驾驶上 期间邢雅娟打来了电话 质问夜香为什么把房子炸了 夜香懒得跟她解释 而是威胁道 别逼我向法院起诉 毕竟我爸的那份遗嘱不合理 如果我硬要走法律程序 我至少能拿到百分之三十的遗产 其实夜香也没把握拿到这么多 但是起诉后 百亿遗产会被冻结 而且遗嘱中说的也很清楚 在三年内 百亿遗产将在董事会的监督下 三年后才能转入继承者个人名下 夜香现在不着急跟他们争 是想等三年期限到了再起诉 这样就可以延长遗产的冻结时间 毕竟是百亿遗产 怎么可以没有她的那份 果然这招很管用 邢雅娟闭嘴了 夜香知道 这女人肯定会把事情扛下来的 再说了 那栋别墅跟百亿遗产相比 也算不得什么 之后 两人在东海大学周边的中介 看了不少房子 但却没找到心仪的房子 夜香大约还有千万的身价 但从现在开始 她跟夜市集团算是划清了界限 没有了收入来源 她还是要省着点的 而之所以选择租房子 而不是买房子 主要是因为 等房子过户到住进去 估计学校都要开学了 累了一天 两人回到宿舍 酒楼只有两个宿舍里亮着灯 夜香在水房打了热水 让石妹简单地洗洗 而为了防止有人闯进来 她把门在里面锁上了 先将就一下 等租了房子 咱们就搬过去 到时候就不会这样了 夜香有些内疚地说着 她现在真想抽自己一巴掌 自己怎么这么手欠 发那段视频干什么 石妹没说什么 简单地擦洗完 就穿了一件夜香的大T恤 夜里宿舍里的空调开得很足 夜香和石妹相拥而眠 迷迷糊糊中 夜香听到石妹说道 老公 我月室就要来了 到时候要有七八天不能双修 而修炼犹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说到这里石妹的声音小了下去 然后夜香就感觉 石妹滚烫的身子爬了上来 一夜双修的过程中 石妹不断轻声传授 夜香修炼的口诀 夜香能感受到 小腹位置的灼热 同时一股炙热的气息 在全身游走 任凭宿舍里的空调开得很足 两人依旧大汗淋淋 直到东方雨堵白的时候 石妹才疲惫地趴在他身上睡着了 折腾了将近一夜 虽然是双修 但两人依旧很累 于是就保持这个姿势睡着了 哗冷冷 涛要是开门的声音传来 还不等夜香和石妹反应 宿舍门就被推开了 老四蒋国柱 哈气连天地走了进来 一进门 蒋国柱就觉得房间里的气味不对 然后就看到 并在一起的两张床 顿时眼睛瞪大了 我擦 这狗粮不带这么洒的 你们搞事情 也不至于在这里啊 夜香无所谓 就这么赤条条下床 说道 你又去网吧吃鸡了 同时石妹 自己裹在下凉被里 蜷缩在床脚里 瞪着大眼睛 看着蒋国柱 哎 不是必听 你们俩吹了 蒋国柱看着石妹 一脸的咽现与愤懑的喊道 不行了 我脆弱的小心脏 受不了了 说着 他就走了出去 夜香这才穿上大裤衩 光着膀子走到外面 把宿舍门一关 就在门口跟蒋国柱聊了起来 你压的 在网吧待得好好的 怎么跑回来了 蒋国柱瞥了一眼他 爱搭不理地说道 打扰你的好事了是吗 你也别怪我说你 开个房财几个钱 你至于霸占宿舍吗 钱再少也是钱啊 再说了 谁知道你今天回来 怪我咯 蒋国柱文言 捂着心脏位置 一副心脏病犯了的样子 说道 哎呦 你这把狗粮撒的 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创伤 说吧 怎么补偿我 夜香笑眯眯地推了他一把 骂道 去你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鸡垫系的那个妹子 没事就去宾馆 别跟我说你们 失去补课了 文言蒋国柱很意外 你怎么知道的 都知道了 夜香笑着说道 就你那保密工作漏洞百出 开个房都不跑远点 我跟老大他们 都碰到你们好几次了 蒋国柱文言拍着脑壳 说道 亏了亏了 早知道我就带他住到宿舍来了 现在倒好人都回家了 失算啊 这时 石妹开门走了出来 依旧是T恤牛仔裤的打扮 脚上是一双粉色的板鞋 整个人看起来很纯很文雅 介绍一下 石妹 我老婆 听清楚是我老婆 不是女朋友 夜香刻意强调了老婆两个字 得意洋洋地看着蒋国柱 你好 我叫蒋国柱 三哥的室友 蒋国柱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说道 夜香看了看时间 已经八点了 说道 吃早饭去 今天还要找房子 有的忙了 说着 拉起石妹的手就要走 蒋国柱此刻凑了上来说道 你们要找房子 我倒有个好地方 就在学校西门 只要你中午请吃大餐 我就带你去 行啊 只要能帮我尽快找到房子 别说一顿大餐了 从现在到开学 我能让你胖三十斤 于是 三人吃了早饭 就到了东海大学西门 这里是一片还未防改的村子 之所以没进行防改拆迁 主要是因为这个村子里的建筑 大多为明清古建 如果整体拆迁 这些建筑是要保留的 而东川市暂时找不到 一片合适的地方 安置这些古建 并且还要将这些古建逐一拆迁 扳倒重建地进行复原 这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所以没有地产商愿意碰这里 叶香还记得 老爸还在的时候 就曾想过拍下这里 但核算成本后发现滑不来 也就放弃了 青石小路虽不算平整 但却够宽 时不时地能看到一些 坐在路边乘凉的老人 毕竟这里没有集中供暖 在寒冷的冬季很是难熬 而留在这里的 大多是老人 本村的人并不多 大约走了十分钟 蒋国柱带着叶香 到了一个高大的红墓大门前 敲门后 有个黄毛 打开一道门缝路投出来 柱子哥 这一大早的 你怎么来了 黄毛打着哈欠说道 郭柱子笑眯眯地说 我同学要租房子 我带他们来看看 黄毛像是还没睡醒 眯着眼看了一眼 叶香和石妹 立刻就来了精神 打开大门 叶香和石妹就看到 这是个不小的院子 迎面正对大门的是个石雕的大香炉 中间是一座两层的 红瓦青砖起起的二层小楼 上下一共八间房 院子左右各有两间二房 看样子年久失修 破败的厉害 其实正屋的情况也不太好 估计二楼根本不能住人 不过这座院子在村子里面 没有外面都市的喧嚣 倒是个闹钟取经的好地方 你准备怎么做 叶香觉 房子还能凑合 直接问起了价格 黄毛挠了挠头 其实这房子什么样 不用别人说 都摆在这儿了 有些刚大的说道 其实我是想卖来的 租的话有柱子哥在 一个月两千 他的话里带着试探 想来并不是底价 但叶香听到可以买下来 于是就动了心思 如果我买下来呢 这话把蒋国助经到了 问道 老三 你有这么多钱吗 虽然这院子是破了点 却并不便宜啊 叶香露出一抹哀伤 淡淡地说道 我爸去年不是去世了吗 他留了钱给我 我想买下这个院子 不是问题 黄毛听到这里 精神头更足了 其实这也是 我爸留给我的遗产 房本上现在是我的名字 这位哥哥要是想买 今天就能过货 你总要说个价格听听 不过太高了 我还真接不下来 还有我接过房子后 还要进行大修 这也需要不少钱呢 听叶香这么说 黄毛咬咬牙伸出一根手指 说道 一百万 哥哥你也别还价 你可以打听一下 这村子里的院子 最差也要两百万的 如果不是我的房子 没维护好 你拿不到这个价格 说实话 一百万并不高 院子里的房子 能有个四百平 而地皮有五百左右 如果按照现在东川市 拆迁的价格 这个院子 至少能拿到三百万拆迁 补偿款 估计黄毛是觉得 这里拆迁是不可能的 才想着赶紧脱手 换点钱花花 想到这里 叶香也没犹豫 说道 一百万就一百万 跟我去银行转账 然后去房产局过货 由于证件都齐全 而且是银行转账 办完所有手续后 还不到中午 于是 叶香作东 请郭柱子和黄毛大吃了一顿 可这房子 还要联系工程队 对房子进行修缮 而这是古剑 找一般的施工队可不行 不过这难不倒叶香 毕竟他还是 叶氏集团的大少爷 虽然没有了遗产继承权 但是集团里的施工队 还是认识的 于是 叶香一个电话 打到了集团里 稍稍商量的一下价格 施工队下午就过来了 叶香给出的工期很紧 三天之内 必须修缮完成 于是几十号工人涌入院子 现场制定修缮方案 一刻不停地展开了施工 而这三天时间 叶香和石妹 就住在附近的宾馆里 时不时地过来 看看施工进度 然后跟蒋国柱一起吃饭 很快三天时间过去 房子修缮完成 叶香支付了一百二十万的费用 比他买下这个院子还要贵 蒋国柱不知道 叶香修缮房子 花了多少钱 而当他走进院子后 就知道 叶香绝对没少花 房子从外面看 依旧是古色古香 而进入里面 现代化的装修 虽然显得有些朴素 但却彰显着前卫与时尚 虽然房间里没有家具 不过叶香不担心 毕竟石妹的LV手包里 可是有不少东西的 估计把正屋的两层房子 摆满没问题 而室内的网线 以及其他的线路 都进行了改造 每个房间的功能 也进行了分配 叶香看着仓促间 抢工赶出来的房子 还是非常满意的 尤其是院子的改造 将原来位于院子中间的 石雕香炉 挪到了西南角 这样就空出偌大的院子 完全可以停下四五辆车 现在看那辆车停在院子里 不由的眼睛都红了 人不可貌相啊 你这是一步到位啊 换了新车 买了新房 你小子是准备 过日子的节奏啊 你还真说对了 我就等着毕业 跟石妹领结婚证了 石妹听她这么说 脸又红了 不过这座院子 她还是很喜欢的 送走了蒋国柱 石妹把LV手包里的东西 按照需要摆放在 不同的房间里 正如叶香想的那样 等石妹把手包里的东西 都拿出来后 正屋的八个房间 基本上都摆满了 终于有了属于 他们的私密空间 叶香拉着石妹 了解起修炼的事情 叶香现在很清楚 自己需要什么 她需要让自己变强 不但是个人的能力变强 她还需要更多的钱 因为石妹说过 想要修炼速度快 钱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修炼用的东西都很贵 而她现在修为低 几乎花不到钱 可等她到了住基的时候 石妹就要 为她炼制住基单 而这个花费 可就大了去了 深夜 村子里偶尔传出猫狗的叫声 很少有其他声音 老公 老公 守住心神 放空泥完弓 不要乱想 犹如一盆凉水 叶香突然清醒过来 发现石妹面颊通红 正焦急地抱着她 叶香这才发现 刚才的她 差点走火入魔 而石妹的嘴角还有血迹 这让她自责不已 此刻叶香觉得 双修还是有弊端 一旦走火入魔的话 两人都会陷入危险中 这次是石妹叫醒了她 如果叫不醒的话 岂不是 叶香不敢往下想 翻身把石妹搂在怀里 说道 石妹 教我如何修炼吧 是石妹不好 差点让老公走火入魔 石妹 叶香打断了石妹的话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我的定力不够 而且 我总不能一直靠双修 提升修为吧 文言石妹 这才收起了自责的表情 然后开始教叶香 如何自己修炼 真的自己修炼叶香才发现 原来修炼 是这么枯燥无趣的过程 炼气劲的修炼 分为两个部分 断体和行器 断体说白了 就是锻炼身体 当然如果会一些拳法 和武术套路更好 主要是提高身体的强度 继而间接地增强经脉的强度 而行器说白了 就是打坐冥想 主要是感受外界的灵气 如何进入身体 然后经过丹田 变成真气的过程 之后再用真气 去冲击身体各处的经脉 由于是夜里 叶香在石妹的教导下 尝试着行器 不过她很快就睡着了 等早晨醒来的时候 叶香觉得 还是双修更简单 此刻石妹应该起床了 叶香醒来后并没看到她 而院子里传来一阵呼呼的声音 像是有人在打拳 叶香穿着大裤衩 光着膀子就走出来 看到石妹正在院子里打拳 只见石妹出拳 有风腿出如鞭 拳脚破空之声连绵不绝 看得叶香也想上去耍两招 这是什么拳法 听到叶香的声音 石妹收起招式 回头看着她 老公你醒了 这就是一套普通的断体拳 用来驱除体内污垢的 教我 叶香说着跑到石妹身边说道 石妹微笑点头 不过却只教了三个动作 就不往下教了 叶香还想学 石妹却说 老公 你能配合着刑气口诀 一口气打完这三招 我再教你新的 三招 叶香心里不服气 这么简单的动作 连续三招还不容易 但是 石妹把一套口诀念给叶香后 叶香就悲催地发现 别说连续三招了 就连第一招直拳 它都很难完成 石妹告诉她的是一套刑气口诀 叶香要按照这个口诀出拳 结果就是 气和动作始终无法一致 而按照石妹的要求 如果无法同步 就不算完成动作 于是就看叶香反复地出拳 可每次都出了一半 又收了回去 其实叶香心里很窝火 这感觉像是狗咬刺猬 无处下嘴 石妹的口诀是这样的 刑气与体动同步 全出气道 腿出气道 一行一动 肩气随身动 最终达到刑气合一 碰 叶香小心翼翼地 挥出了刑气合一的一拳 而后拳头上发出一声响 这声音听上去 像是鞭子甩响的声音 同时叶香感觉 全面似乎喷出了一道气流 而正在房间里 打扫卫生的石妹 听到声音走了出来 笑眯眯地说道 一招 可一招之后 叶香全身已经大汗淋漓了 感觉手软脚软的 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坐下刑气 修炼 听到石妹的话 叶香就地打坐 按照炼气口诀进行修炼 很快就发现神奇的地方 叶香把体内的真气运行了一圈 身体立刻恢复了 同时还能感到身体的深处 有股更大的力量 正在跃跃欲试 在力量的鼓动下 叶香刚想起来 就听石妹说道 继续修炼 记住这个感觉 以后如果修炼不下去 就想想这个感觉 叶香老老实实地没动 同时她也发现 丹田里的真气 似乎少了很多 把真气补足 让丹田里的气满盈 然后继续炼 听老婆的 叶香听到石妹的话 突然来了精神 说着就修炼起来 石妹闻眼脸有些红 愣愣地看着叶香 眼波流转 寒情默默 大约十分钟左右 叶香丹田里就有了满盈感 于是起身继续挥动拳头 出拳的速度依旧很慢 她在尽量配合真气的速度 以保证全速与真气同步 碰 又是一声甩变的闷响后 叶香开始做下一招低踹 突然叶香就感觉踹出腿的瞬间 丹田里的气陡然倾泻而出 还没等腿抬起来 叶香就感觉丹田一空 身子摇晃一下后 她赶紧打坐下来 石妹依旧从背后看着叶香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笑意盈盈的 一个半小时后 叶香缓缓地睁开眼 若有所思起来 而后她回屋找到石妹 此刻石妹正在叠被子 昨天晚上太疯了 卧室里很乱 叶香从后面抱住了石妹 嘴凑到她耳边说道 哎呀 你这三招可不好打呀 我练得有些憋得慌 要不 说着 她的手不老实起来 大门被敲响 老四蒋国柱的声音响起 蹭饭地来了 叶香的手从石妹身上挪开 整理了一下衣服 就走了出去 来了 你个老四 还真吃定我了 大门打开 蒋国柱见兮兮地说道 眼睛也不眨 就花了小两百万搞了套房子 你现在是土豪 我不吃你就是傻子 石妹这时走到院子里 笑着说道 四哥来了 快进屋 我去菜市场买菜 蒋国柱文言看向叶香 问道 你和他还真过齐日子了 不能啊 你真的为了一朵花 就放弃整个森林了 滚 叶香恼怒地说道 你要再胡说 我可要碾人了 别啊 我错了还不行 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穷人吧 蒋国柱故作可怜地说道 叶香也是没了脾气 蒋国柱这家伙学习不好 家庭一般 还是个闷骚 网瘾很大 为人油滑得很 不过他对朋友却很仗义 宿舍里的人向他借钱 基本上有求必应 说话间 叶香关上大门 正想往院子里走 可大门又被人敲响了 叶香心想 今天是怎么了 可开门后 他就愣住了 下一刻他的脸就白了 而石妹看到叶香表情古怪 也走了过去 在看到门外的人后 石妹也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反倒是蒋国柱凑热闹地看了过来 突然喊道 周教授 你怎么来了 叶香听蒋国柱这么说 表情就古怪起来 而已经冲到嘴边的前辈二字 硬生生咽了回去 石妹闻言也很惊讶 惊恐的表情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欣喜 蒋国柱看叶香他们发愣 立刻解释道 老三 你还不知道吧 这是咱们学校新聘请的 历史细细主任周易 他可是大名人 上过百家讲坛的 看着蒋国柱 没心没肺地介绍 周易反倒露出一抹古怪的表情 他看了看蒋国柱 又看了看叶香 最后把目光落在了石妹身上 石妹微微低头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文声说道 三哥你怎么来了 周易看上去也就三十多岁 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人 一身白T恤白裤子白鞋 笑眯眯地跟在周易身后 而这人正是那天出现在 石妹家外的白衣修饰 刚才开门的瞬间 石妹也先看到的白衣 后看到的周易 而石妹的惊慌是因为 她是从尸门里偷跑出来的 现在被三师兄抓到 她能不害怕吗 周易也很意外 回头对白衣说道 凤孝 你说的就是他们 白衣微笑点头 正是 周易忽然笑了 说道 她是我石妹 这位是 石妹一听 三师兄看向叶湘 急忙说道 叶湘 我老公 周易一口气没上来 眼睛都瞪出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石妹 嘴唇颤抖着想说什么 却问出了这么一句 你和她在一起了 石妹拼命点头 脸颊红红的 却一句话也不说 叶湘也算看明白了 一把搂住了石妹的腰 说道 周教授 我和石妹可是真爱 周易脸色难看好半天才说道 你们总不能 让客人在门口站着吧 蒋国主很有眼力镜 一看气氛不对 立刻说道 就是 叶湘还不把周教授让进家里 我还有事先走了 下次再找你 说着 他一溜烟地跑了 而叶湘看着他的背影 心里骂道 该走的不走 不该走的 跑得比狗都快 算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现在就是拼人品的时候了 正无客厅中 兵主落座 周易阴沉着脸问道 石妹 你是什么情况 我记得 你的修为应该快精丹了 怎么成了助击中气 白衣此刻却打圆场道 周兄莫要生气 1999年之后的修炼 就变得轻松了很多 现在修为倒退 也不是什么大事了 周易的脸色却依旧难看 冷冷地盯着夜香 这让夜香有些心虚 前几日 东海出现 九九天节的事情 我也听说了 我没太在意 可如果是我这 妹的话 就与我有关了 白衣此刻故作 恍然大悟地说道 周兄的意思是 她是因为天节失败 导致的修为倒退 周易脸色难看没坑上 而石妹却急了 突然说道 我没失败 夜香文言 偷偷地拉了石妹一下 可话已出口 说什么都晚了 还真是你 周易的脸色更难看了 勃然大怒道 如果你没失败 那你的修为又怎么解释 石妹想说什么 可是看了看白衣 硬是憋着没说 周易心领神会 回头看了眼白衣 说道 白凤孝是我至交好友 有什么话不用避讳 说吧 石妹虽然单纯 但却不傻 她看了看白凤孝 咬牙说道 是 我杜劫失败了 对不起 周易文言豁然起身 她恍然大悟地指着夜香吼道 你 你杜劫的时候 怎么不找我护法 还有杜劫失败后 为什么不来找我 而是找这个凡人双修 夜香先是一愣 反应过来后 不由瞪大了眼睛 这意思是 石妹如果 想找男人可以找她 而找了夜香 是石妹自甘堕落 不过这话听着着实太别扭 夜香心里也很不舒服 心想这个三师兄 表面上像个正人君子 心里还真够龌龊的 人家小女孩 想找个自己喜欢的 爱着你什么事了 而夜香还发现 当听说石妹杜劫失败后 那个白凤孝就 有些失望 有些心不在焉的 显然这家伙 还是为了金丹来的 看来石妹的这个三师兄 和她的至交好友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个是为了跟石妹双修 一个为了石妹的金丹 不过这两样 都被夜香得到了 想到这里 她就觉得暗爽 气死这两个不要脸的家伙 你说你呢 傻笑什么 突然周易对夜香喊道 脸色很是不善 夜香猛逼地看着周易 只听周易说道 你现在知道多少 我是说关于修真 看周易一脸的臭屁 对自己已止气使的样子 夜香就来气 突然她想到了什么 于是说道 起初不知道 后来跟石妹连续双修了七天后 说到这里夜香不说了 善笑着看着他们 此刻周易的表情很精彩 说是惊讶却带着懊恼 说是懊恼却带着不甘 说不甘 却还有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总之 那脸色青红白绿的 换了好几种颜色 至于那个白凤笑 一脸无奈地起身 对着他们一拱手说道 诸位白某告辞了 严必向外走去 夜香能看到白凤笑 在转身的时候 脸上露出惋惜的神情 那感觉像是好白菜 都被猪拱了 光当一声 大门关上的声音响起 几乎与此同时 周易压抑许久的怒火 终于爆发了 石妹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怎么可以与凡人够合 这要是让师父知道 你你 气死我了 夜香心里头笑 嘴里 却继续说道 三师兄是吧 让石妹的师父知道又怎么样 收我为徒救世了 以后我就是十一师弟了 周易一脸便秘的样子 他看着夜香憋出一句话 你也配 不过夜香现在有几个疑问 首先是之前谈话中提到的 1999年 这一年似乎发生了什么事 另外一个就是 周易是修真者 怎么还是大学教授呢 可看周易现在的架势 想来也不会跟自己解释 不如等会儿问石妹 你吼我 周老三你从来没吼过我 我要告大师兄和二师兄 让他们收拾你 石妹突然哭了 哭得像那孩子 指着周易说道 周易的反应也很奇葩 看到石妹哭了 立刻慌了神 可他正在气头上 是安慰不是 不安慰也不是 夜香一看机会来了 突然站起身板着脸说道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离开 周易眼神冰冷地看着夜香 你个小小的炼气竟修饰 居然敢对我大呼小叫 信不信我 信 夜香微然不惧地盯着他 说道 可我不管你是什么境界的修者 你欺负我老婆 我就要赶你走 除非你一掌拍死我 否则请你立刻离开 夜香的话 一字一顿气势十足 周易眼神冰冷 却是无法反驳 而他不是不想出手 但是出手后 石妹会怎么看他 现在不比以前了 1999年之后 灵气复苏 修炼变得容易起来 于是修者间 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除非争夺天才地宝 否则不允许修者之间恶斗 尤其是境界相差 两个以上的修者 周易的修为 其实不算高 只不过是助击 而助击到金丹 算是一个大门槛 因为 迈入金丹后的修者 将会进入另一个层次 与金丹之前的修者 完全是云泥之别 可是助击对练器 差了三个境界 他不想坏了规矩 日后在圈子里就难混了 而周易之所以 没着急度天结 是有想法的 他是想让自己 引动七九之上的天结 好让自己能接出 上品金丹 天结分为九品 从19到99 而根据天结的不同 度过天结后 修者形成的 金丹品项也不同 最高的99天结 形成的是绝品金丹 据说上面 可见玄奥符文 可引动天地之力 协助修者修炼 当然 周易提升自己金丹的方法 还有两种 一种就是蹭别人的天结 来淬炼自己的金丹 另外一种 就是跟道吕一起度双结 这样 他的天结 就会被更高的雷结 提升到同样品级 度结后的金丹 也会是同样品级 所以当听说 十妹偷偷地度了99天结 他的肠子都毁清了 尤其是听到度结还失败了 更让他气结 请 此刻夜香掷地有声地说着 做出请的手势 周易看了他们一眼 一跺脚走了 当听到关门的声音 夜香一屁股坐在地上 冷汗把后背都打湿了 嘴里还不断地说道 吓死老子了 十妹擦了把眼泪 一把拉起夜香说道 我三师兄没啥好怕的 他也是助级修为 只不过那个白凤啸就不同了 感觉上他有金丹的修为 而那天的黑衣更可怕 他的威压很强 感觉像是一座大山 我想那人应该有原因的修为 夜香摆了摆手 说道 老婆啊 先别说这个 我觉得有些事情 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了 十妹文言 眨巴着大眼睛 说道 是1999年的事情吗 夜香意外地看着他 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 十妹突然认真起来 严肃地说道 这个跟域外天魔有关 1999年域外天魔入侵 几乎所有修者 不论修为高低 都参与了这场大战 虽然最终击败了域外天魔 但是很多太古和上古的大能 近乎全部陨落 也就在这年后 本来近乎枯竭的灵气 开始慢慢地复苏 而后来 但凡修者之间相互问候 都会加上当年在那一战中的职位 比如 亚洲东南防线斥后 Triple X 可嗨嗨 夜香一口茶水 差点没呛死自己 因为十妹说的这个 跟网上那个关于1999年的梗很像 网络上曾经有过这么一篇帖子 1999年 80后和90后 一起拯救了地球的帖子 帖子中利用纪念体的方式 记录了所谓萨比星人入侵 地球与外星入侵者 展开宇宙大战的故事 说实话 夜香很喜欢这个梗 因为里面有很多经典的回复 比如那年我才六岁 拿着玩具枪就上了战场 还有这样的回复 八岁入伍 第三纵对二小队下士 战友们好 而1999年的时候 夜香才三岁 她也曾跟风地写过类似的回复 可十妹说 当年真的发生了入侵 只不过不是外星人 而是玉外天魔 不过仔细一想 这玉外天魔不就是外星人吗 十妹拍着夜香后背 让她缓了过来 于是夜香问道 那网上那个1999年的梗 你知道吗 知道 十妹边帮夜香揉背 边说道 那是一些修者朋友 在网上的暗语交流 当然也有一些修者 是为了恶搞 夜香有些发猛 修正者一点也不漏啊 看看十妹 用LV包包玩微信 兴许还会有个修者交流群 没事在里面交流修炼心得 买卖个功法丹药什么的 你说当年的大战 死了很多太古和上古的大能 那些大能都有谁 夜香想了解得更清楚 毕竟自己也是修正者了 如果有机会跟其他修者交流 自己也不能一问三不知吧 而十妹的回答 却让夜香想骂人 真的很想骂人 很多啊 比如红军道人 太上老君 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 还有 停 夜香是真的听不下去 按照十妹说的 这些人还真是大能 可这些人里 好多都是神话人物 怎么可能真实存在呢 夜香缓了好一会儿 才说道 是不是还有二郎神 托塔天王他们 拜托这是神话人物好吗 十妹确实摇头说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说的那些都是神话人物 我说的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还见过他们呢 还有我还没说完 当年陨落的大能中 还有四域天地 好 我信 可那个域外天魔是什么 夜香有些无语的问道 不知道 只知道那是个宗门 突然出现在域外 也就是地球之外的外太空 当年大战后 金丹之上的修者实不存一 说到这里 十妹的脸色有些难看 同时低声继续说道 师父也就是那年 收我为徒的 我的父母 就是在跟域外天魔的 大战中阵亡的 夜香听到这里 心头莫名一痛 反手将十妹拉进怀里 双臂将她抱住 轻声说道 我们能在一起 还真是同病相怜啊 此刻夜香想到了自己 母亲在她小时候 车祸去世 一年前父亲去世 而现在她也是无父无母 跟十妹一样成了锅 其实 有时候我很像爸爸妈妈 说着 夜香把头埋在了 十妹胸口里哭了起来 十妹眼睛红红的 抱着夜香的头也哭了 两久之后 夜香缓了过来 十妹也从她身上站了起来 那个三师兄是修真者 怎么还是大学教授啊 其他修者是不是也这样 十妹微微点头 说道 是 我师父是国内考古界权威诈良坤 三师兄是我师父的研究生 其实很多修真者 大多集中在考古 历史 计算机程序开发 机械制造 医疗制药这些领域 夜香眼睛瞪得大大 这还真是修真无所不在啊 后来通过十妹的解释 夜香这才明白过来 之所以修真者 大部分分布在这些行业里 主要是因为 考古和历史中 可以获得上古的功法 甚至是一些古老的单方 法宝等等 计算机程序开发 这个跟阵法 符文有关 因为阵法 符文和计算编程 有相似处 机械制造 跟锻造和铸造有关 对于灵宝和法宝的制作 有很大关系 而医疗制药 就跟单要什么的有关 也就是说 修真者融入这个社会 也是根据修真者本身的 职业分化有关 想到这里 夜香对于修真者 有了新的看法 虽然十妹说修者的世界 很残酷 想来并不是那种 明刀明枪的打打杀杀 毕竟大家都有 自己的社会定位 所以他们也不敢 做得太过活 因此 白凤笑鼓动周易来找他们 主要是因为他怀疑 十妹杜劫失败了 主要是找他们确认一下 幸好十妹聪明 将计就计地说 自己杜劫失败 这样 他就有与夜香 双修的理由了 想到这里 夜香在看十妹的时候 觉得是他走了狗屎运 当时十妹不救他 现在他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我饿了 十妹这时撒娇地 拉着夜香手说道 咱们出去吃饭吧 夜香微微一笑 两人开车上街了 饭后十妹说 夜香现在应该抓紧修炼 如果等开学后 修炼的时间就会变得分散 而且他才是练气期 也就比普通人强一点 按照十妹的话说 夜香就是比普通人抗揍一点 而且他还不会什么拳法 真要与人发生冲突 怕只有挨打的份 仔细一想 还真是这样 夜香从小就是好学生 学习成绩优异 而且他的人生目标很明确 就是长大后 接手夜市集团 所以他在企业管理 和金融方面的知识很丰富 这也是为什么 他能在短短的七天时间里 在期货市场上 挣到一百万的原因 如此优秀的 对于十妹的忠告 还是很认可的 因为他真的不会打架 高中时期 他曾跟同学发生过冲突 当时的他 直接扑了上去 然后夜香就像个女人一样 把那个同学挠了个大花脸 只不过 他被那个同学 拳打脚踢了一顿 夜香记得很清楚 当时他扑到 那名同学面前后 居然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出手了 于是使出了 失传已久的九阴白鼓爪 虽然挠得很过瘾 但却被对方打得鼻青脸肿 后来 夜香在高中同学圈子里 就有了九妹这个奇葩的外号 所以 上了大学后 他从来不参加高中同学聚会 小凤祥金店开业大筹兵 全场纯黄金饰品九折 另有抓金砖活动 大面朝下 单手拿起坚持超过30秒 25公斤金砖抱回家 夜香和十妹 饭后没有急着回家 而是在东海的超商一条街上买东西 主要是买些吃的 准备闭关 而这个突兀的声音传来 夜香一下就停住了脚步 扭头看向路边的小缝 祥金店 金店前搭了个舞台 台上有个玻璃箱 此刻正有个大汉 把手伸入玻璃箱里 脸色胀红地抓起金砖 舞台上的主持人正在倒数 18 17 16 15 哎呀 真可惜 大汉没拿住就松手了 从玻璃箱里抽出手不断地甩着 连连摇头 夜香一拉十妹说道 你有把握拿起金砖30秒吗 十妹回头看了一眼 饶有兴趣地问道 老公你很缺钱吗 你说呢 刚花了两百多万 接下来还有住机单要弄 咱们是真的很缺钱啊 听夜香这么说 十妹却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你没钱 可是我有啊 大师哥 二师哥 四师姐 六师哥 都是很有钱的 他们每个月都会给我生活费 每次我都花不完 吃软饭吗 夜香觉得别扭 大男人 难道要靠女人吗 他不想这样 这不是他的风格 他是百亿富豪夜灵的儿子 他是金融天才 所以他想上去试试 来 夜香拉着十妹跑上了台 主持人看到一对情侣走了上来 不由大声喊道 各位各位 新的挑战者上来了 让我们看看他 能不能做到 之后 主持人介绍了规则 其实很简单 不管用什么办法 只要手掌不反过来 靠手抓的力量 拿起金砖 夜香根本没仔细听 当主持人说完 他就把手伸了进去 说实话 金砖还真不好抓 金砖的表面太光滑了 夜香费了好大力气 才能抓紧金砖 深呼吸了一口 他把金砖抓了起来 主持人开始倒数 30 29 28 27 听着主持人的倒数 夜香心里叫苦 25公斤的金砖 听上去不多 但也有50斤 10 9 8 主持人开始擦汗 他怎么也没想到 会有人坚持到现在 再有几秒钟就到时间了 而他倒数的速度 也刻意放慢了 5 4 3 2 哎呀 真可惜啊 夜香还是没撑住松手了 主持人边擦冷汗边说着 如蒙大射的故作可惜 台下的人更是发出一阵阵惋惜的惊呼 夜香抽回手不断地甩着 手臂酸酸地发胀 很难受 不过石妹此刻却走了出来 对主持人说道 我能试试吗 主持人文言一愣 打量了石妹一番 这是个娇小可爱的女孩 给人的感觉纯纯的 瘦瘦弱弱的 这样的小姑娘 能有多大力量 估计连拿都拿不起来吧 主持人根本没想过 石妹能拿起来 于是说道 哎呀呀 来的位小美女 真是勇气可嘉 让不让她试试 让 台下一百多号人 异口同声地起哄起来 石妹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一下子脸红了 这让台下的男人们 露出一脸花痴相 更有几个流里流气的家伙 起哄起来 石妹缓缓地 走到玻璃箱前 把手伸了进去 下一刻 台下就发出了一阵惊呼 主持人也惊得目瞪口呆 怎么也没想到 如此瘦弱的美女 居然轻而易举地 抓起了25公斤的黄金 尤其是石妹脸上 风轻云淡的样子 让主持人感觉 后背冷气直冒 还不开始倒数吗 石妹突然说到 让主持人机灵了一下 这才开始倒数 时间一秒秒地过去 很快主持人数到了12 而石妹依旧一脸风轻云淡 并没有吃力的样子 主持人突然不数了 因为算上之前她发愣的时间 石妹的时间早就够了 可是看石妹的样子 再来个一分钟 也能坚持 叶香就这么看着 心里也很吃惊 她现在也是休者了 之前为了能多坚持一会儿 甚至动用了真气 可惜依旧没能坚持下来 而石妹到现在还能坚持 这让叶香明白了 真气运用上的差距 怎么不数了 接着数啊 赔不起吧 原来都是假的 骗人的 小凤翔骗人 主持人冷汗都下来 可石妹依旧没有松开的征兆 笑眯眯地看着她 而此刻主持人的耳返中 传来一个声音 听好 你这 我说 第一关已经过了 想要拿走金砖 必须要把金砖 从玻璃柜里拿出来 大家 大家都安静一下 这位美女 已经已经过了第一关 可以获得 小凤翔金店提供的 100克金砖 而想要把这块金砖拿走 就必须要把金砖 从玻璃箱里拿出来 主持人的话刚说完 然后就像是 被掐住脖子的鸭子 因为石妹居然用两根手指 竖着夹住金砖拿了出来 只见石妹笑眯眯地说道 小哥哥 是这样吗 我拿出来了 安静 所有人都不说话 因为石妹的举动太惊人了 那可是25公斤 重达50斤的金块 表面光滑 手抓都费劲 可是这个罗里美女 居然用两根手指夹了出来 主持人此刻张口结舌 什么也说不出来 而这个时候 一个中年急火火地跑上台 中年人是个胖子 一脸堆笑地说道 哎呀呀 恭喜这位美女挑战成功 接下来请美女到小凤翔店内办理相关手续 说着 中年人伸手想接过金砖 可石妹却一把将金砖搂在怀里 像是护士的萌猫 叶湘看到这一幕 却是心中赞叹 石妹这丫头 看上去纯纯的 实际上鸡贼得很辣 真要让中年人把金砖接走 等到了小凤翔店内 他们给的 就不一定是这块金砖了 而中年人看到这一幕 尴尬地一笑 做了个请的手势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次小凤翔金店要出血了 金店的黄金价格是270每克 25公斤就是25000克 这就是675万 叶湘最初真的是想试试 现在他真的动心了 作为商人 家庭出身的他 对于钱有着格外的渴望 说句不好听的 叶湘虽然在学校显得很低调 其实他每月的花费可不低 能花也要能挣 所以 任何挣钱的机会 他都不会放过 不过中年胖子 领着他们进了金店里 直接向金店里面走去 终于他们在 一间写着金里士的门前停下 推开门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哎呀呀 两位道友 咱们又见面了 白凤孝 叶湘和石妹 怎么也没想到 小凤翔金店的老板 居然是他 看着白凤孝如雅千和的微笑 叶湘微微拱手说道 见过白前辈 而石妹却是一脸戒备 把怀里的金砖抱得更紧了 警惕地说道 白前辈叫我们来 这里是什么意思 白凤孝有些尴尬 一根手指在鼻梁上摸着 说道 也没什么 咱们也算是朋友了 既然二位今天来捧场 白某很高兴 金砖是我的 石妹突然说道 这让白凤孝尴尬了 叶湘猜到了白凤孝的想法 而石妹反应更快 其实白凤孝是想说 大家都是朋友 既然你们捧场 她也不能不领情 然后拿出一百来万交个朋友 可石妹的这句话 算是堵死了白凤孝的路 这让她很是尴尬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老子来你们店里买东西 是你们的荣幸 一个叶湘熟悉的声音响起 很是嚣张 这位先生那金砖 是活动专用的 不满 您就不要为难 女人的声音响起 可是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啪 争吵声骤起 然后就是响亮的巴掌声 之后 外面的大厅就安静了 可短暂的安静后 嚣张的声音再次响起 砸 给我砸 叶家你干什么 我就想要个项链 你不至于 是沈碧亭的声音 叶湘的脸色变了变 搂着石妹的手 不自觉地紧了紧 紧跟着叶家的声音响起 我刚刚改变主意了 那块金砖我挺喜欢的 董事长 真的要砸吗 一个憨厚的声音响起 透着为难与不解 此刻外面围观的人 早就把小凤翔金店的门 给堵住了 看着金店大厅里 剑拔弩张的气氛 有好几个心思活络的人 挤到人群前面 用脚响也能知道 一旦店里的双方发生冲突 他们会第一时间 冲进去抢东西 可是 哗啦啦 哗啦啦 白夜门突然落下 金店的大门关上了 开玩笑 能在闹市区开金店 肯定有预防突发事件的手段 咋 几乎是白夜门落下的同时 叶家恶狠狠地发出了指令 一时间 尖叫声与玻璃碎裂的声音 交织成这幕荒诞剧的配乐 叶家就这么搂着 沈碧亭的腰站在那里 白凤翔的脸色更难看了 金店今天刚开业 就接二连三地出事 他心里的火气 终于压制不住了 够了 声如惊雷的一声喊 白凤翔身形一闪 出现在叶家面前 这让叶家吃惊不小 但他嚣张的态度还在 你是老板 那块金砖呢 我要了 你开个价吧 白凤翔也没想到 这小子如此嚣张 不由被气笑了 如果你不动手 这价格不会太贵 不过现在就有些贵了 嗯 你给个三千万吧 叶家的脸色一变 咧嘴笑了 你抢钱啊 你是不是没见过钱 三千万 就你这破电池三千万吗 白凤翔还想说什么 叶家突然走了出来 此刻他才看清楚 金店的营业大厅 早已面目全非了 几名服务人员 也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白前辈的价格很公道 店面装修 金银首饰的损失 就已经两千万了 二十五公斤的金砖 大概有六百多万 三千万 还真不多 叶家一眼就看到了叶家 其实他和沈碧婷跑进来 主要还是看到叶家进来了 要不然 他吃饱撑得来这里 哎哟 大哥你也在 真的好巧啊 叶湘知道叶家的脾气 从小他就跟叶湘争东西 只要叶湘有的 他也要有 不过叶湘并不想 在这里多停留 而是对白凤孝说道 我们完成了挑战 这金砖就是我们的了 现在我们能走了吗 白凤孝似笑非笑地 看看叶湘 又看了看叶家 不由皱眉 道友 能否给出个解释吗 面对白凤孝询问的目光 叶湘心生一记 说道 几百万的东西而已 前辈还真小气 不过前辈真的想谈 也好办 说着叶湘看向叶家 说道 揍他一顿 什么 白凤孝和叶家 几乎同时说道 而叶家像是听到了 最好笑的笑话 猖狂地大笑着 不过白凤孝却是深吸口气 说道 我好像明白了 说着 他看向之前的 那名中年男人 动手吧 叶家止住了笑声 阴阴地看着他们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啊 沈碧亭刺耳的尖叫声响起 眼看着叶家被打飞 撞在百叶门上 几乎同时 白凤孝说道 报寻补 然后笑眯眯地 对叶湘做了个请的手势 率先向后面的经理士走去 而叶湘则是缓步 走到叶家面前 看着摊坐在地上的他 心中十分地畅快 笑眯眯地说道 哎呀呀 叶市集团的掌门人 怎么如此狼狈啊 叶家此刻口鼻出血 根本说不出话 而沈碧亭却扑到叶家身前 怒瞪着叶湘说道 叶湘虽然我们分手了 你也不至于这么报复 你想多了 叶湘因笑着打断了沈碧亭的话 你是什么货色 自己心里没数吗 说着 叶湘回头看着身后的石妹 说道 你就是我穿过的破鞋 其实我真的不明白 叶家你就这么喜欢穿我用过的破鞋吗 从小到大 只要是我的东西 你肯定会抢过去 你的这个癖好 还真有意思 严毙叶湘拉着石妹向里面走去 留下激进昏厥的叶家 沈碧亭不解地看向叶湘的背影 这还是那个憨厚老师的家伙吗 当初为了追她 叶湘对她摆一摆顺 现在的叶湘完全变了 那种憨厚的感觉不见了 现在的叶湘 隐隐地有股霸气与音质 沈碧亭哆嗦嗦地抱着肩膀 就在刚才 叶湘就像是一头吃人的猛兽 但她知道 是什么让叶湘变成了这样 她听没做错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 既然叶湘没能继承遗产 那她只能放弃叶湘了 经理室内 白凤啸笑眯眯地看着叶湘 道友 不等白凤啸发话 叶湘对石妹说道 把金砖给留下 咱们走 石妹不舍 但还是按照叶湘说的 把金砖放到桌子上 之后就跟在叶湘身后 准备离开 白凤啸愣了一下 突然喊道 道友且慢 说着 她从怀中摸出支票本 写写话话了一阵 说道 五百万 了表心意 石妹文言一言不发 转身一把扯过支票 而叶湘却一步没停 从金殿后门离开了 白凤啸看着叶湘离开的背影 饶有兴趣地笑着 拿支票的手 还悬在空中 突然她的脸色骤变 下一刻 她就出现在经理室的门口 砰 一道身影突兀地飞入 直接撞在白凤啸身上 连带着她一起倒飞回去 之后 白凤啸的后背 撞到了墙上 而后她就看清了怀里的人 居然是石妹 再抬头她看到 一位全身黑衣的人 掐着叶湘的脖子 就走了进来 师父 白凤啸把怀里的石妹放在地上 赶忙下跪说道 原来这是那天 与白凤啸一起的黑衣人 现在看来 黑衣是白凤啸的师父 黑衣甩手间 将叶湘扔到地上 直到此刻 叶湘才得以喘了几口气 狼狈不堪地爬到石妹身边 将她抱在怀中 这就是你 为我打理的经验 第一天营业就让人砸了场子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白凤啸欲言又止 因为黑衣手中 正捏着那张五百万的支票 脸色阴沉得厉害 她知道 师父这人很抠门 别说五百万了 一千块她都看得很重 她心里一哆嗦 赶忙解释道 师父听我说 不用解释 黑衣打断了白凤啸的话 阴沉着脸说道 你可知外面的黄金饰瓶 都是为师找人制作的法器 每一件都是价值百万的 白凤啸闻言 脸色变了变 震惊地看着师父 同时心中庆幸 那个叫叶家的家伙砸得好 因为金殿上货的时候 师父从来没说 这些金饰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他也没太在意 毕竟师父的元英杰就要来了 而为了应对元英杰需要准备的东西 是一个巨大的花费 最初师父 让他打理这家金殿的时候 白凤啸只是觉得 师父想要多挣点钱 去准备元英杰需要的东西 所以 店里的黄金饰品 都是按照普通的黄金饰品定价的 就是手工一费加上黄金的价格 幸好之前来店里看的人多 但却没卖出一件 要不然 他今天真的无法跟师父交代了 这时 中年男人出现在门口 毕恭毕敬地说道 师爷 师父 巡捕队来了 黑衣面曾似水瞪了一眼白凤啸 对中年人说道 让他们队长来见我 叶香听得清楚 他们说的是巡捕队 可华夏有巡捕队这个机构吗 叶家和他带来的那些大手 一个个目瞪口呆地 看着那些突然出现的人 这些人全都穿着黑色皮甲 腰间都挂着一把 精美的银白色长剑 头上戴着大眼帽 而在他们的后背上 一个大大的补字 特别明显 其中带头的人 是个非常英俊的少年 细长的单凤眼 带着丝丝妖媚之气 一只手摆出兰花纸的造型 冷眼看着叶家他们 说道 居然都是凡人 而这时 中年男人从里面走出 拱手后说道 赵巡捕 我师爷有请 赵巡捕一身黑色皮甲 颇有古代将军铠甲的样子 但也有一些不同 结合了当下服装的时尚元素 所以站在人群中 也不显突兀 只不过这大夏天的 穿一身皮衣 他难道不嫌热吗 闻言赵巡捕看了周围那些人一眼 对他带来的人说道 你们几个将这个大厅中 所有人的记忆清理一下 还有外面的那些人 言必他大步走入里面 一进经理室 赵巡捕就单膝跪地 拱手行礼 原来是江星先生 外面的人 我已妥善处理 不知江先生还有何指教 说着 赵巡捕看向了 趴在地上的夜香和石妹 不由疑惑皱眉 面有为难之色 江星一身黑衣不怒自危 闭目坐在办公桌后 两久才说道 快渡劫了吧 能感受到天节了吗 赵巡捕的手一颤 但还是毕恭毕敬地说道 已经感受到一些了 估计再有一年左右 就能渡劫了 江星微微睁开眼 盯着赵巡捕问道 是极品天节 赵巡捕的手又是一颤 嘴唇抖了抖才说道 九品 听到这里 江星看向夜香和石妹 若有所指的再次问道 渡劫的时候打声招呼 我和凤孝可以为你分担一些 赵巡捕的嘴角发抽 他心里很清楚 1999年之前渡劫的那些金丹 大部分都是七品以下的天节 也就是七九天节 他们想要提升金丹的品质 或者提升原音的品质 只能借助其他更高等级的天节才行 这江星当年是六品的六九天节 现在的他早已金丹化音 马上要原音巅峰了 这是他最后一次提升原音的机会 而江星如此急迫的原音 很有可能是他的原音节 是六品之上的 如果是这样 他几乎不可能渡过去 只有提升原音品质 否则就是必死之局 很好 你可以走了 日后在修炼上 如有不解 可找奉效求教 你们年龄相仿 要多多走动 江星挤出一抹笑意 淡淡地说道 江星再次拱手 而后起身 依旧不解地 看向地上的夜香和石妹 告辞一声离开了 刚走出金丹师的门 门烹的一声就关上了 这让江星不由地哆嗦了一下 而此刻江星看向白凤笑 说道 凤笑让闹事的家伙 写张欠条 一共278件法器 虽然高低不一 但平均价也有百万左右 就让他写张三亿的欠条 趴在地上的夜香听到这里 说不上是什么心情 这点钱换做父亲 还在的时候 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现在的夜价就不同了 白亿遗产被董事会监管 任何想动这笔遗产的人 都要通过董事会决议 另外 如果敢耍小动作的话 立刻就会激活下一道遗产程序 那就是 遗产继承人 在非董事会监管情况下动用遗产 将失去遗产继承权 顺位置下一个继承人 所以如果夜家回去后 敢打遗产的主意 那么夜香就会成为新的遗产继承人 所有人都出去了 经理室内就只剩下了江星 夜香和石妹了 此刻江星饶有兴趣地看着夜香 而后漫步到他身边 一手将他提起 一手放在夜香的丹田上 下一刻他的脸色就是一变 将夜香丢在地上 阴冷地说道 一颗绝品的酒品金丹 就这么被一个凡人糟蹋了 着实可惜 趴在地上 还在剧烈地咳嗽的夜香文言 身体就是一僵 错愕地看向江星 没想到他早就看出来了 而此刻江星却看向石妹 丫头 你叫石妹 我跟你师父扎凉坤认识 放心我不会对你如何的 但老夫问你 如果再次度检 你有没有把握 再来一次久久天检 石妹已经缓了过来 此刻将夜香抱在怀中 他单纯但却不傻 对方如此对他和夜香 怎么可能是师父的朋友 因此他说道 晚辈的修为 已经退到了住击中期 想要再修回巅峰 恐怕需要很长时间 而且 那次久久天节 如果没有恩公 我肯定会失败 是恩公分担了久久天节 最后一节的一半 你说什么 江星心中震惊 久久天节何等威力 要知道天节之力 每多一次 其中的天节之力 就会翻倍 久久天节最后一节的一半 那可是相当于久久天节之力的一半 也就是说 是一个完整的八九天节 瞬间落在凡人身上 按照常理说 如此强大的天节 普通人瞬间就会化作积分 可是面前的夜香 却好端端地活着 他真的是凡人吗 江星不解地看向夜香 他能猜到 石妹肯定在渡劫后 动用了金丹夺赦之法 否则这小子不可能活过来 毕竟凡人挨上久久天节 最后一节的一半 能留个全尸 就已经让人吃惊了 而石妹救他 肯定是为了道心无缺 否则吃饱称的 用金丹就凡人 其实白凤孝刚跟他说了 石妹的那个解释 但江星根本不信 且不说住击找个凡人双修 能不能有效果 就算是真的有效果 事后这个凡人肯定会变成干尸 所以 石妹跟夜香双修 就只有这个解释了 可是江星检查了一番夜香的身体 却并没有发现 夜香身体的异常 这让他非常疑惑 而夜香此刻心中一动 似乎想到了什么 但却没说 而江星看向夜香面带犹豫之色 突然他冷不丁地说道 夜香是吗 你可愿做我的弟子 这话 石妹和夜香都很吃惊 不知道 这老头哪根筋抽风了 为什么会收夜香为图 不过夜香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正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 而且他可是 融合了一颗绝品金丹 日后在修炼速度上 肯定会很快的 也许这就是江星收图的原因 想到这里 夜香暗暗提了一口真气 翻身跪下 直接磕了三个响头 说道 师父再上授徒儿一拜 此刻夜香心里想着 老家伙敢收我为徒 真不知道你是不是脑子抽风了 江星不知道这些 脸上露出笑意 手微微一抬 一股进风将夜香拖了起来 然后 一枚黑乎乎的丹药 飞到夜香面前 同时江星说道 吃了 回复伤势 夜香拿起丹药 并没着急吃 而是看了看地上的石妹 直接把丹药给了石妹 哼 突兀的一声冷哼 江星冰冷的声音响起 徒儿 你可知修者世界的残酷 你如此儿女情长 日后会 没事的 夜香毫不犹豫地 打断了江星的话 他看到了江星脸上的怒色 但这正是夜香想要的 就是要气死 你个老不死的 开什么玩笑 炸了老子的别墅 还有脸收我为徒 看老子恶心不死你 江星被夜香打断了话 怒冲冲地盯着他 好半天没说话 两久后 他刚想张口 夜香一伸手说道 师父啊 按照凡人世界的规矩 拜师后 师父要给拜师了他 江星看着他 一脸无辜的笑容 还有他 伸出来要东西的手 心里别提有多窝火了 如果可以 江星真想一巴掌 拍死这家伙 只不过江星有他的打算 毕竟他过了园音节后 就是出窍境 而出窍境的修者 在原神出窍后 需要傀儡 作为出窍后的灵魂载体 一般情况下 都是被傀儡书炼制好的动物 也有一些用的是真正的木偶 不过最近几年 修真界里不多的 那几个出窍的大能 开始用什么硅胶娃娃 但江星比较保守 而且他觉得 如果有幸冲到身外化身 出窍期用的傀儡 还可以炼制成分身 所以他一直有找真人 做傀儡的想法 而现在的夜香 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一个凡人 可以扛下九九天节 最后一节的一半 他本身就是个奇迹 或许这小子身上 还有什么秘密 他没有发现 但如果把这家伙 培养成金单修者后 通过傀儡术 把夜香炼制成真人傀儡 作为出窍后的临时驱窍 岂不是很妙的想法 有了心理的这般盘算 江星收起了脸上的怒容 竭尽全力挤出个笑容 问道 你想要什么 师父 您老之前把我的别墅给炸了 多少要给点补偿吧 还有 这拜师礼 也不能比我那栋别墅便宜吧 夜香一脸见兮兮地笑着 不过这一笑 牵动了身上的伤 疼得他呲牙咧嘴的 江星的笑容将在了脸上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之前他去寻找九品金单时 毁的那栋别墅 原来是这小子的 现在这小子是来讨债来 不过出了小凤仙的店 他们才发现 天色早已黑透了 而且 夜香和石妹身上的衣服 也因为这一系列的变故 弄得又破又脏 于是 两人只好开车先回家 夜里石妹先睡下了 夜香今天晚上 没有双修的兴致 对她来说 自己修炼才是正道 双修只能说是 修炼生活中的调味菜 她看着手里的那块令牌 心里却在琢磨江星 收她为图的目的 网络小说中写得很清楚 修者的世界弱肉强食 即便是 现在不能摆上台面 那将心收她为图 也肯定是有想法的 另外 夜香现在 对天节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所谓的19到99天节 其中每多出19天节的力量 就会翻倍 而且19之后 最后一节的力量 一般是前一节的两倍以上 所以 夜香之前承受了 99天节的一半 有可能相当于 89天节的好几倍 甚至是几十倍 按照这个结果来说 她没被劈成灰 已经是万幸了 但她却留了个全尸 显然这中间 应该有什么东西帮了她 毕竟夜香觉得 她的身体 肯定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而她的身体不够特殊 却在天节中活了下来 那就证明 当时她站的地方有问题 或许在地下或者旁边 有什么宝物之类的 因此 从小凤翔出来后 她就想着 再去那个公园一趟 或许能发现些什么 想通了这些 夜香收起令牌 打坐修炼起来 此刻她才发现 体内的真气少了很多 一口气修炼了三个小时 才补充回来 而丹田满营后 再往下修炼 就有些吃力了 这感觉非常不好 每推动一次真气运行 都要消耗很大的精力 不知不觉的 她就睡着了 而当她醒来的时候 外面已经天光大亮了 夜香不由叹息一声 自己还真不是修炼的材料 洗漱后 夜香想去当初的 那个公园看看 可是白天公园里人多 即便是 有了什么发现 也不能立刻动手 于是决定晚上再去 而白天不如去 动天伏地看看 怎么这也要 好好坑江心一把 这个老不死的 绝对没憋好屁 如此想着 大门又被人敲响了 不用猜老四蒋国柱来了 这货还真是吃定自己了 很快 夜香就听到 十妹打开了大门 蒋国柱无赖般的声音响起 哎呀呀 三嫂 有老三的滋润 一天比一天好看了 十妹没说话 不过夜香用脚趾头 也能猜到 十妹肯定脸红了 蒋国柱一进门 夜香就没好气地说道 还知道 十妹是你三嫂啊 说话也不留个把门的 信不信下次我已直接把你踹出去 别呀 蒋国柱依旧嬉皮笑脸地说道 我就是饿了 过来蹭饭的 夜香美好气地看了她一眼 十妹就端着早起买回来的 早点摆上了桌 我还正发愁呢 正好你来了 今天的早点我买多了 正好有你的一份 好嘞 我这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多谢三嫂了 十妹闻言奄然一笑 这才走到茶台边 拉了一把夜香 一起坐到了餐桌边 由于夜香心里有事 所以吃饭很快 然后就开始催蒋国柱吃快点 可这货就像是故意地 依旧慢条斯理地吃着 还说道 暴饮暴食对身体不好 而且长期暴饮暴食容易地癌症 尤其是肠子上 夜香闻言气得差点没删她 不过蒋国柱这家伙 就这么个脾气 认识她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夜香还是压下了火气 最后十妹收拾了碗筷 夜香就准备出门了 而蒋国柱这个时候 却凑了过来 一脸尴尬地笑着 她一看就知道 这货肯定有事找她 于是不等她说出来 就先开口了 有事的话 等我忙完回来 我今天是很多 蒋国柱文言张了张嘴 说道 行 那我就等你回来 说着 她坐到茶台前 顺手拿起了夜香的笔记本 就开始边上网边喝茶 这可把夜香给气到了 不过去洞天福地买东西 和晚上去公园的事情 都不能耽误 上午如果能从洞天福地回来 那么下午就要准备一些东西 晚上还要去公园里看看 虽然时间上感觉并不紧 可这里是东海 虽然堵车不严重 可如果赶到上下班的时候 路上可就要耽误很多时间了 其实 如果夜香不是修者 蒋国柱在这里住都行 可有天洁的事情在前 鬼知道有没有其他修者 知道他在这里住 如果有不开眼的家伙来找麻烦 把蒋国柱 这二货给杀了 可就真的不好了 说吧 什么事 夜香被打败了 只能先解决蒋国柱的事 这一下反倒是蒋国柱 不好意思起来 结结巴巴的好半天 才说到 那个之前说过的 积淀 夜香终于明白 石妹为什么会开这辆车了 因为这里的桥坡度都很大 没有良好的越野能力 还真开不上去 去的路上没几辆车 但返程的车子有不少 夜香仔细观察过 这些车大部分都是越野车 几乎全是顶级越野 像汉马 骑士15 Jeep改装款等 看得夜香目不暇接的同时 他对远处的那座浮空岛屿 也多了几分期待 不过 夜香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 那就是在极远处 夜香能看到一条灰白色的带状物 看上去像是行星的星环 那些星环一样的东西 是什么 夜香好奇地问石妹 而石妹看也没看 边开车边说道 那是太虚 1999年 玉外天魔一战后 太古鲜雨被毁 就形成了那片废墟 修真戒觉得 没有必要重建那里 留着当作一种纪念 以警示后人 太虚 夜香重复了一遍 看着远处的星环带 总感觉有些眼熟 印象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就是想不起来了 石妹开得很快 毕竟除了马路的坡度有些高 路面还是非常平整的 石妹基本上是把油门踩到底 以时速200公里狂奔着 而越是靠近浮空岛屿 遇见飞行的人越多 并且没有夜香想象中的 锦衣罗常如山汉服 她看到的大部分都是 热裤迷你裙 大裤衩配T恤 或者是西装革履的家伙 有些人耳朵上还戴着耳麦 还有男女共同遇见 亲亲我 我你浓我浓的 而在更远的地方 居然还有一群人在追逐嬉闹着 仔细一看 这些人背后还都贴着名牌 相互遇见追逐间被撕掉名牌的 就算是被淘汰了 他们居然还知道这个 难道这里能看凡人的综艺节目吗 夜香问道 石妹稍稍瞥了一眼 习以为常地说道 是啊 毕竟这里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很少 有不少修真者需要到凡人世界工作的 这里用的也是滑下臂 夜香更是不解了 当然 石妹理所应当地说道 大约一小时后 车子驶入城区 直到此刻 夜香才发现 这里的楼有多高 站在楼下 想要看到楼顶基本不可能 大街上到处都是匆匆而过的行人 路边还有打坐修炼的乞丐 那些穿着黑色皮甲 头戴大颜帽 腰夸配件的巡部队在巡逻 马路上时不时有车驶过 偶尔有遇见的人 贴着大厦的外里面飞上去 夜香就看到这样的一幕 一位穿着黄马甲 背后写着某某快递的小哥 遇见飞到某栋大厦的外面 之后窗户打开 快递小哥凭空拿出包裹递了过去 而后遇见飞走了 眼前的这座城市 是如此的新奇 到处充斥着现代社会的气息 其中却混杂着各种修真世界的元素 石妹把车开入了一处地下停车场 当两人走进电梯后 夜香直接看猛了 电梯的叫香 与凡人世界的叫香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选择楼层的地方 不是按钮 而是触控屏 在某天楼上能看到 可这还不是让夜香最吃惊的地方 最吃惊的还是选择了楼层后 夜香就感觉眼前一花 她就出现在了外面 低头看去 脚下是一个一米见方的圆形阵法 而在她旁边还有七八个这样的阵法 夜香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楼层排 是在一楼 而石妹此刻拉起夜香的胳膊 直接抱在怀里向外走去 同时听石妹说道 你想先买什么 夜香此刻却有了新的想法 于是问道 这里的房子有卖的吗 或者租也可以 没有卖的 房子的产权都是归宗门和门派所有 就像我的宗门关山明月 就拥有这么一座岛的所有产权 一般的修者 只能在这里租房子 怎么你想在这里修炼 夜香晃了晃手里的令牌 问道 有这个在 也不用我付钱 为什么不租一套呢 石妹的眼睛笑成了月牙 说道 凡人世界一天 修真世界十天 不过在这里生活很贵的 夜香与石妹边走边问 有多贵 房租很好租 这样我先带你去这里的 修真者户籍中心 你先做个修为检测 注册了户籍再说 说着 石妹拉着 她向不远处的一栋 黑白相间的大厦走去 远远的就能看到 大厦的名字是 东川市修真者户籍中心 当两人走入大厅后 石妹拉着夜香 到了一处窗口前领了表格 填写好基本信息后 又领了份修为体检表 之后 两人上到六楼 夜香在这里 做了一系列修真者的体检 不得不说 体检的过程很新颖 也让夜香很意外 说到买东西 夜香又把那块 黑色的令牌拿了出来 有她在夜香 不可能买一些便宜货 江星老儿 你既然收我为徒 就等着被我坑吧 夜香这样想着 问石妹 储物类领宝类的东西 什么地方的最好 石妹想了想 有些为难地说道 这东西很便宜的 说实话 现在有点道行的人都喜欢 DIY 一般不喜欢别人做好的 所以 如果你想DIY的话 推荐你去藏天下 如果买现成的 就去那宝阁 夜香想了想 说道 先去那宝阁 等有时间了 再去藏天下 这种东西 多弄几个没错的 十分钟后 两人出现在那宝阁外 古色古香的门脸 看上去就有中岁月的痕迹 走入其中 古色古香的内饰装潢 让夜香觉得自己到了博物馆 一位老者看到他们 带着瓷河的微笑走过来 介绍道 两位有重益的领宝吗 夜香抬头看了一眼 老者说道 前辈您好 老人闻言 却是连连白手 说道 我怎敢当的前辈二子 您才是前辈 夜香低头看了一眼 手中的令牌 又看到老人腰间的令牌 瞬间明白了原因 老人腰间是个绿色的令牌 说明老人处于开田径 而夜香手里的是金色的令牌 修真世界 以修为论辈分 谁的修为 高谁就是前辈 相交之下 夜香就是老者的前辈了 夜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顺手拿起了 一枚戒指问道 这个多少钱 这个是一款一百立方的 储物戒指 一口价一百五十万 夜香文言不由一惊 小声问十妹 十妹你的LV包有多大 七十立方左右 文言夜香再看那枚戒指 不免犹豫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枚小小的戒指 居然要一百多万 其实一百多万 对于夜香来说 还是能负担的 再说了 这次是江星这老家伙副长 他更不用担心钱的事情 只不过夜香再考虑一个问题 那就是 戴戒指舒服 还是戴项链舒服呢 毕竟储物类领保 需要随身携带 而戒指并不比项链方便 戒指由于是 估在手指上的 时间长了 总会摘下来的 相比较项链 会更方便一些 只不过夜香怕项链会断 所以第一眼看到 这枚戒指的时候 他本能能地问了问价格 思索间他眼睛 扫过一串黑水晶的项链 通体黑色的项链 用一颗犬牙作为挂坠 看上去很有感觉 夜香指着项链问道 这个呢 老者似乎看出了什么 不由微微一笑 说道 80万 其实 储物类领保的价格 是根据体积来的 这款龙牙项链 同样是100立方的空间 但体积上比戒指大了很多 自然就便宜了 而体积越小的储物领保 价格上自然就要贵得多了 其实夜香也不知道 自己要这么大的 储物类领保干什么 其实他现在只是好奇 或许买回去用不了两次 就可能丢到角落里忘了 石妹看夜香犹豫 于是亲自上手 拿了一个黑色的钱夹 一副酷炫的墨镜 以及戴个龙牙项链 说道 钱家大约有20立方 平时戴身上用 墨镜大约有5立方 可以放些香烟 矿泉水什么的 毕竟戴墨镜的时候 大多是在户外 这款龙牙项链 用的是兽金做绳 一般情况下 想弄断它有些难 所以 你可以长期戴在身上 夜香听着石妹的解释 心中意暖 说道 还好有你在 让我少走不少弯路 石妹甜甜的一笑说道 都是应该的 说着又对老者说道 老人家这几样 我们都要了 给个底价呗 老者吕然一笑 说道 你是关山明月的弟子 咱们都是自家人 一共一百万即可 你们是刷卡 还是现金 亦或者是挂单 夜香微微一笑说道 挂单 言必把黑色的令牌 拍在桌子上 老者眼皮微微一挑 当看清上面的字后 不由错愕地看向夜香 你是小凤降楼的弟子 是啊 昨天拜的诗 师父是小凤降楼的江星 听夜香这么说 再看这块黑色的令牌 老者嘴角抽了抽 说道 江星前辈 这次还真够下血本的 好吧 挂单 说着 老者拿起令牌 将令牌插入一块 刻有阵法的原形石盘中间 在一阵明暗闪烁之后 老者取出令牌 还给夜香 钱已经从江星前辈的 个人户头划过来了 这是打包好的东西 两位慢走 夜香微微点头 拉着石妹 就走出了那宝格 依依 其实 说到准备晚上用的 东西 夜香发现 根本不知道该准备什么 铁锹 锯子 还是租一辆挖掘机 说到挖掘机 夜香突然想到了那句话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齐鲁几周找 这么想着他摇了摇头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梗一点也不好笑 不过下午的时候 他让石妹制定 夜香未来一段时间的修炼计划 夜香开车出去 准备买些晚上用的工具 顺带 把令牌给还了 步行街上那家小凤翔金店 已经开业了 一路上夜香也没听到 关于开业当天的一些传言 而石妹单手抓起 25公斤黄金的英雄事迹 像是根本没人知道一样 一切似乎就这么过去了 走进小凤翔金店 夜香对之前见过的那名中年男人 点点头 男人很恭敬地拱手回礼 说了一句 小师叔来了 夜香文言愣了一下 随机就明白过来了 可不就是小师叔吗 自己现在是江星的徒弟 跟白凤孝是师兄弟 这中年男人 好像是白凤孝的弟子 想到这里 夜香的腰背就挺直了几分 很是巨傲的点点头 摆出一副长辈的姿态走了进去 说来也奇怪 虽然修真世界里 以修为论辈分高低 可是修真门派和宗门里 师徒间的辈分 却一点也不乱 夜香如此想着 走进了白凤孝的经理室 门都没敲就走了进去 而白凤孝 此刻正坐在办公桌前忙碌着 头也不抬的就说道 师弟来了 昨天在洞天福地玩得如何 夜香挠了挠头 故作兴奋地说道 好玩 好多新奇的东西 搞得我都不想回来了 白凤孝依旧头也不抬 嘴角挂着微笑 说道 如果师弟想要抓紧时间修炼 还是在洞天福地里最好 不过师父的原因节就要来了 手里的钱不凑手 要不然就让师弟在里面修炼个半年 夜香闻言咧咧嘴 心想 老子在洞天福地里租了套房子 一口气就是两年 你这老小子要是知道了 估计要羡慕死 不过夜香还是把令牌放在桌子上 说道 也没那么着急 我现在刚刚开始修炼 勉强算是个修者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说实话我现在 就已经很满足了 至于冲击金丹什么的 我压根没想过 白凤孝依旧不抬头 简单地说道 师弟过千了 然后就不说话了 此刻夜香算是看出来了 这白凤孝再给自己脸色看 想来是对江星把令牌给他用 有些不满 不过他夜香也不是没眼力尽的人 一拱手干脆地说道 师兄 既然你很忙 那师弟就告辞了 言必转身就走 白凤孝此刻才抬头 故作不解地喊了一声 不过夜香已经走到了 京殿的大厅里 此刻白凤孝才露出 一抹不屑的小声说道 修者 你也配 不就是吞了颗绝品金丹吗 我要是有你这般幸运 早就一路修炼到住击了 可是他的话音刚落 夜香的声音就从大厅中传来 哎 这几款项链不错 我就喜欢大金链子 诗指你过来 把这几款项链拿出来 让师叔我看看 白凤孝听到这里 就觉得有些不妙了 而中年男人不知所以 到柜台里端出整整一托盘的金项链 足足有二十来条 都是那种男时的大金链子 土豪气十足 夜香顺手拿起一根 然后神秘兮兮地问道 这些都是我师父他老人家 请人做的护身法器吧 中年男人不明所以 微微点头称 是 夜香文言二话不说 手在托盘上一晃 于是二十多条金链子 全都不见了 中年男人先是一愣 而后又怒又急地说道 小师叔不可 这可是师爷他 没事 我知道 回头我告诉师父他老人家就行 走了 不用送了 再见 说着夜香出门上车 一溜烟的没影了 白凤孝文言刚跑出来 就看到夜香开着车 得意洋洋地离开 不由银牙紧咬 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看着空空的托盘 白凤孝狠狠地瞪着中年男人 怒道 你是傻子吗 中年男人想要辩解 可白凤孝已经离开了 只留下一句话 明天开始 你就不用来了 中年男人心中叫苦 他招谁惹谁了 如果不是败在你白凤孝名下 还用在乎一个练气劲的小子吗 夜香离开小凤祥金丹 一个人 开车去东川市的五金市场 同时思考着 晚上可能用到的东西 边开车边想事情 车子自然就开得慢 不料夜香随意往路边一瞥 却发现律师张力 急冲冲地走在大街上 那样子很惊慌 夜香心想这女人 准是把什么人给害了 这是遭报应了吧 至于那些人能不能反应过来 夜香可不管这些 如果继续留下来装逼 肯定没好果子吃 毕竟他真实的修为 才是练气劲 而且对方人多势众 对方要不给小凤祥楼面子 他这窥只能先吃着 不过现在他离开了 对方就算是反应过来 也会碍于小凤祥楼的面子 不敢追上来 如此想着 夜香开车来到 东川市南郊的五金商城 而刚停好车 夜香就听到张力说 能帮我打个电话吗 夜香看着张力 心一软 问道 号码多少 张力说出一串号码 夜香顺手输进手机 结果手机上 居然显示出一个名字 这让夜香愣住了 不由问道 张男是你什么人 张力也很意外 反问道 你认识男男 男男 夜香差点没笑出来 没想到宿舍里的 老大张男的小名 居然叫男男 不过夜香还是说道 她是我宿舍的室友 哦 我是她姐姐 亲的 听张力这么说 夜香不由放下手机 很严肃地看着张力 她心里其实很不好受 夜香想到一种可能 这件事情 老大知不知道 如果老大知道 那她的身份 就算是曝光了 而老大跟她姐姐 合谋了之前的一切 这让夜香心里 很不好受 俗话说 人生有三铁 一起通过窗 一起信号过信号 一起扛过枪 虽然夜香和张南 只是一起通过窗 但也算是有一帖了 今年26岁的张南 以她的经历 和年龄上的优势 成了夜香宿舍里 无可争辩的老大 而且 张南平时为人很正直 夜香不愿相信 她失去百亿遗产 继承权的事情 是她和她姐姐张力 在背后谋划的 张力微微吃惊 但还是说道 我很久没跟她联系了 如果不是 好了 我知道了 夜香听到张力这话 不由放心了 不等她把话说完 就把电话打了过去 时间不长 一辆僵士牌照的奔驰越野 停在了夜香的车边 车窗放下 露出了张南的脸 刚毅的面旁 有如刀削抚批 谦和的笑容 带着坚毅的目光 这就是张南 总能给人一种 正气满满的感觉 老三 你电话里说得神神秘秘的 到底谁找我 夜香微微一笑说道 还能有谁 你姐呗 现在我跟你姐谈朋友 要不你叫声姐夫听听 滚犊子 你小子狗嘴力 吐不出象牙来 我最近忙得很 快说到底什么事 对于夜香的玩笑 张南没太在意 笑骂着说道 夜香却有些不依不饶的 说道 我说的可是真的 你说咱们宿舍里 就咱俩是土豪 你姐跟我谈朋友 也不错吧 老草吃嫩牛啊 张南也是没脾气了 对了一句 你小子也能算土豪 你老爹留给你的那些遗产 就那么点 别瞎折腾了 听我的好好找点事情做 听到这里 夜香算是暂时放心了 最起码表面上张南 是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于是 夜香认真地说道 不跟你闹了 当你姐的男朋友 我真不敢 指不定哪天下毒 就让我一命归西了 不过今天我在路上碰到你姐了 她好像摊上什么事了 于是我稍带手帮了她一把 张南闻言 脸色瞬间严肃起来 开门下车 来到夜香车边 向里面看去 再看到张力的瞬间 她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然后张南说道 爷爷找了你五年 你躲了五年 怎么现在遇到事情 才想起我们了 这话一出 夜香算是彻底放心了 而在看张力的脸色 夜香算是明白了 不过她现在还想着 晚上寻宝的事 没心情听老大家里的恩怨 于是说道 老大 家丑不可外扬 再说了 张力姐不是主动联系你了吗 有啥事 就不能回家说啊 张南甘大一笑 感激地看了夜香一眼 说道 这事还要谢谢你了 这几天如果有时间 我请你去个好地方 夜香眼睛一亮 笑着说道 可以 我等你电话 说话间 张南回到车上 而张力准备上张南的车时 夜香突然小声说道 刚才的事 你全当没看见 这要求不过分吧 张力文言 身体顿了一下 什么也没说 就上车了 最后 张南摆摆手算是告别 开车离开了 之后夜香才下车 慢悠悠地走进了五金商城 其实也没什么好买的 一把稿头 两把铁锹 一把伐木锯 然后夜香又去加油站 搞了桶汽油 这才慢悠悠地开车回家 到家后 石妹把制定好的修炼计划 给夜香看 由于在洞天福地里租了房子 石妹把修炼时间安排得很细致 夜香从愣神中回过未来 三步并坐两步地来到石妹身边 手握住项链 在两颗木丹上一晃 两颗木丹就消失在原地 而此刻石妹 却看向远处的天际 急切地说道 回车上去 已经有人发现了 这木丹的气息太强了 已经吸引修着过来了 说着 石妹拉着夜香跳上车 直接将油门踩到底离开了 就在他们离开后 江星最先出现在这里 而后是白凤啸 紧跟着就是周易 江星凌觉敏锐 直接来到树桩边 看着已经失去生机的树桩 眼神流露出惊骇的神情 而后跟上来的白凤啸和周易 也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居然是天结木丹 而且就长在这种地方 难道之前 石妹是在这里杜劫的 周易震惊地说道 而白凤啸却似笑非笑地说 哎呀 还是先恭喜周易老弟了 想来你师妹肯定会分给你一颗的 到时候假丹在手 你就能以助记的修为 发挥出金丹的实力了 那时候绝对可以说是 同境界无敌了 周易闻言更是惊诧 不解地说道 难道是两颗 江星黑着脸一言不发 看着被石妹和叶香丢弃在现场的工具 冷哼一声转身就走了 她其实挺生气的 最初她以为叶香只花了她一千多万 后来才发现 这兔崽子花了这么多钱 其中相当一部分居然是父的首付 也就是说 以后每个月她这个师父 要帮叶香还贷款了 而且是每个月至少一百多万 最短的要一年 最长的居然要两年 仔细算下来 叶香这次算是花了她三千多万 这让江星有些后悔 收这个徒弟了 她恨不得现在就把叶香炼化成傀儡 只不过 叶香现在还不接她电话 今天下午 她打了不下十几个电话 叶香这家伙 居然一个都没接 江星突然发现 她根本控制不了这个徒弟 因为这家伙 根本没有一般修者的恐惧感 修为高的人 她也敢戏弄 想到这里 她气就不打一出来 冷冷地看一眼白凤笑和周易 转身离开了 而白凤笑似笑非笑地看着师父离开 眼神中闪过一丝戏虐 对于叶香白天在洞天伏地里做的事情 她多少也听到了一些风声 对于师父受了这个炼气劲的废物 颇有怨言的她 此刻觉得心中的一口恶气出了不少 而她真的很想说上一句 活该 俗话说 知子莫若妇 反过来说 这句话也适用 同样也适用在师徒关系上 白凤笑很了解师父 更明白师父收叶香为徒的目的 但是这个徒弟 似乎不怎么受管教 而周易此刻 看着树桩上两个小纸杜大小的凹陷 心里一阵的悸动 那可是两颗天结木丹 而且是在久久天结下形成的木丹 如果她能得到一颗 在将来杜结的时候 岂不是能够成为双金丹修士 一想到这里 她就有些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 于是 周易也没多做停留 她猜想 这木丹肯定是师妹拿走了 白凤 小弟有事先告辞了 言毕身形闪动间 周易也离开了这里 最后只剩下白凤笑一人留在这里 而她不为别的 她要等其他的修者来到后 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 俗话说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她不想让叶湘和石妹他们 如此消停地得到牧丹 几乎与此同时 白凤笑已经感受到 一股股修为的波动 正在向这边靠拢 这是一些后知后觉的修者 正向这边赶来 石妹开着车 丝毫没有停留 一路狂奔 不知闯了多少红灯 还好此刻已是深夜路上车辆稀少 两人一路风驰电车地倒了火葬场 而当车子驶入洞天伏地后 石妹才算是长出了口气 可依旧是把车子开得飞快 很快就到了他们租住的小院 叶湘租住的小院本就不大 院子里有个温泉冒着热气 而院子里的房子是木制的 古色古香很是典雅 两人走入小院后 才算是放心 叶湘更是贪软在地上好半天 才缓过神来 因为就在他们离开公园的时候 叶湘分明看到 天空中有人飞过 与他们的车子擦肩而过 石妹更是紧张 脸因为紧张而变得红扑扑的 不足地用手拍打着胸口 久久不能平息 而两人刚刚缓过来 石妹的手机就响了 看了一眼 是三师兄周易打来的 叶湘看向石妹的手机 不由咧咧嘴 骂道 还真是个狗皮膏药 沾上就甩不掉了 咱们刚得到木丹 这小子的电话就来了 这反应还真快 看叶湘的反应 石妹想都没想 直接挂断了电话 可紧跟着石妹的微信响了一下 打开微信 周易的声音响起 在吗 刚刚开始炼化 叶湘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这让石妹有些手足无措 手忙脚乱地不断更换 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一袋带空的塑料袋 丢在温泉边 仅仅一个小时 这些塑料袋就堆成了小山 可是叶湘的身体 依旧干瘪的厉害 石妹此刻已是满头大汗 心中焦急的厉害 嘴里嘀嘀嘀喃着说道 老公一定要撑过去 你可不能死 如果你能活下来 将会成为修者世界中 第一个拥有三颗金丹的存在 而此刻的叶湘 却是浑然不觉 之前割开头皮的剧痛 已经消失了 现在的它 感觉到 蒸汽运行的无比顺畅 再也没有之前的组织感 同时 也能明显地感觉到 修为十分快速地增长着 也就一个小时后 叶湘感觉身体 好像突破了某种瓶颈 经脉中的蒸汽 从最开始的小河流水 变成了奔腾的江河 但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随着蒸汽速度不断加快 它感觉经脉再也不断地拓宽中 渐渐地蒸汽运行的速度 慢了下来 这可能是经脉拓宽后的原因吧 同时它还感觉到 丹田从最初的满盈骨胀 逐渐变得空落落的 仔细感受之下 发现丹田里的蒸汽量 居然不足一半了 可叶湘从自身调动的蒸汽量上判定 它的蒸汽没有变手 反而增加了不少 那也就是说 它的丹田变大了 依旧是练气劲的功法 叶湘在从初级功法修炼到高级功法后 又开始从初级功法想高级功法修炼 反反复复也知道过了多少次 突然间它又觉得 修为精进了一些 同时 身体也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 而此刻石妹早已累得满头大汗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天了 之前石妹买回来的液体 马上就要见底了 可是叶湘的身体 依旧干扁得厉害 石妹心中焦急 如果叶湘的身体再不会恢复来的话 接下来可就要危险了 不过还好 从这一刻起 叶湘的身体开始逐渐恢复 慢慢变得饱满起来 直到最后 恢复成正常的样子 但石妹没有掉以轻心 看到这里 她离开了小院 十几分钟后 她回到小院里 从LV包里又倒出很多液体 比上次买的更多 不过这次石妹的脸色更难看了 因为她出去这趟得到了一些消息 已经有人去了房屋乘租中心 妄图调去叶湘的租房信息 同时还有人开始怀疑 叶湘是有道理的 并且已经有人开始打听了 还好叶湘是突然出现的修者 而且修为很低 她留在洞天伏地的资料很少 而那些知情人 肯定不会说的 尤其是叶湘的师父江兴 她就算是自己不 抢牧丹 也不会把弟子的背景 告诉其他人 不管怎么说 叶湘恋化了两颗牧丹 也算是小凤翔楼的人 她不会胳膊肘往外拐的 同样的白凤笑也不会 至于三师兄周易 这家伙只要不傻 应该也不会说吧 石妹这么自我开导着 默默地在叶湘身边打坐起来 而此刻叶湘头顶 本来被牧丹顶起的两个大包 现在已经下去了很多 这说明 牧丹本身已经开始向着丹田移动了 只要牧丹到了丹田中 炼化就算完成了 与此同时 石妹发现 叶湘的脖梗两边 各有一个小指度大小的骨包 而且正在以肉眼不可查的速度 向下移动着 一阵微风吹入小院 吹动了叶湘头上两颗嫩苗的叶子 叶湘此刻就像是动画片里的蔓洋洋 头上长草样子 很可爱 发现叶湘此刻稳定下来 一切正在按部就班地练化 石妹总算是放松下来 轻轻解开身上 汗湿了不知几次的衣衫 慢慢地下到温泉中 与叶湘面对面地坐在其中 轻轻地撩起温泉中的水 洗涤着最近一天来的疲惫 石妹就这么不自觉地睡着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 石妹发现 叶湘颈部的两个骨包 已经到了胸口 这种速度 似乎比她预计得快了不少 不过石妹 却看不透叶湘的修为了 按照修真折体检中心 给出的标准数据来说 炼气镜最高是20的峰值 可叶湘周身的蒸气波动 似乎高出这个数值很多 毕竟石妹炼气的数值就是20 此刻她调动自己的蒸气 与叶湘的蒸气相对比 立刻就发现了异样 叶湘此刻的蒸气量 至少是她的两倍 要知道石妹的蒸气量 可是经历了趋汇镜 开田镜 助击镜的加成 这就好比 一个炼气镜的修者 达到了炼气的峰值20后 这时她与一名助击修者 同样是炼气20的比 两者的蒸气差距 至少在一倍以上 就好比网络游戏中 角色的属性点 出了升级可以获得的 还可以从装备和天赋上 获得加成是一样的 可石妹 现在加上这些加成 勉强达到叶湘蒸气量的一半 这本身就已经很惊人了 要知道 后期的几个境界加成 几乎是按照百分比加成的 也就是说 现在的基数 石妹见到叶湘醒来 没有上前询问 而是引来泉水清洗温泉池 现在的温泉池 被黑色的泥垢覆盖 虽然没那么恶臭了 但却需要好好清洗 叶湘则是坐在那里 仔细回忆着炼化过程中 经历的一幕幕 不得不说 这一切太神奇了 当石妹用刀割开她的头皮时 那种剧痛让叶湘觉得 石妹是不是要谋杀亲父 可天结木丹入体后 她却感觉到 某种形容不出的舒服 犹如身体落入了某个位置空间中 疼痛感消失 知觉也消失了 整个人仿若在混沌中浮浮沉沉 犹如那开天辟地牵的盘骨 最后 当她以练气境功法 开始运行蒸气 不断地加快蒸气运行速度时 叶湘不知不觉地 进入某种意境中 这感觉像是被催眠了 修炼功法 似乎在本能地运行着 而她却可以抽空想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关于天结木丹的来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叶湘突然觉得 眼前出现一幅画面 满眼的郁郁葱葱 随处可见的高大树木 有风吹过整片的绿色 犹如浪涛翻滚 好不壮观 而后整个画面突然变化 视线被拉到了一棵大树之下 那里住着一家三口 身上穿得结实树皮瘦绒 一家人中的父母 正在打磨石头 父亲打磨一会儿后 拿起一块尖锐的石头 走到不远处 刚刚猎杀的一头小路边 用石头划开了小路的肚子 母亲依旧在打磨石头 时不时地看一眼 不远处柳树下玩耍的孩子 小树嫩绿的树皮上刻画着一些线条 起初这些线条看似毫无章法 可慢慢地线条勾勒 成了一幅图画 叶香看得清楚 孩子最初刻画了一个圆圈 最后在圆圈中又画了一个S 似乎觉得还缺点什么 于是分别在S两边 分别画了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 然后孩子又用一个方形 把圆圈圈了起来 此刻孩子看向了远处的大山 于是在方形的下方 刻画了一个三角代表山 接着 孩子看了看周围的树林 于是在左边竖着 写了三个人字 最后用一根树线贯穿起来 成了一棵树的样子 此刻琵琶声响起 很快飘来肉香味 孩子扭头看去 望着燃烧的火焰出神了一会儿 于是在右边刻画了三个火苗的形状 哗哗哗 一阵风不期而遇 吹得整个森林 发出犹如海浪的声响 少年看着摇曳的大树 快速地在正方形的最上面 划了三道直线 到了此刻 孩子这才丢掉手里的石头 后退了两步 看着柳树上的杰作 像是很满意 而后时光飞逝 孩子长大 父母相继去世 父亲是在一次狩猎中 被野狼咬死 母亲被其他部落的男人抢走 孩子没跟着原来的部落离开 而是坐在柳树下 眼神中满是仇恨 叶香能感觉到 他恨的不是咬死父亲的野狼 不是夺走母亲的男人 而是这片天地 是这个世界 也不知已是少年的孩子 在柳树下打坐了多长时间 只知道 他在柳树刻画的图画 依旧跟孩子个头一般高 就像他当初画上去的一样高 殊不知 柳树已经成才 少年也已长大 恍惚间 少年似乎感觉到了饿 但他没有起身寻找食物 而是拿起地上的石头 用尖锐的一端 划开了自己的手臂 鼓鼓鲜血流出 少年把嘴凑了过去 瞬息自己的血 但是血腥味引来了周围的狼群 将少年团团围住 可他并不害怕 而是看着狼群 发出了嘀嘀的怒吼 之后 狼群发动了进攻 少年依旧坐在那里 用手里的石头 一次次地打退进攻的狼 渐渐地一天天过去 少年身边狼的尸体越来越多 而现在的少年 一手拎着狼腿撕咬 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石头 随时准备出手 又不知多少天过去了 狼群中剩下了一头母狼 肚子很大 眼看就要分娩的样子 少年本想着 连他也一起杀了 结果看到母狼鼓起的肚子 少年缓缓地放下石头 从身边成队的狼尸中 选了一个丢过去 母狼似乎能感觉到少年的好意 放下戒备啃食尸体 几天之后 母狼生下两头小狼 少年让母狼到了柳树下躲避风雨 之后母狼每次离开 都会用信任的眼光看向少年 拜托少年看管好两头小狼 而母狼狩猎回来后 总会给少年带回一些吃的 久而久之 一人一郎朝夕相处 少年也似乎有所感悟 此刻他缓缓开口 说出了一句话 而这句话 夜香居然能听懂 天地万物皆有灵 通达者可逆天 顺从者难苟活 纵然禽兽亦如此 无被为何顺天意 这次离开洞天福地的地方 跟上次的不一样 是在一处公路寒洞中 洞中有不少积水 还有车辆经过 夜香疑惑地问道 难道每次离开洞天福地的出口 都不一样吗 石妹面对她的问题 微微一笑解释道 修真世界并不和平 尤其是门派 宗门 家族之间 往往都有一些陈年旧院 经常会发生一些暗杀事件 所以 洞天福地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因此 每辆车离开洞天福地后 都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夜香若有所思的点头 不过这时手机响了 一看居然是江星 他这个师父 还真够关心弟子的 前段时间 一连打了十几个电话 夜香都没接 现在又打来了 看样子不接是不行了 师父 您找我 夜香尽量让自己的声音 恭敬一些说道 江星的声音响起 听上去似乎不怎么好 开口就问道 你上次是不是拿了二十几件法器 是啊 夜香想都没想 直接承认了 这让江星在电话里沉默了好久 其实像江星这种 在修真界有一定地位 又比较好面子的人 最容易被夜香这样的家伙 逼到角落里 如果夜香刚才回答没有 江星就有借口逼问他 最后迫使夜香交出法器 反倒是夜香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江星就不好开口了 好半天江星才说道 你拿这么多法器干什么 我不是成修者了吗 就想着给身边的朋友弄点好东西 听说经典里的法器不错 我就拿了几件 准备送给朋友做见面脸 夜香说话的语气是理所应当 可是江星的心里却很窝火 心想 你个独自送朋友礼物 就打劫我吗 我的东西也不是白来的 可是花了大价钱 托人制作的 可他之前答应送夜香拜师里的 但却忘了 说送多大的拜师里了 因此 夜香拿了这二十多条金项链 他也说不出什么来 只能自认倒霉 吃了这个哑巴亏 同时他心里还在想 自己到底收了个什么土地 这才短短几天 就霍霍了他小几千万 天知道这家伙以后 还有什么幺蛾子 不过还好 当他赌定夜香得到了 两颗天节目单后 他心里反而平衡了不少 一想到日后 他可以拥有一个双金单的傀儡 或者说是三金单的傀儡 江星还算是能找回点心理平衡 是这样 下次拿东西 记得提前跟我说一声 江星这么说着 话锋一转 说道 你现在来小凤祥及金店一趟 我有事情让你去做 夜香文言爽快地答应了 其实他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谁让江星是自己师父呢 挂断电话跟十妹说了一声 然后车子直接到了小凤祥金店 下车后 夜香一个人静止地走到经理室 江星正大马惊刀地坐在那里 看到夜香来了 江星缓缓睁开眼 说道 拿上桌子上的欠条 找这个叫夜家的人 把欠我们的钱收回来 一听是这件事 夜香不免有些为难起来 江星自然能看得出 不由露出一抹微笑 说道 你的事情我通过其他方式已经了解了 既然你失去了遗产继承权 也被赶出了夜市集团 难道就不想恶心他们一下吗 为师这是替你制造一个机会 让你好好出口气 这话说的 漂亮 夜香不由在心里给了江星32个赞 怎么说呢 江星让夜香去要钱 给出的理由是让夜香出口气 实际上要回来的钱 却要给江星 说白了 就是白使唤夜香一顿 最后夜香还要对江星感恩戴德 这老家伙果然是人老成精 不过夜香还是拿起了那张三亿的欠条 还有那些合同 毕竟这么巨大的一笔欠款 没有相应的合同 法律上是很难被承认的 而夜香拿起合同一看 不由惊的下巴都掉下来了 因为合同上写的是 股权质押协议 协议内容是 小凤祥楼以三亿资金作为借款 而夜市集团的邵董市长叶家 以夜市集团10%的股权作为质押 并且还显明了 在规定日期内 如果不能归还这笔欠款的话 小凤祥楼有权收购夜市集团10%的股权 用三亿收购夜市集团价值百亿的股权 按道理说 应该盼着夜家还不上这笔钱财时 可现在怎么急着讨要呢 不过夜香吃惊归吃惊 却没表现出来 只是故作感动地说了句 谢谢师父 徒儿真的很感动 以后师父有什么事 徒儿院校全马之劳 江星自然不吃这套 毕竟修真世界中 徒弟对师父的态度 完全取决于师父的修为 因此 他对夜香的表现并没觉得有什么 夜香啊 为师很看重你 封城武道学院 其实是封城夜家创办的私立武校 这些是夜香通过师妹了解到的 封城夜家 是在修真世界中的一个大家族 虽然这个家族 没有原因修者 但却拥有数量很大的经单修者 因此 封城夜家在修真世界中 有着不低的地位 同样也是很多门派和宗门拉拢的对象 正是因为这样 封城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 修真家族中最不好招惹的家族 因为这个家族 在很多门派和宗门内 都有他们的家族成员 同时还在门派和宗门中 拥有不低的地位 师妹还说 封城夜家最恐怖的地方 还不是他们在其他门派和宗门里 都有人 最主要的是 这个家族中 大约有十几个金丹镜修者 已经到了金丹镜巅峰的修为 不出意外的话 在未来两年内 夜家会出现一批原英修者 而1999年 玉外天魔一战后 修真世界中 原英镜的修者 几乎是最高修为的代表了 那些出窍镜的修者 要么在玉外天魔一战中 身受重伤闭关修养 要么就是到处 收原英镜修者为徒 自己躲起来 默默修炼 冲击身外化身镜 当然夜香也问了 小天帝是怎么回事 石妹也给出了解释 其实小天帝并不少见 在门派 宗门 家族中很常见 毕竟华夏的人口太多了 宗门 家族 门派 想要找个地方 建立自己的势力 根本不可能 所以他们只能想办法 开辟小天帝 作为宗门 家族 门派的总部 而封城的小天帝 就是封城夜家的祖地所在 了解了这一切后 夜香还是有些不解 既然封城夜家如此有实力 为什么当年父亲说 家里没有什么亲人了 他成了官后才出来闯荡 这才建立了现在的夜市集团呢 这个问题 他只能一个人在心里默默地琢磨 而此刻 他们三人到了封城最高档的酒店 和平酒店 张南在这里订了三间房 停好车后 五人分别在自己的房间住下 夜香 蒋国柱和张南碰了个面 相约第二天 就去武道学院看看 不过晚上夜香睡不着 他更想去封城的洞天福地看看 而石妹却说 以东海为中心 方圆五百公里内 就只有东海一个洞天福地 所以 就算是在封城进入洞天福地 到的也是东海的洞天福地 不过夜香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因为她现在有了些许紧迫感 还有就是在洞天福地里休息 她至少可以休息好几天 而在酒店里 休息她最多能休息一晚上 所以 与其在凡人世界浪费时间 不如回洞天福地好好修炼 石妹拗不过 两人悄悄地离开了酒店 说实话 封城虽然是内陆城市 夜景还是很有特色的 虽然是平原城市根本看不到什么山 可是最近十年的城市建设 让这座城市的夜景看起来 跟东海的夜景都有一拼了 石妹上车后 直接用手机开启了导航 然后一路跟着导航的指引 两人终于到了封城火葬场 奇特的是 看门的老头 跟东海火葬场的那个看门老头 一模一样 夜香吃惊之余 依旧听老头 续道着注意事项 而进入洞天福地后 眼前的景象 的确有些不一样了 之前夜香进入的时候 是从岛屿的南面进的 现在是从北面 所以 能看到的景色也不一样 在这个方向上 能更清晰地看到太虚 夜香看着太虚 愣愣地出神了好半天 太虚的样子太像星环了 向前看不到头 向后也看不到头 石妹没等夜香发问 边开车边说道 太虚将所有的洞天福地 都笼罩其中 以自身作为所有洞天福地的屏障 只不过2012年的时候 玉外天魔反扑了一次 有十几个洞天福地陨落了 而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末日传说 说几年后 凡人世界会爆发世界大战 最后会导致凡人世界灭亡 同样会波及到洞天福地 现在一些超大的宗门 已经开始制定计划 以应对可能到来的世界大战 夜香听到这里 终于明白 封城夜家为什么这么吃香了 如果真的像预言中一样 世界大战爆发 某些国家动用了核武器 那么这些洞天福地 还真的有灭顶之灾 而在这个不确定的前提下 那些宗门 门派和家族 目前最应该做的 就是进行人才筑备 积极准备应对 两人就这么聊着 很快就到了租住的小院 路上他们还听到了 一些关于天节牧丹的传言 不过经过六七天的时间 更多的人并可相信 这个传言是假的 夜香听到后也没太在意 回到自己的小院后 他根本没有休息 更没有打坐 服务员白了这对母子一眼 不过下一刻 他就换了衣服嘴脸 因为服务员看到 这对母子的穿戴透着一股贵气 就像那女人脖子上的一串项链 虽然看上去非金非银 上面镶嵌的石头 也看不出有多名贵 可识货的人就知道 这条项链买是出自符文大家之手 拥有可以阻挡金丹镜公鸡的防护力 就这么一条项链 没有几千万修想买到手 因为这种项链 是有钱也买不到的法器 毫不夸张地说 这种项链 可算是法器中的领宝 但也是法器中最没用的法器 因为现在的修真戒中 高修位的修者 不能向下跨两个境界出手 而这种项链的使用者 一般在屈汇和开田 说白了就是 助击镜的看不上 开田和屈汇的 用了也白用 有人可能说 即使没有金丹的出手 不也能完全防住 开田和助击的进攻吗 不过这个女人是屈汇中期 有句话叫过了屈汇范围修真 屈汇镜之前的 只能算修者 因此 就算是开田镜 只要不是生死大仇 也不会跟屈汇镜的出手 除非有人花了大价钱 买这个女人的命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这个女人不戴这个项链 谁会想着要她的命 因此 这个项链就沦落到除了炫富外 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尴尬处境了 但服务员却这么想 拿出几千万买这条项链的人 手里肯定不缺钱 或许今天 她能在这个女人身上捞一笔 这样月底的提成 又会多出不少 因此 服务员堆起笑脸 说道 刚才的那位道友啊 她好像是屈汇镜 她的眼上没有表现出来 相反叶家就不同了 脸色顿时就黑了 邢雅娟看叶家想要说什么 下意识地拉了一把儿子 然后笑眯眯地说道 你没搞错吧 服务员文言愣了愣 不知道这女人为什么这么说 不由拿出自己的绿色令牌晃了晃 那意思是 老娘都开田进了 你居然敢质疑我的判断 邢雅娟尴尬的一笑刚想走 叶家却像是赌气一样 对服务员说道 刚才那人买的是哪套衣服 我也来一套 服务员微微吃惊 上下大量着叶家 说道 小道友 你才练气镜初期 那件衣服不合适你 如果你想要我推荐 我就要那件 叶家的眼神冷冽下来 毕竟她在凡人世界生活的时间长 在她的世界观中 只要有钱 任何人都能搞定 而叶家对于修为境界的差距 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正所谓无知者无畏 所以 她个小小的练气镜 居然对开田进的服务员 大言不惭起来 不过服务员不会跟她一般见识 只是看傻子一样打量了一下叶家 说道 你确定 确定 叶家很是笃定地说道 而在她心里 依旧是那个想法 叶家有的 她也要有 服务员微微摇头 拿出了一套负重为150公斤的运动服 对叶家说道 如果小道友非要买 我作为服务员 有必要给你一个忠告 平时穿穿可以 千万别穿着衣服修炼 叶家根本没听服务员的话 冷哼一下 一把抢过衣服 进了十一间 不长时间 叶家走了出来 看着身上的这套运动服 也没觉得什么地方好 但叶家既然要了 这套衣服 一定有她的好处 所以 叶家还是掏出银行卡付账了 服务员好不容易带到这种冤大头 更是没打折 直接以原价250万的价格刷的卡 而刚刚走出这家店后 叶家又想起了服务员的忠告 不免好奇地像衣服里 注入了一股真气 叶家练气初期 真气本就不多 但是击活一些简单的阵法 还是可以的 于是 真气没入衣服后 她直接扑街了 是真的扑街 整个人五体投地的 直接趴在了地上 一个路过的修者 没来得及反应 差点没踩着她的头过去 那修者过去后 还似笑非笑地调侃了一句 哎哟 真是个可爱的练气镜 不过你这五体投地的力也太大了 叔叔今天带的钱少 就不给你红包了 叶家最初是发猛的 可当她反应过来后 这才感觉到 身上像是压着几百斤的东西 她想爬起来 可是射了好几次都没能起来 邢雅娟看到儿子这样 不由微微摇头 走过去在衣服上一抹 瞬间抽走了衣服阵法里的真气 这才让叶家站起来 而后邢雅娟看了看衣服 不由微微动容 这是一件负重150公斤的衣服 而刚才 她是看着叶香穿着离开的 如果说叶香没有激活阵法 她根本不信 毕竟在这里买衣服 要么是为了防护 要么是为了辅助修炼 叶香不可能不考虑衣服功能 就出手买下这套衣服的 叶香笑眯眯地等待着 邢雅娟的答复 其实她根本不想要回那三个亿 她最终的目的是 回归叶氏集团 毕竟那是父亲的心血 落在这对母子手中 叶香很不甘心 邢雅娟此刻看向一脸猛逼的叶家 脸色被气得发青 但她很快冷静下来 在一番思索后 邢雅娟说道 最后还款日期是什么时候 叶香翻看了一下合同 笑着说道 三个月后 邢雅娟深吸口气 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 说道 十天 十天后 我会一分不少地 把钱全还了 叶香拿着欠条和合同的手 在胸口一晃 欠条和合同就消失了 很好 十天后 我等你的消息 叶香这么说着 突然又想起什么 有问到 是洞天伏地里的十天 还是 邢雅娟气得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好半天才说道 当然是外面的十天时间 叶香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很好 严毕叶香上车离开了 留下了邢雅娟 和叶家两人 啪 邢雅娟一巴掌抽在了叶家脸上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能不能争气点 三个亿 你是怎么想的 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家怎么可能想得起来 那天他带人打砸小凤祥金殿后 被赶来的巡捕队 清空了当时的记忆 现在 他什么也想不起来 而且 巡捕队的在施展 清空记忆的术法时 还留了个小小的后遗症 就是 一旦被清空记忆的人 试图在外界的刺激下 回忆起当天的事情时 立刻会出现全身抽搐的情况 这感觉就像是犯了杨角风 叶家被老妈打了这一巴掌后 脑子里还在努力回想着 结果 他当场抽搐起来 双眼翻白口吐白沫 整个人直挺挺的道地不省人事了 邢雅娟还以为是因为 他一巴掌把儿子打成这样的 当时就傻了 哭喊着拨打洞天伏地的急救电话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叶香和石妹回到家后 叶香立刻进入修炼状态 在有了150公斤的负重后 叶香发现 修炼的速度快了不少 在30多招后 他丹田里的真气就空了 不得已之下 叶香就地打坐恢复真气 石妹就这么看着叶香的修炼 眼中一彩连连 她现在都想 把叶香介绍给师父了 让师父收她做第11个弟子 这样 她就有失地了 如此想着 石妹回到房间里 继续对叶香的修炼方案进行修改 因为她发现 叶香的修炼速度奇快 就像刚才这段时间的修炼 叶香这种利用炼体方法 进行筑机中期 修炼的方式 让她修炼的速度 赶上了普通修者驱慧期的修炼速度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 叶香现在的真气量和丹田大小 但是就目前看来 叶香以驱慧镜 做到了驻基静修者 都不能完成的炼体修炼 足可以证明 她的丹田和真气量 至少是普通驻基修者的两倍 而具体是多少 石妹相信 只能比她猜测得多 而且叶香可是吸收了两颗天结牧丹 如果叶香现在的真气量 可以激活天结牧丹的话 那么她就有可能在短时间里 进入金丹修为 想到这里 石妹就有些激动 毕竟在修真界的历史上 前两个得到天结牧丹的修者 都是在金丹出现之后得到的 最终天结牧丹 只能成为金丹的养料 而现在 叶香是在炼器进吸收的天结牧丹 并且将天结牧丹炼化进丹田 只是天结牧丹炼化的第一步 史书上记载 天结牧丹的炼化 还有第二步 那就是天结牧丹的甲丹炼化 不过甲丹的炼化 其实石妹不知道的是 叶香现在对修炼的认知 就像是在玩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最大的特点就是 在现有的规则下 尽可能地让游戏角色 获得最强的战斗力 叶香就是这么想的 并且 她对境界层次上 也有了自己的理解 比如炼体镜就好比血量 炼器镜就好比法力值 而趋会镜就好比力量 开田镜好比精神力 助击就好比感知 至于金丹之上的境界 就好比敏捷 说白了 修炼到更高境界 在叶香的理解中 无非是提高个体速度 也就是敏捷 在叶香看过的境界解释中 境界差别中 最明显的对比 就是速度和反应 尤其是在从金丹镜开始 速度的提升 就更加明显了 因为从开田镜开始 修者就可以遇见飞行了 而到了金丹镜后 直接就可以遇空飞行 从借助道具短距离飞行 到金丹镜 不用道具直接飞行 不论从飞行速度上 还是飞行距离上 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方 离开洞天福地到了封城后 天色刚蒙蒙亮 叶香在洞天福地里 修炼了三天时间 整个人的精气神 都有了很大变化 路上开车的依旧是石妹 等他们到了封城市区时 刚好赶上早高峰 市区核心路段 堵车很严重 直到早晨九点 他们才到了和平酒店 不过 当他们一走入和平酒店后 就看到老大张楠 气呼呼地 正在跟前台交涉什么 叶香上前问过才知道 张楠老大本来预定的是 三天的客房 但是酒店方 以他没有交够三天的房钱 擅自把张楠的房退了 并且预定给了下一波客人 这种情况说不好听的 就是店大七客 最终张楠交涉无果 只能等中午十二点退房后 再找新的酒店了 不过还好 张楠二次面试是在明天 今天的安排 本来就是在封城游玩一番 在等待退房的时候 叶香他们 在酒店的卡座里 点了几杯咖啡聊天 期间大家说到 马上要大三了 接下来要面对的 是实习和毕业论文了 反倒是老大张楠 不用为这个担心了 毕竟 他如果进入武道学院的话 就要从东海大学退学 而后面的实习和论文 就不用写了 不过叶香对老大张楠 现在做的是很关心 毕竟他知道 张楠家很有钱 而且 张楠跟叶香很像 父亲去世 母亲改嫁 两人可谓同病相连 不过这次再见张楠 看到他开的那辆奔驰越野 至少也要两百来万 叶香就很好奇 老大张楠在做什么 于是叶香问道 老大这个暑假 你都在做什么 现在都混上大奔了 张楠文言神秘的一笑 说道 我要是说我家有矿 你们信吗 蒋国柱直接跳了起来 那感觉恨不得抱张楠的大腿 说道 我擦 老大 你才是真土豪啊 张楠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 说道 没那么夸张了 我爷爷 当年在矿业局上班 后来政策放宽后 爷爷从亲戚那里凑了一笔钱 租下了一座矿山 也就是这座矿山 成了我们家的第一桶金 后来我爸的时候 赶上了第一次房产大潮 开了一家地产公司 不过那时候 我们家不做地产开发 主要是做赔标 就是那种大地产公司拿地的时候 为了减少竞争对手 提前买通其他地产公司 到时候 只要跟着在土地拍卖中心 露个脸就行 不过你们可别 小看赔标 我爸曾经说过 赔标一次就有两万块 最多的时候 一个月能赔标十几次 这就是几十万的净利润 而且基本上没风险 就这么 我爸做了三四年赔标 直到他结婚后有了我 正好赶上地产业的第一次低谷 我爸又回到矿上 后来煤矿价格开始暴跌 我爸就从矿上离开 重新组织团队 开始起了地产公司 不过仅仅隔了一年 煤炭价格回暖 而且价格窜升得很快 我爸看到煤炭的钱更好挣 毕竟家里 是做这个起家的 煤炭方面的人脉关系和基础 都比地产公司强很多 于是我爸又回到矿上 可是 可是 说到这里 张楠说不下去了 他眼睛红红的 声音有些哽咽 一个一米八多的汉子 这一刻 眼睛都红了 平复了好长时间 他才说到 我13岁 已经是个小大人了 我记得很清楚 好像就是这个时候 我在家里跟爷爷过暑假 矿山突然有人跑来说 景下 发生了瓦斯爆炸 我爸和很多矿工埋在了 我记得很清楚 我爷爷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他握着我的手很用力 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好长时间 最后他说到 不惜任何代价救人 同时让人去寻补局报寻补 最后我爸就 听那些上来的人说 我爸在救援井打通后还活着 是他一再要求其他人先上去 他要到最后再走 可是 可是 谁也没想到 景下 发生了二次瓦斯爆炸 所有人都安静地听着 张楠抹了把眼泪 硬挤出个笑容说道 我爷爷说 我爸是英雄 我妈说 我爸是混蛋 后来 我妈带着我爸留下的所有钱跑了 还好爷爷手里 还有不少积蓄 最后 爷爷把矿山卖了 他带着老爸 留下的团队 开始在江市做房地产 说来也挺走运的 爷爷开始 做房地产的时候 正好赶上地产行业的上升期 房子几乎不等盖好就卖光了 我爷爷比我爸做生意稳 他一步步地把红建地产 做到了几十亿的规模 我这个暑假 其实就是在熟悉集团的内部情况 准备在大三结束后 完全接手集团公司 我爷爷快八十了 该让他一养天年了 卡座里安静下来 蒋国柱很敏锐的察觉 叶湘能看出老大张楠的顾忌 同时也发现自己忽略了一点 十妹是助击的修为 而对方是炼体径 说句不好听的 十妹对炼体径出手 会招来洞天伏地里的巡捕队 所以 十妹之前一直看她 就是想让叶湘出面挡下叶星云 可叶湘没想到这一点 直到十妹把她推出来 叶湘这才主动起来 于是 叶湘主动站起身 一把将十妹拉到卡座里面 然后她坐在叶星云面前 露出个灿烂的笑容 本想着叶星云被她和老大张楠对了之后 会立刻发怒动手的 但是叶星云却是微微一笑 说道 你们都是从外地过来的吧 嗯 我也姓叶 老家也在封城 你说 我算不算外地人呢 叶湘若有所思地想着 反问道 叶星云站直了身子 她有些诧异 毕竟明天就是武道学院二次面试了 而封城叶家 经过一百多年的开支散业 在其他城市 也有不少分家 而按照封城叶家的规矩 家族中人对外不对内 如果有任何人对自己人 或者分家的人闹出矛盾 封城叶家的人 将承担主要责任 参与者予以重罚 分家的人虽然也要受到处罚 但要比主家轻得多 不过最年轻的这代主家人 叛逆的厉害 并且很多人觉得 现在的封城叶家 还在用家族组长式的管理方式 着实有些老套古板了 所以最近两年 居然出现了几个胆大妄为的子弟 主动宣称脱离封城叶家 而这些人的做法 让叶家长辈很恼火 说什么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又要再来一遍了吗 不过叶星云知道 那几个主动宣布脱离叶家的家伙 好像都被废了 成了普通人 于是叶星云有些犹豫地看着叶湘 转头看向不远处卡座里的几人 善善地一笑 就这么走了回去 叶湘不可能知道 封城叶家的规矩 对于叶星云的突然离开 他只觉得 事情要不妙了 而当叶星云回到卡座后 卡座里一个 身穿黑色T恤加裤衩打扮的壮硕家伙 突然一拍桌子 猛然站起身 开口就骂道 不是所有姓业的 都是封城叶家的人 再说了一个分家的人 在封城拉着封城叶家的虎皮 吓唬主家人 你们不觉得可笑吗 星汉哥 坐下 坐下说话 叶星云并不恼怒 反倒是劝起那名大汉 同时对其他人说道 明天就是二次面试了 咱们就先忍一天 等面试结束了 家里的长辈也该走了 那时候 就算是我们出格点 能管我们的人 顶天是数百倍的 现在那些老祖宗在 万一有哪个动了真怒 可就不好办了 星云就是这样 做事情总是瞻前顾后的 就那捉人有什么 除了那个年纪大点的 另外两个一看手上就没功夫 咱们现在是四打三 叶星云不由皱眉 他有些后悔 带着这三个头脑 简单的家伙出来了 不由盯着刚才说话的家伙 行啊 星凡如果真的不怕 那你就打个头 只要你能把那两个普通人放倒 我们就出手对付那个手下 有点功夫的 怎么样 叶星凡普通个头瘦瘦的 顶着两个黑眼圈 样子还算看得过去 就是颧骨有些高 不过就他这种冰秧子样子 一看就是纵于过度的主 我不去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是双修入道 跟普通人没啥区别 叶星云文言不由咧咧嘴 而后看像坐在卡座最里面的那人 这人有些文质彬彬的 脸上还戴着腹精丝眼镜 可就算是这样 依旧无法挡住 这人阴狠的目光 星云 要不你去 就代表我去道歉 然后邀请他们吃个饭 先做两天朋友 等面试过了 咱们再动手 叶星云这么说着 而坐在最里面的叶星云 突然变了脸色 脸上的阴狠不见了 转而露出了一脸儒雅的气质 不过叶星云嘴里 却说道 一群土豹子 不知道修真为何物的家伙 不过我倒是 很喜欢戏耍这样的人 看他们一脸无知吃惊的样子 最后再一步步地被我玩死 想想都让人兴奋 说完 叶星云长生而起 目光看向了叶香那边的卡座 此刻正好与向这边看过来的张楠 叶星云对上了眼 很快 叶星云露出一抹儒雅的微笑 对着张楠微微点头 之后离开了自己的卡座 张楠有些意外 礼貌性地回了一礼 同时心中长出了口气 心想 总算是有个奖礼的家伙 不过 叶香看张楠放松下来的样子 不由回头看去 正好看到叶星云走了过来 但是他看到这家伙的瞬间 不由地皱眉起来 他也说不清楚 这是什么感觉 虽然叶星云面带和善的微笑 可是叶香总有被狼盯住的感觉 另外 他还感觉到 这家伙身上的气息 似乎比之前的叶星凡强了不少 你们两口子 不至于这样吗 就算再喜欢这泳池 也要换了泳衣再跳啊 叶香调侃着 全然不知 刚才他的表现太过惊人 而叶星云脸上带着笑容 嘴里说着大家注意安全 心里却在暗暗估算叶香的实力 因为就在刚才 叶星云根本没看清 叶香是怎么过去的 只感觉眼前一花 叶香就出现在两人背后了 其实叶香自己不知道 他炼化了天节牡丹后 外人很难通过 真气和气息的波动 来判断他的修为 十妹也是通过 旺气术 才能看清叶香的修为 如果单凭气息和真气的波动 叶香几乎与普通人无异 高手 叶星宇在心中暗暗想着 而这时候 张南从卧室里出来 说道 大家赶紧收拾行李 叶星宇老弟还等着呢 叶香文言推了一把蒋国柱 说道 带着你老婆 赶紧收拾一下 咱们还要去吃饭 十妹和叶香自然没什么东西收拾 她们之前一直在洞天福地里 之前的房间根本没住 而此刻叶香看到叶星宇腰间 挂着一块白色的令牌 故作好奇地问道 星宇老弟 你腰间这块玉佩挺别致的 是什么玉座的 叶星宇低头看了一眼腰间 不由俱傲地说道 这个吗 是封城叶家 代表个人地位的令牌 虽然这种方式有些老土 不过只有拥有令牌的人 才算是封城叶家的核心子弟 叶香文言故作吃惊与羡慕地说道 真的呀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居然已经是封城叶家的核心子弟了 果然是英雄少年 能认识星宇老弟 还真是我们的荣幸 听到叶香和叶星宇的对话 张南心中一阵的激动 毕竟他来这里 就是为了跟封城叶家的核心圈子 搭上关系 没想到今天这妖巧 就这么遇到了一位 叶星宇被叶香这么一捧 脸上巨傲的神色更盛 恨不得把眼睛长到头顶上 不过 这是叶星宇却问道 不知道几位中 明天谁去参加二次面试 张南此刻说道 我 他们都是 我叫来的朋友 叶星宇文言微微点头 而后看向叶香 问道 叶香哥 你的实力也不错 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现在出事的第二轮刚开始 如果叶香哥能达到面试标准 就可以直接被录取了 叶香一听 心头就是一动 眼神不由看向永迟 他这才想到 刚才就讲国柱和何亚如的时候 似乎表现得有些夸张了 但那是本能反应 因此叶香没觉得有什么 现在想起来 才觉得不妥 毕竟从客厅到永池的位置 大约有十五六米 叶香之前 几乎是瞬间就跑了过去 我去参加考试 呵呵 还是算了吧 不瞒你说 我考上大学后 就对自己说过 以后再也不参加升学考试了 不得不说 升学考试太虐人了 叶星宇微微一笑 说道 我还是建议叶香哥考虑一下 我听星云哥说 你老家就在封城 或许咱们是一脉相承的一家人 如果你能考入五道学院 兴许就能像我一样 成为封城叶家的核心子弟 叶星宇是看着张南说的这番话 叶香明显察觉出 这家伙的用心 果然张南动心了 并没发现这番话里的漏洞 而是对叶香说道 老三 要不你试试 万一过了呢 叶香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直接查开话题说道 好 我考虑一下吧 不过我是真的饿了 还是先去吃饭吧 于是 一行六人离开和平酒店 在封城郊外的一家 名为帝王烧烤的 露天烧烤殿下车 走入其中肉香四溢 闻之让人食指大动 不过何亚如却有些反常 闻到烧烤胃后 总想反胃 众人不明白 为什么 只能让蒋国柱带着他离开 装的 就在蒋国柱和何亚如离开后 石妹突然说道 叶香不明白 放慢脚步落在后面 跟石妹悄悄低语道 你怎么知道 石妹脸色不好看 似乎不想多说什么 但还是说道 何亚如是装的 你知道就行 叶香觉得 石妹对何亚如的敌意很大 心中很势不解 你好像对何亚如很有意见 石妹闻言却闭口不言了 突然叶香像是想明白了 在石妹耳边低声说道 何亚如是 修者 石妹依旧不语 而是白了叶香一眼 这让叶香很吃惊 这可是石妹第一次因为她生气 而且是第一次拒绝回答她的提问 帝王烧烤的占地很大 走入其中之后 随处可见巨大的烧烤架 每个烧烤架高度 大约都在三米到四米之间 在烧烤架的一端 一般都有水泥累气的楼梯 方便厨师上下翻动烧烤架上的肉 很快 叶星宇带着他们到了一个烧烤架前停下 叶星宇先把张楠请了 你在哪 叶香困惑地站起身就向外走去 因为她从电话里能听到那边的声音 似乎很嘈杂 而此刻叶香所在的蒙古包外 也传来嘈杂的吵闹声 似乎是旁边的蒙古包里发生了什么 许多人在争吵 这些声音跟手机里的声音很像 突兀的一声狼嚎响起 而后就是一片尖叫声 以及杂乱的脚步声 叶香刚刚走到门口 就感觉身边一阵香风飘过 回头看去 原本还坐着的石妹不见了 这让叶香心头一紧 也不顾得隐藏自己的实力 身形一闪消失了 蒙古包里所有人都有些发猛 尤其是张楠看着叶香和石妹 突然消失的身影 愣愣地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而叶星云和叶星宇他们对视一眼 眼神中都露出惊骇之色 虽然他们不知道 叶香和石妹的修为境界 但看他们的行动速度就能明白 绝对在他们之上 尤其是 那个叫石妹的 根本就是突然消失 如果不是蒙古包的门帘晃动了一下 其他人根本不会发现 他已经离开了 又是一阵狼嚎 声音中带着怒意 之后就传来一些人的惨叫 叶星云他们大惊 全都出去查看情况 别人不知道 他们可清楚 帝王烧烤 是封城叶家专门为自家人开的 这里烧烤的 都是一些非常罕见的灵兽 为的是让封城叶家的子弟 能通过进食灵兽 继而进入炼体境 而叶星云之所以把叶香他们带来这里 主要还是想着 让叶香和蒋国柱 也成为炼体境的修者 毕竟 根据修真界的规则 修者是不能对凡人出手的 当然封城叶家势力很大 即便是出现这种情况 叶家内部也就消化了 不过这两天有些特殊 为了保证武道学院的出事 和二次面试 能够顺利进行 叶家请来了洞天府地里的巡部队 所以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才做出这个决定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叶香和石妹的表现 的确是太惊人了 蒙古包外 整个帝王烧烤员一片混乱 一个个巨大的烧烤架被推倒 而在不远处 一头身高四米多的怪物 正在到处搞破坏 此刻叶新鱼走到叶新鱼身边 说道 那个叶香的修为在我之上 想必已经是屈会镜 而那个石妹我根本看不透 只不过在来的路上 我无意间看到 她的腰间 有一枚红色的令牌 这说明 她的修为至少是助击 叶新鱼心头一跳 惊疑不定地问道 这么说 我们根本没有机会了 叶新鱼微微点头 又说道 之前帮他们安排房间的时候 我看到叶香的身份证 是东海的 我想 很有可能是二十年前 那个为了女人脱离叶家的家伙 叶新鱼疑惑起来 尼难道 那个人的儿子 好像也是恋气静 叫叶家 这个我在大伯那里看到过资料 所以 应该不是这个人 叶新凡此刻哆哆嗦嗦地喊道 新鱼 那是什么 不会是青狼吧 此刻一名老者突兀出现 飘然落在四人身边 神情严肃地说道 你们几个家伙 速速离开这里 这可是 一头化形器的青狼 四人回头一看 结实一惊 而后拱手行李 太爷爷 老者闻言皱眉 锅躁 还不快走 于是 四人灰溜溜地向外跑去 而在他们身后 那头巨大的青狼 在帝王烧烤里不断地肆虐 不知道打伤了多少人 但这种级别的混乱 已经不是他们能插手帮忙的了 至于今天宴请的客人 那就请他们自求多福吧 蒙古包里 张南被帝王烧烤的服务人员 拉了出去 让他随着人流离开了 而在另一边 叶湘找到了精神恍惚的蒋国柱 一把拉起 他向外走 便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你女朋友呢 一提到女朋友三个字 蒋国柱就开始全身发抖 嘴里更是低声呢喃着 怪物 怪物 雅如是怪物 叶湘心头一惊 联想到十妹之前古怪的话语 继而看向了远处 正在大肆破坏的青狼 不由咽了咽口水 其实叶湘不是被吓到了 而是他想到了 蒋国柱上学期的表现 没事就带着何雅如去宾馆 他们肯定不是 去交流学习经验的 而一想到 蒋国柱曾经上了一头母狼 那感觉 那画风 简直不忍直视 好不容易把蒋国柱 拉出帝王烧烤 将他塞到车里 叶湘转身又冲了进去 因为跟十妹双修过 叶湘能从杂乱的 真气波动中 锁定十妹的位置 他家下 老超人叶太如大笑着 一把将叶湘拉入怀中 大巴掌拍着叶湘的后背 笑着哭了 十妹有点猛 这时九师兄叶星空飞了过来 落在他身边 脸色很难看地问道 十妹 他是谁 他 十妹不解地看着叶星空 我老公啊 什么 叶星空的脸色几乎扭曲了 他觉得自己听错了 老公 你结婚了 十妹莫名其妙地看着叶星空 之后才把他度久久天节 最后一节被叶湘分走一半 勉强度过天节的是说了 十妹对于九个师兄 是没什么提防的 除非其他人像三师兄一样 对他咄咄逼人 暴露出想跟十妹双修的想法 否则十妹是不会说谎的 叶星空文言很是震惊 如果不是封城叶家的武道学院 对外招生考试 他也不会提前从香格里拉结束 是练回来的 可一回来 就听到十妹跟别人双修了 而且还同居在一起 相互间老婆老公地叫着 这让叶星空很抓狂 毕竟他们师兄弟共识人 只有十妹一个女生 本想着肥水不留外人田 所以九个师兄弟 暗中做了很多较量 但十妹对这些师兄弟的反应都差不多 唯有这个九师兄 叶星空有些厉害 十妹平时跟他的交流最多 因此 其他师兄都说 最后肯定会便宜叶星空这小子 也正因如此 三师兄周易 赌气离开了 而叶星空 也一直把自己当作 十妹的男朋友自居 无时无刻不准备着 有一天 十妹会答应他双修的请求 可是 十妹居然跟一个 屈慧镜的蝼蚁双修 那可是蝼蚁啊 叶星空的内心是崩溃的 他怎么也想不到 十妹会如此自甘堕落 唉 这不是星空吗 过来 过来 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老超人叶太如 笑呵呵地对叶星空招手 全然没看到叶星空拉得比驴脸还长的脸 叶太如在封城叶家 是出了名的疯子 平时就在封城待着 却不管家族的事 这次或许是老头正好在这里 所以才出手的吧 不过叶太如叫他 叶星空还是要做出晚辈应有的回应的 三太爷 你叫我 叶星空挤出个笑脸 来到叶太如身边 恭敬地拱手说道 叶太如微微笑着 然后一把将叶香推了出来 说道 这是叶香 你素素奶奶的儿子 嗯 你应该叫他舅舅 快叫舅舅 叶星空嘴角抽了抽 嘴巴颤抖 嗓子发紧 他是真不想喊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舅舅 可疯子叶太如的大名 他是知道的 毕竟叶太如是 曾经在金丹初期打败过原因的人 虽然脑子不清醒 可如果把他惹生气了 叶星空可不想被一个疯子追杀 舅 舅舅 叶星空喊了出来 可这感觉像是吃了一双臭袜子 非常不好 就在这个时候 之前让叶星云他们离开的老者 欲空而来 缓缓地落在叶太如身边 老三 你怎么来了 叶太如回头一看 不由笑了 一把拉过叶香 乐呵呵地说道 大哥呀 你看看 你看看他是谁 素素的儿子啊 哈哈 老者不由皱眉 看着叶香师的表情很势不善 说道 哦 他是叶素素的儿子 如假包换 听叶太如这么说 老者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声音低沉地说道 也就是说 他是老五的儿子 叶太如闻言 突然收起了笑容 恶狠狠地说道 老五是父亲的干儿子 素素是我的干女儿 两人之间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当年他们情投意合 完全可以在一起 是你和其他兄弟反对 才逼走了老五和素素 老者是现在的叶家家主叶太亨 修为金丹巅峰 仅差一步就到原因尽了 此刻叶太亨冷着脸说道 叶琳跟你我平辈 就算是跟素素生了孩子 星空也不该叫他舅舅 而是应该叫爷爷 叶星空在旁边听着 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叶香 尤其是石妹 还像个丫鬟一样 毕恭毕敬地站在叶香身后 更是让叶星空气的肺都快炸了 可是老太爷和三太爷都在这儿 根本没他说话的份儿 更气人的是他还不能不声不响地走 于是他就只能看着这一幕 兴许老太爷 还有可能让他喊那个叫叶香的爷爷 不能忍 忍不了 可是不得不忍 叶星空气的全身发抖 站在那里 就像个病秧子在打摆子 家族 有家族的规矩 就好比这个叶香 如果让他进了家族 你准备给他什么辈份 你该让他叫你叔叔 还是老爷 听叶太亨的话 叶香快笑叉气了 虽然心里也不好受 但他从来没想过 他在叶家的辈份如 叶太儒似乎知道他们要来 露出一抹温和的微笑 说道 星空是不是快杜结了 叶太亨看了房间里的其他人 想要开口却没说话 就这么站在门口 叶太儒不由摇头 说道 叶香 十妹都是修者 杜结这种事 没必要隐瞒 至于这位 他就是个练体静 杜结这种事 也没必要隐瞒他吧 毕竟他的修为 想要在天结的时候搞事情 是不可能的 叶太亨闻言 这才迈步 入房间里 叶星空紧随气候跟了进来 而十妹此刻说道 九师哥 如果你要杜结 为什么不回香格里拉 几位师兄多少都能帮你的 叶星空低着头没说话 他的嘴角微微露出一抹冷笑 而叶太亨看向十妹 不由微微点头 然后对叶太儒说道 其实我是来找十妹的 十妹有些意外 不解地问道 找我 对 叶太亨点头 继而严肃地说道 你们是同门师兄妹 我就不绕弯子了 其实星空的天结是九九天结 这样的天结我完全可以帮助星空的 这样不但我的金单可以得到提升 星空也能顺利度过天结 但这里有个问题 那就是 天结之力 如果被过多地分走 对于星空最后的结单质量 会有影响 所以 我想让你帮一下星空 十妹的脸色不好看 微微地向夜香身边靠了靠 手跟夜香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就是双修吗 通过在杜结前的双修 将我现在的修为 硬生生提升到杜结的水平 然后当九十个杜结的时候 我的天结也会被引动 这样就会出现两个九九天结 到时候 你们可以邀请多名金单修者 一同帮助我们杜结 这样看似分走的天结更多 但两个九九天结的能量 并不是一加一这么简单 所以只要顺利度过天结 最后九十个的金单质量 都不会有太大变化 我说的没错吧 夜太恒微微点头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你同意了 不同意 十妹紧紧地握着夜香的手 说道 我是有老公的人了 怎么可以跟其他男人双修 其二 我已经度过一次九九天结了 只不过金单丢失了 现在如果再次修炼到杜结的程度 我也不敢保证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所以我不同意 夜太恒很是奇怪 不过目光却落在了夜香身上 可越看夜香 他就越觉得奇怪 表面上看夜香顶天区 会晋中期的修为 但夜香向外散发出的气息 却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这种收敛气息的程度 可不是区会晋能做到的 夜太恒不免皱眉 正待要再说些什么 夜星空却开口了 十妹 咱们一起修炼这么多年 难道你就不愿帮我一次吗 夜星空不解地看着十妹 心里却有些吃惊 原来的十妹可不是这样的 之前跟十妹一起修炼的时候 十妹都是那种 有求必应的小丫头 纯纯地看上去没什么心机 所以夜星空才请老太爷过来 以封城夜家家主的身份 想让十妹被迫答应下来 虽然她知道夜香的存在 但一个区会晋的家伙 能在十妹心中有多大分量 说白了 这就好比亿万富翁和穷人的区别 夜星空觉得 十妹对夜香的情感 无非是少男少女之间的 幼稚感情而已 可是十妹在听了这个建议后 居然果断拒绝了 连想都没想 而十妹听着夜星空的话 依旧是微微摇头 说道 你妈对你 比我对你更好 难道你要跟你妈双修吗 夜太亨文言不由皱眉 夜太如却是觉得好笑 脸上露出一抹精彩的表情 夜香这一刻突然觉得 十妹的脾气 似乎在一点点的变化 这丫头表面上看上去很单纯 实际上 她应该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性格 现在受到外界的逼迫 十妹反而不压抑性格了 直接露出了本来的样子 这句话对的还真让人无语 十妹你 夜星空怒瞪双眼 一句话说了的开头 后面的却说不出来了 其实十妹说得不错 在一起修炼的时候 她是对夜星空挺好的 但那是一起修炼的时候 你总不能觉得自己肚结困难 就想着让十妹陪她上床吧 夜星空提出这种要求 实在是太无理了 也怪不得十妹说话难听 而夜太亨似乎不想放弃 直接看向夜香说道 既然如此 那么夜香你能不能答应啊 我是说 如果你能答应 我就让你父亲 恢复在封城夜家的身份 同时也承认 你在封城夜家的身份 夜香文言 一把搂住十妹的肩膀 悠悠然地说道 这话好不要脸 这感觉像是孙子求爷爷说 我 说到这里夜太如 就显得不高兴起来 但还是继续说道 小林子太实诚了 在度劫前就跟素素求婚了 还是当着很多夜家人的面 当时我大哥 二哥 四弟的脸就拉了下来 那个年月说开放也不算开放 再说了 如果按照夜家的辈分 小林子是素素的武叔 这本就有被伦理 不过当时并没在意 我也没想那么多 就是考虑着找个机会 跟素素断了这妇女关系 也好让小林子 在家族里说得起话 后来天结临近 我问小林子的天结情况 小林子告诉我 好像是八九天结 说实话我吃惊不小 因为1999年之前 七九之上的天结 已经有将近200年没出现过了 于是我去找父亲 说了小林子的天结 可是我父亲却问我 小林子和素素的事情 当时我觉得没什么 于是就直说了 父亲也没说什么 就说他考虑一下 说到这里 夜太如的拳头握紧了 可是我没想到 一直到天结来的那天 父亲依旧没有出手相助的意思 可我不能看着 小林子送死啊 但是父亲 却在天结开始的时候说 如果我去的话 就没我这个儿子 我没去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小林子居然自己扛了过来 那可是八九天结啊 而且当时是在夜家度节 小林子根本没想过 会有人偷袭 就这么大大方方的 任由金丹在丹田中凝结 可就在丹城的瞬间 老四突然扑了出来 一掌拍在了小林子的丹田上 而后我就看到 老四从小林子的丹田里 把金丹取了出来 紧跟着老四 就一口舌尖血喷了上去 然后吞下了金丹 震惊 夜相没想到 父亲当年居然经历过这种事情 而他心里却没有愤怒 仅仅是震惊而已 他知道 现在的他就算是愤怒 也无法给父亲报仇 他要将这份仇恨 化作修炼的动力 他要好好保护自己 直到自己有能力 为父亲报仇为止 夜太如此刻全身发抖 夜相没想到 老人现在说起这件事 依旧气得全身发抖 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老四本就是金丹修为 但却是五九天节节丹 不过他吞下那颗 八九天节的金丹后 两颗金丹融合 就能让他拥有一颗 无限接近九九天节的金丹了 但这样做也太卑鄙了 要知道 损人修为犹如杀人父母 可当时在场的 还有我的父亲 他就这么看着这一幕的发生 没有阻止 也没有斥责 而是默默看完后 就这么走了 结成金丹时 若是金丹在行程的瞬间 被人夺走 杜劫的人 当场就会修为全废 再后来 父亲给了小林子一笔钱 就让他离开了夜家 后来 素素也不告别了 我知道 他跟小林子走了 从那之后 我也搬出了夜家 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夜相依旧没说话抿着嘴 此刻他也说不出 心里是个什么感受 可能正是因为父亲的修为被废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他吧 叶太如平复了一会儿心情 继续说道 不过还好 小林子离开后跟素素 正式结婚成为夫妻 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大概也就隔了一年吧 就有了你 你出生后 我悄悄地去过一次东海 当时的你 肉嘟嘟地老可爱了 我抱着你的时候 你的小手始终抓着我的手指 我当时就在想 算了 反正有情人终成眷属 还有了这么可爱的孩子 以后就这么了此一生 也不枉一桩美谈 可是事与愿违 到了1999年 玉外天魔入侵 天魔利用超大阵法 将整个地球的灵气抽干 天下的修者 为了反抗玉外天魔 全都参与了这场战争 当年的战争很残酷 由于灵气被抽干 修为低下的修者 都会主动献出 修为给修为高的修者 可是 素素他当时已经有了你 自然不肯放下你去参战 所以就没去 可就是因为这个招来了恨火 说到这里 叶太如的眼睛红了 叶香的心也提了起来 因为他马上就要知道 事情的真相了 还是老四这个混蛋 不但夺了小林子的金丹 他还 在战斗中负伤后 找到了素素 吸干了他的修为 最后一剑杀了他 啪 叶太如说到这里 一掌拍在了身边的苹果树上 紧跟着苹果树 直接断成两段 上半部分远远地飞了出去 叶香此刻也无法压抑 心中的愤怒了 双手握拳 指节发白 老四当年夺了小林子的金丹后 修为精进得很快 当年域外天魔一战后 就已经到了金丹巅峰 眼看就要原因了 叶太如说到 这里微微停顿了一下 而后说到 他杀 叶香和叶太如面面相去 不知道两个大男人 为什么叫得如此凄惨 如果不仔细听的话 还以为是女人在叫 不过仔细一听 又像是两个二姨子在叫 叶太如不惜有人 在他的房子里乱叫乱喊 于是一撩他的超人大厂 直接推门而入鹤道 叫什么呢 让人给淹了 还是怎么垫 啊 不喊这一下还不要紧 喊了之后 两人叫得更销魂了 叶香觉得不对劲 快走几步 到了张南和蒋国住在的房间 开门一看 叶香也不由惊呼一声 因为房间里有一头青狼 身形庞大 全身是血 就这么全躯在房间里 几乎要把整个房间给塞满了 而张南和蒋国住 就蜷缩在角落里 像是受了欺负的小女孩一样 瞪着大大的眼睛 嗓子里发出类似女人的尖叫 啊 啊 叶香觉得太刺耳 不由捂住耳朵 再看两人 他不由乐了 因为 两人像是排练好了一样 很有节奏的 一声声的尖叫着 不过叶香还是一眼 就认出了那只青狼 这就是之前在帝王烧烤闹事的家伙 也是蒋国住的女朋友何亚如 闭嘴 突兀的叶太如 一声爆喝后 两人终于闭嘴了 而后叶太如闪身来到青狼的头部仔细查看 叶香也走了过去 这一看不要紧 叶香皱起眉头 青狼的额头上 有着一个月牙形的口子 看上去像是用铁锹给铲的 白森森的骨头露在外面 血染透了半张狼脸 不过叶太如却是微微 看向青狼的下腹 不由的就是一愣 饶有兴趣地看向蒋国住后 对身边的叶香小声说道 这狼是公的 叶香不由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用手比划了一下 说道 那他们怎么 做呀 叶太如却是高深莫测地笑了 依旧小声地说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 妖之所以为妖 就是因为他们非男非女 只分公母 也就是说 他们如果想做女人 那就是女人 如果想做男人 那就是男人 叶香文言张了张嘴 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同时用怜悯的目光 看向蒋国住 心中暗叹 这老四也太倒霉了 你们两个瞎叫什么呀 此刻石妹的声音传来 透着不耐地出现在门口 可一眼看到青狼后 她的脸色就是一变 叫了一声 怎么伤得这么重 说着就跳到狼头前 手中变魔术般地 出现个白瓷瓶 之后 石妹从瓷瓶中 倒出一颗黑乎乎的药丸 直接掰开狼嘴 就塞了进去 嗚呼 药丸入口 青狼口中发出一阵低吼 而后身体 就开始轻轻地抖动起来 不多久 微弱的呼吸 开始变得有力 居然还传出了轻微的憨声 睡着了 叶香不由看了看石妹 她对刚才的丹药产生了兴趣 不知道是什么丹药 居然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同时也对这头青狼的毅力表示敬佩 因为伤得这么重居然 还能睡着 果然有二哈的前置 不过等叶香再看青狼 不由地愣住了 只见青狼的体型快速地缩小 最后变成了一般成年狼狗的大小 而且身上的毛发灰白相间 看上去很像哈士奇 并且 狼头上的那个月牙 更让这头青狼多出了几分帅气 就是帅气 毕竟这是一头公狼 不过现在看这头青狼 怎么看怎么像哈士奇 一点狼的样子都没有 此刻叶香又看向蜷缩在角落里 跟张楠抱在一起的蒋国柱 叶香笑了笑走了过去 老四 老大 你们没事吧 听到叶香跟他们说话 最先缓过来的是张楠 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 这是刚才那头狼 蒋国柱更是一把抓住了叶香的胳膊 老三 救我呀 救我 刚才 就在刚才 这狼说人话了 他说 他是我女朋友 叶香古怪地一笑看着他 微微点头 说道 老四啊 他说的没错 他就是你女朋友 嘎的一下 蒋国柱一口气没上来 眼睛一翻 直接晕了过去 叶香看着晕倒的蒋国柱 不由叹息一声 把他抱回到床上 而这个时候 张楠有些尴尬地笑着 一时间想说什么 却又不好意思说 叶香看他表情古怪 不由调侃道 以前在宿舍里 不是吹自己当过巡捕吗 还说什么 当了五年的巡捕 才知道什么是男人 老大 你刚才的表现不像是 哎 话不能这么说 我不是被这头狼吓的 我是被老四掐的 你看我这胳膊 都给 叶太如看着叶香的囧态 不由哈哈笑了起来 接儿说道 不逗你这小犊子了 你们私底下怎么论备份 是你们的事 行了 先这样吧 折腾了大半天了 你们都休息一下 等那个讲什么来着 醒了 通知我 老夫现在要去叶家露个脸 省得他们忘了我 掩蔽叶太如身形闪动了几下 之后叶香就看到了叶太如到了空中 再一闪人就不见了 我外公走了 老大说说你的问题吧 叶香笑眯眯地坐在沙发里 那条哈士奇般的青狼 主动卧在他脚边看着张南 张南咽了咽口水 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 艰难地说道 我有什么好说的 当巡捕时的那些事 有些还不能说 队伍里有规定 必须要五年以上 你可拉到吧 就你刚才的表现 根本不像巡捕 就算是吹噬寻补也不像 他就是一条青狼 再大也是青狼 有那么可怕吗 叶香说着的时候 十妹走了过来 坐在他身边 在他腰眼上掐了一把 叶香吃痛 反手也在十妹后腰上抹了一把 十妹的脸一下就红了 张南看他们俩这样 不由表情古怪起来 哎 我说你们不带这么撒狗粮的 早知道我 打住 至于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的事 咱们一会再说 我现在就想搞清楚 你到底倒没当过巡捕 叶香一脸无赖像 咧嘴黑黑笑着 张南无奈索性坐到沙发里 低头想了好长时间 才说道 事儿也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当巡捕师肯定当了 肯定是五年 百分百的吹是巡捕 说啊 叶香不耐起来 催促道 哎 我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吗 张南有点窘迫地说道 叶香狡黠地一笑说道 现在你说了 就只有我知道 如果等老四醒了 我外公再回来的话 那知道的人可就多了 张南有点小慌张 抹着额头上的汗 滴滴地说道 既然这样我说 我那五年是在打仗 在地下打仗 也是那个时候 我知道了修真者的存在 听到这里 叶香眼睛一亮 这才反应过来 之前不管是去帝王烧口 还是看到外公和叶太亨厚 张南似乎都没什么震惊的表现 地下战场 在哪儿 南极 张南很纠结地说出两个字 而后又不说话了 而石妹这是说道 2010年域外天魔的反扑 他们在南极兵盖下 重新打开了十几个小的空间门 我大师兄 二师兄 四师兄都去了 而其他师兄 要么修为太低 要么还未成年都没去 你说的是这个吧 张南听吃惊地看向石妹 良久苦涩的一笑 自嘲道 我还把这个当作秘密 现在才反应过来 自己都在修真者的家里了 这件事也不算什么秘密了 于是 张南彻底放松下来 说道 我是2010年下半年入伍 当时的招寻补年龄 不是按照年龄进行的 仅仅针对华夏的鼓舞世家进行征询补 其实 鼓舞世家与武术世家是不同的 所谓的鼓舞并不是现在大众所知道的那些太极拳 八极拳 八卦掌 行义拳之类的 其实 鼓舞只有两个大分类 气宗和体宗 并且 鼓舞的大部分招式都以一杀人为目的的 所以 鼓舞修炼着 一般不能参加明面上的那些拳击格斗比赛 因为练习鼓舞的人一旦真正出手 必须见血 当时跟我一起入伍的 还有我的几个叔叔 其实我爷爷不光我爸一个儿子 他还有三个儿子 他们当时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入伍后 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武器培训 以及一些简单的队列训练后 就直接坐飞机去了澳国 然后坐船到了南极 又从南极站坐潜艇到了海面下 最后是怎么进去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 潜艇里看不到外面 经过了两天的航行 潜艇在一片冰湖中浮出水面 停靠的港口也是用冰建造的 我和三个叔叔 以及其他的战友一起下船 那里有人等着我们 排队整理队列 我们就被带到了那种 像是艾斯基摩人住的那种冰房子里 那里可是真冷啊 暖和的时候也要零下三十度 最冷的时候能有零下八九十度 刚去的几天 好多人不敢睡觉 每天都有人因为急寒 产生身体过热的幻觉 脱光衣服后冻伤了 所以刚去的几天里 每天都人因为冻伤被送走 在哪里适应了七天时间 我们就被带到了第二房线 根据个人擅长的不同 我们这批人被分为了近战和狙击 我是近战 狙击是隐藏在墙一样的山崖上 只要趴在那里 就是好几天 我 三人站在门口 看着趴在蒋国柱身上的青狼 都露出一抹心灵神会的笑容 而后夜香轻轻地关上门 房间里蒋国柱的声音叫得更大了 裤子 我的裤子 你要干什么 那里不能吃 你这是 要我段子绝孙吗 我擦 这哈氏其风了 夜香和张南 躲在门口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石妹却是无聊地上楼了 封城夜家 在封城市区核心位置 拥有一座占地五百亩的大庄园 庄园内有着江南园林一样的景致 但在小桥流水间 也不失大气与磅礴 整个庄园的核心 是一座宫殿造型的八层主楼 这里就是夜家家主住的地方 同样也是夜家 找开重大会议和活动的地方 夜太如出现在主楼大厅的时候 不少夜家人都觉得眼花了 好长时间没有人认出他 最后还是一名侄子辈的认出夜太如 面带惊异地走到他面前 恭敬地说道 三叔您怎么来了 夜太如一身的黑西装 还戴着副茶色墨镜 孤傲地说道 怎么 我不能来吗 这人名叫夜永飞 本是夜太如二哥家的孩子 在这个家族中 夜永飞的为人 还算比较憨厚老实的 他没有其他夜家人的跋扈张扬 平时很低调 是个做实事的人 能 怎么不能呢 三叔能来 那简直是 夜永飞也有将近六十岁了 他孙子今年 也参加了五道学院的考试 此刻摆出一副讨好的嘴脸 让夜太如很是不悦 永飞 你也是当爷爷的人了 咱能不能有点骨气 而且 你也快惊丹了吧 拿出点大家族掌权人的样子来 以后我们几个老家伙 走了后 你们这辈人可就是家族的顶梁柱了 夜太如略带批评地说道 同时还不忘拍拍夜永飞的肩膀 表示我看好你 努力吧 然后夜太如就走向了直通顶楼的树井 瞬间消失在那里 树井是这座建筑特有的 这是一个直上直下的通道 里面有灯照明 这是夜家内一些达到金丹修为的人专用的通道 当然也是夜家人到达顶楼的唯一通道 也就是说 想要上顶楼兼家主 你最起码也要有开田的修为 保证自己能遇见才行 否则根本上不去 而在八楼的入口处 是一条长达十几米的走廊 在走廊的尽头 有专人把守 夜太如走入这条二十多年来 未曾踏入的走廊 过往的一幕幕浮现眼前 三哥 我真的喜欢速速 夜灵的声音响起 夜太如的脚步停下 扭头向身后看去 却再也看不到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了 继续往前走 夜太如脚步沉重 每次抬脚落下 仿佛都有千军重量 三哥 抱我 三哥 金丹 我的金丹 夜太如又听到夜灵的声音 如此的凄惨无助 却没有丝毫的抱怨与怨恨 此刻他闭上了眼睛 恍惚中 似乎还能看那个在天节中浴血的少年 还有被捂着的嘴的诉讼 没办法 不能违抗 这就是家族的规矩 我们都在家族内 只要你坐不上家主的位置 你就要任由别人摆布 夜太如豁然睁开眼 此刻在他的面前 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玉 老玉面容雌和 满脸的褶皱 堆砌出好看的笑容 满头的银发婉成发迹 一身的青布衣衫 朴素而又淡雅 是三啊 你好了 老玉说话很慢 但却透着一股力量 每个字就像垂在人心中一样 夜太如微微动容 居然向着老玉拱手失脸 说道 奶娘 您还在这里 奶娘贾婉婷 乃是叶家夜太如这一辈人的奶娘 他们一共兄弟四人 都是奶娘贾婉婷 把他们带大的 而上一任家主走之前 特地点名贾婉婷 作为这第八层的看门人 也算是给了这个女人最大的认可了 说白了 不管叶家最后是什么人当家主 贾婉婷都将八楼的主人 也就是说 她也是叶家的家主 贾婉婷微笑地看着叶太如 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和蔼地说道 三儿也老了 这么多年不好过吧 叶太如没说话 低着头身体微弓 呼吸有些急促 贾婉婷一把握住叶太如的手 轻声说道 别去记恨你父亲 为了叶家 她做了她该做的 当时她不那么做 老四的下场 你应该知道 毕竟那是她的亲儿子 太如 知道了 叶太如突然放松下来 当年的事情 她是知道内情的 她的四弟的确有些问题 但是老父亲不说 家里人也不敢多说 一个度过五九天节的修者 如果放在普通的修者身上 已经是很不错了 老三 你好啊 你瞒得可真好啊 怪不得 老四当年不抵免 叶太亨此刻感受到了危机 因为叶太如刚才离开的时候 刻意显露出 她拥有赤眼火丹的事实 摆明了 就是要向她发起挑战 而现在叶太亨最担心的是 叶太如突然发难 向她发起挑战 争夺家主的位置 虽然叶太如的金丹 只不过七品而已 可是赤眼火丹炼化后的假丹 也算是一颗金丹 两颗金丹的情况下 如果单纯的拼真气量 叶太亨没有把握拿下它 而叶星空此刻心中极度的厉害 她没想到叶太如有天节火丹 更想不到一个 才刚刚去会的叶香 居然有两颗天节牡丹 怪不得石妹不愿跟她双修 毕竟拥有两颗天节牡丹的叶香 在未来的潜力会更大 想比之下叶星空的前景 也就那样了 亡亡亡 噢噢 叶太如回到家里 就听到一阵狗叫的声音 好奇之下开门 却发现那条哈士奇般的青狼 正抱着蒋国柱的腿 不断耸动着 这一幕看上去着实搞笑 而叶太如之前在叶家 也算是出了口气 不但说破了叶太亨的想法 同时也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奶娘 这让她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好 哎哟 小家伙 你的小情人还挺年糊你啊 叶太如调侃道 而后坐在沙发里 笑眯眯地问道 信奖的小家伙 他们都告诉你了吗 你考虑好拜师没 蒋国柱一脸的尴尬 之前他们也听叶香跟她说了一些 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修真者 按道理说 这些应该出现小说里神话般的人群 所以她一直就是半信半疑的 最最重要的是 她之前因为受到太多惊吓 所以现在的她失忆了 仅仅是对今天到帝王烧烤后的这段 选择性地忘记了 叶香和张楠试探了很多次 这会是真的失忆了 嘴里还还不断地提起何亚如去哪了 叶香和张楠不得不编了地瞎话 说何亚如突然跟她分手了 然后就一个人离开封城回家了 不过他们说这些的时候 那头青狼的眼神像是要吃人一样 张楠更是差点背下地犯病了 现在听叶太如这么问她 蒋国柱反倒陷入沉思中 只有那头青狼不断地摇着尾巴 发出嘀嘀的叫声 像是很焦急的样子 蒋国柱看到青狼这样 时不时地推开狼头 起开起开 我去 这狗怎么回事 见了我跟见了亲人一样 叶香和张楠笑而不语 叶太如则是笑眯眯地看着她 等待着蒋国柱的回复 可是蒋国柱看看叶香 又看看张楠 始终没法下定决心 张楠等不及了 直接说道 我已经拜师了 你还犹豫什么 可张楠越是这么说 蒋国柱越是谨慎 很郁闷地说道 我怎么感觉 咱们掉进了传销哦 老大 老三你们下一步 是不是也要把其他人拉进来啊 张楠一阵的无语 叶香则是笑得肚子疼 不过他没有多解释 因为他看到外公叶太如 气定神闲的样子 就知道 他肯定有办法 又过了一段时间 叶太如终于不想等了 右手在他左手的 翠玉斑纸上一抹 一个硕大的金属手提箱就出现了 然后他很是熟练地打开箱子 直接转到蒋国柱面前 说道 拜师后 这些钱全是你的 一共两百万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蒋国柱的反应速度 那叫一个快 直接跪在地上 连连磕头起来 叶太如一脸风轻云淡地 笑着说了些什么 这拜师礼就算成了 叶香和张楠看着这一幕 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叶香更是说道 早知道这样 这两百万我出了 蒋国柱一把将箱子搂在怀里 傻呵呵地笑着说道 你要真给我 我不介意再拜你为师 叶香文言气地 踹了蒋国柱一脚 骂道 滚犊子 一点骨气都没有 蒋国柱反倒不以为然 笑着说道 你跟老大都是有些家底的人 我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上学 那是为了深造 我上学就是为了挣钱 所以 真正能打动我的 也只有钱 毕竟没有钱 我就无法在社会中立足 钱对于我来说 甚至是 放在亲情之上的 因为没有钱的 我根本不配拥有亲情 这一点 你们无法理解 但我要告诉你们 这就是普通人的无奈 叶香和张楠 被这家伙讽刺一顿 反倒没了反驳的理由 似乎这家伙说的 有几分道理 叶太如笑眯眯地 看着蒋国柱 不由微微点头 说道 真正吃过苦的人 才能明白 当下需要什么 才能明白目标的重要性 很好 这次进入洞天福地 是在晚上 两人什么地方也没去 直接去了租的小院子 到了院子里 十妹脸色凝重地走进房间 叶香紧跟其后 一脸都迫不及待 十妹在房间里坐下 这才说道 江星要把你练成傀儡 好成为她出窍境后的 原神附身的去窍 这话一出 叶香心头 犹如跑过一万头草泥马 彻底不淡定了 她想把我练化成傀儡 不是 这出窍境 必须要用傀儡吗 十妹微微点头说道 是的 出窍境 需要一个傀儡的最大原因是 原神出窍后 本身很脆弱 虽然威力强大 可一旦受到攻击 很容易魂飞魄散 如果原神附身在傀儡上 虽然会降低一些攻击力 但却能提高防御力 不至于被人击溃原神 其实出窍境的修者 一旦被击溃原神 就会直接失去所有修为 所以 在修真者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宁作万年元英 不作一天出窍 实际上从金丹开始 后面的修真境界 都是在最近2000年里出现的 那些上古和太古的大能 在金丹境修炼了不知多少年 也不知是谁一招迈入元英后 发现了元英的种种好处 之后 才有了更多的大能 进入元英境 可能是他们 在金丹修炼的时间太长 修为沉淀的较多 很快就有人摸索到了出窍境 而出窍境的弊端 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后来的大能们 继续向前摸索 终于找到了 元神附身傀儡的方法 其实在 《风神榜》的小说中 就有提到出窍境的特点了 比如江子牙的坐骑四不像 深宫豹的坐骑黑豹 这些坐骑其实都是他们元神出窍附身的傀儡 而《风神榜》的作者许仲林 也是修者 他的修为不高 仅仅金丹镜而已 他写《风神榜》 其实是在讽刺那些 修炼到金丹镜之上的修真者 嘲讽他们 修炼到金丹镜之后 反而暴露出更大的弱点 在与人对战中 畏首畏尾的样子 只不过 许仲林本身的修为并不精湛 大约在1945年前后 他就因为寿元好境 并逝于当时的中海 而身外化身境 就要更近一些了 大约是在宋朝前后出现的 当时出窍镜的大能 为了消除元神出窍的弱点 纷纷想办法 找到适合的傀儡 将傀儡修炼成分身 这个分身 就被称之为身外化身 拥有与修真者本身相同的修为 且心意相通 如此在对战的情况下 对方等于同时面对两个出窍镜的修者 其实 石妹说到这里 不由悠悠长叹一生 其实 1999年狱外天魔一战中 如果那些大能们 都是经单修为的话 通过他们几千年的修为沉淀 或许这期间 还会经历多次天节的淬炼 他们心许比身外化身境的他们 实力更高 当然这是我师父说的 他老人家很反对修者 进入出窍镜 用他老人家的话说 原因竟是一种新生 标志着修者可以从头再修炼一次 进而躲开天节的洗礼 靠自身意志 有方向的淬炼修为 但出窍镜 就连上天也看不过去 给他们降下原因节 好让他们清醒一些 所以师父说 修炼本就是一个轮回 从炼体静到金丹静 最多到原因静 然后再从头开始 一遍遍把自己之前 感觉到不足的修炼境界补足 当所有境界都达到完满境界后 那就是脱繁化仙之时 叶湘听着石妹的讲述 内心是很认同的 毕竟他在天节牧丹中 得到的传承 大体上与石妹说的是相符的 而且 叶湘但是看到到修炼到金丹后 并没进入原因境 虽然他看不出到 最后修炼到什么境界 但最后 他从那棵柳树中取得天节牧丹后 瞬间消失的样子 并不相识移动到其他地方 更像是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去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 也只有这样的解释 才能说明 修真经历几万年 为什么有修真鼻祖的传说 却并没有人知道 修真鼻祖的名字叫道 并且1999年之前 那些上古的 太古的大能们 也没有人说自己见过修真鼻祖的 现在仔细想来 应该就是这个道理了 倒在柳树下修炼不知多少年 最后所有境界圆满后 直接脱繁入仙 飞升离开这个世界 因此 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人知道到的存在 只有一些修者隐隐猜测到 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而已 不过按照石妹说的 初窍其实远远不如圆阴 而且 如果每个境界都能圆满的话 其实圆阴镜都是多余的 如此想来 叶香不由觉得好笑 既然如此 那么最近几千 年里 为什么如此多的修者 在度过天节后 拼命地冲击圆阴镜呢 只是叶香没问 而石妹此刻看着叶香说道 天节牧丹 现在已经被你炼化到丹田里 可现在的天节牧丹 还不是假丹 至于假丹的炼化 我还没找到办法 闻言叶香看了看时间 才发现 凡人世界 应该已经天亮了 也就是说 他之前不知不觉间 修炼了三天左右 一口气连续修炼三天 其中不用打坐恢复真气 叶香觉得他找到正确的方法了 因为就算是现在 随着他吐纳的同时 经脉会下意识地运行体内的真气 同时 从外界吸收灵气 这感觉就像是人的呼吸 无时无刻不再进行 但这一切 却不是刻意而为 全凭本能 叶香突然一把抓住了石妹的手 眼神暧昧地看着他 说道 想你了 石妹没有反抗 而叶香并不是真的想双修 其实他现在的身体里 像是憋着很多力量 他有种迫切的感觉 这股力量必须发泄出来 现在实在憋得难受 不过叶香看了看时间 该走了 于是 两人收拾了一下 准备离开的时候 叶香的手机响了 居然是欣雅娟打来的 想还钱吗 开玩笑 叶香才不会让他还钱 叶氏集团10%的股权 与三个亿相比 股权更有诱惑力 这次终于是叶香开车了 石妹脸颊飞红 精神奕奕的 不过看她的状态 似乎不太适合开车 因为石妹总是看着叶香的脸发呆 路上叶香开着车 石妹就这么看着她 终于叶香被石妹看毛了 问道 不是 你这都看一路了 怎么了 我脸上有花吗 石妹微微摇头 有些兴奋地说道 我的修为又到住机后期了 而那之前 我还是住机中期 叶香有些吃惊 平时石妹修炼的时间不多 现在的石妹跟在叶香身边 更多地像个家庭主妇 叶香平时的衣食起居 全是石妹在安排 真正留给石妹修炼的时间 寥寥无几 而住机的修炼速度是很慢的 石妹之前就说过 她也算是修真天才了 还在住机竞修炼了三年 至于她的师兄们 大部分都在五年以上 个别的都快十年了 其实从修炼的 进阶速度上来说 有些修真天才能在一年内 完成从炼体到开田的 同样的就算是笨蛋 只要能正常地快如炼体径 四年后也能达到开田巅峰 可想要从住机突破到金丹 平均年龄却在三十二岁左右 这就像石妹的九师兄叶星空 她现在应该有三十岁了 这才感受到天节将至 相反再看石妹的年龄 跟叶香差不多 却已经度过一次九九天节了 这么看来 石妹还真是修真天才 车子驶出洞天福地 向和平酒店开去 可手机又响了起来 叶香看去 依旧是邢雅娟打来的 于是叶香靠边停车 她跟石妹换了座位 这才接通了电话 什么事 叶香 你想报复我们 怎么做都行 就算你想用那张欠条 换集团百分之十的股权 也没问题 可如果因为你的原因 家家进不了武道学院的话 听你的意思 似乎是你的宝贝儿子 进不了武道学院了 叶香打断了她的话 略带调侃地说道 别跟我装了 那天在帝王烧烤 我见到你了 邢雅娟的话 让叶香很吃惊 而此刻邢雅娟继续说道 如果你不让家家进入武道学院 那么我就把叶氏集团 整个捐出去 叶香有些无语 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不过想来 就算是出问题 也应该是出在外公身上 这个老头做事独辟蹊径 兴许他就想到了邢雅娟母子 于是捎带手报复了他们一下 叶香揉了揉额头 说道 这大早晨的 你就跟我说这个 不过我是真的没出手 如果非要说 有谁跟你们过不去 我也不知道 不过 我可以回去问问 还有 你如何处理叶氏集团 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要捐就捐了吧 电话挂断 此刻的邢雅娟 住在和平酒店的套房里 叶家坐在他身边 依旧是一脸傲气地 低头玩着手机 天知道这小子 哪里来的自信 邢雅娟看着儿子 心里就窝火 难道真是自己 把孩子关坏了吗 这小子难道真不知道 他现在的一切 看似是他自己 通过努力得到的 其实在暗中 邢雅娟可是做了不少布置 每一步都有邢雅娟 在后面给叶家擦屁股 而反观叶香 从小表现出 沉稳内敛的性格 在大学的时候 更是隐瞒自己的家世 就算是遗产争夺的时候 如果不是邢雅娟 拿出那个乳窑的盘子 叶家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挣够一百万 那他就算是天才了 但是叶香却是 这儿八斤地 通过期货市场 把三千块 变成了一百万 邢雅娟惊恐地回过头 哆哆嗦嗦地说道 三师叔 那是你儿子 叶太如冷冷地看过去 正好看到叶家 满头满脸 是血的样子 可就算是这样 这货依旧带着那种 难以说清楚的巨傲感 邢雅娟微微点头 说道 当年师爷答应过的 可以让我的孩子 到武道学院修炼的 叶太如点点头 又看了一眼叶家 的确该去武道学院修炼 就他这样的去了 不是被打死 也得被骂死 邢雅娟还想说什么 可是叶太如 却带着其他人离开了 叶香留到最后 无奈地对邢雅娟说道 这下彻底搞清楚了 我没从中使唤 我外公也没有 所以 不想让叶家 进武道学院的另有其人 严毙叶香追了过去 只留下邢雅娟 呆愣愣地坐在地上 他是真的想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人 在跟他们作对 叶香追上叶太如后 叶太如对叶香说道 听说他们 把小林子的家产霸占了 你就不想要回来 叶香快走两步打开车门 然后跟着一起坐到了后座 依旧是十妹开车 而张南和蒋国柱 一起上了那辆奔驰越野 两辆车一前一后地 离开了和平酒店 路上 叶香这才说道 有什么办法 他们是按照遗嘱的内容 夺走的遗产 外公你应该明白 当财富到了一定规模后 法律对财富的控制 是很难撼动的 我总不能找人杀了他们 然后作为顺位继承人 夺回遗产吧 叶太如笑了 微微点头说道 是啊 凡人世界不是修真剑 凡人世界规矩多 不过你现在也去回境了 去回单是必不可少的 叶香被叶太如提醒之后 这才想起来 是该想办法搞去回单了 可看向正在开车的十妹 叶香有些犹豫起来 这时十妹说道 区回单的材料我这里有一些 不过还缺了几样 虽然这几样都可以买到 但价格都太高了 也许可以不用区回单的 叶太如像是想到了什么 扭头看向叶香 若有所思地笑了 叶香很好奇 但却没问出来 而十妹却是微微醋眉 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车子一路前行 一直开到了封城郊外 之后 两辆车驶入一片树林中 进入树林后 叶香就觉得眼前豁然开朗 恍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超大的一片空地上 停满了各种车辆 不少人进进出出的 有人高兴 有人愁眉苦脸 有人忐忑不安 非常紧张 一行人下车后 张南不由感慨地说道 到了 这就是武道学院了 往里去就能看到学校大门了 叶太如迈步走出 对着张南和蒋国柱一挥手 于是一行五人外加一条哈士旗 就向武道学院走去 马上要到中午了 天气热得厉害 只不过一行人中 除了张南和蒋国柱 出了一身臭汗 其他人仿若感觉不到 天气有多热 向前走着 远处地地平线上 出现两个石雕的人头 这是一种抽象派雕刻的手法 人头上没有五官 只有象征性的线条 而随着众人越来越靠近石雕 大家开始仰视雕像 两座高度 约有五十米的雕像 出现在眼前 叶太如看着两尊雕像 不由冷哼一声 哼 还是以前的老样子 依旧是要分什么器宗和体宗 两座雕像 一座为打坐姿态 一座为马步姿态 代表的正是器宗和体宗 蒋国柱始终对眼前的一切抱有疑惑 就算是看到这两尊雕像后 他还是觉得自己 是不是掉进了传销窝里 虽然他现在已经可以熟练地 使用储物戒了 可他依旧不信 叶太如也拿他没办法了 索性就让他自己体会吧 兴许在不久后的某个瞬间 这家伙能开窍也说不定 不过这段时间以来 他跟身边的哈士奇 建立了不错的感情 一人一狗之间有着不错的默契 在快要到两座雕像跟前时 张南对叶太如一拱手说道 叶太如不由冷冷一笑 说道 考什么考 你也不看看到这里考试的都是什么人 再看看你的年龄 都快能当这些人的叔叔了 你好意思跟小孩子争名额吗 文言张南四下看去 这才发现来这里进行考试的 大多为十五六的孩子 偶尔能看到十七八的少年 但也是很少的 其中虽然有二十岁左右的 却少得可怜 武道学院培养的是庸才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庸才 完全可以去试试 我不拦着 叶太如这番话一触 张南脸红了 而这时 蒋国柱却喊道 老三 那不是沈碧婷吗 叶湘在沈碧婷身上没少吃亏 曾经的叶湘 毛手毛脚的 想要跟沈碧婷发生些什么 为了达到目的 叶湘不惜想郭英来 只可惜 沈碧婷会一手非常精湛的小琴拿 在小关节技上有着不错的功力 往往他只需要抓住叶湘的一根手指 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叶湘制服 因此 叶湘看到那个男生伸手的时候 就已经猜到了结果 只见沈碧婷突然出手 直接抓住了对方的大拇指 然后一个转身绕到了男生背后 向着拇指的反关节方向掰了下去 痴痛之下 男生被迫跪在地上 嗷嗷乱叫 可沈碧婷并没有松手的意思 而是顺着小关节的反关节技 让男人的胳膊也处于反关节状态 只见沈碧婷突然用脚蹬在了男生的肩膀上 双手抓住男人的手腕 就这么猛地一拉 卡帕 一声脆响之后 男人杀猪般地惨叫起来 而他的一条胳膊诡异地扭到身后 以一种别扭的姿势搭拉在后背上 看到这一幕的人不在少数 不少人发出惊呼 而沈碧婷更是全身紧绷 随时提防男生的朋友前来报仇 而就在他向四周扫尸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夜香的方向 他也发现了夜香 但在微微地吃惊之后 沈碧婷恢复了正常 依旧提防着周围 夜太如此刻微笑地走到夜香身边 说道 这女娃够味道 真可谓是静若厨子动若脱兔 非常不错 就是不知道修炼起来 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 夜香对着外公苦涩的一笑 转而看向其他方向 这时他看到不远处 一位五十多的中年人 面色阴沉地向这边走来 夜太如此刻回头 正好看到这人 不由微微醋眉 只见中年人走到夜太如面前 拱手说道 三叔 您老怎么来这里了 夜太如闻言 脸色阴沉下来 板着脸说道 你们一个个 见到我都要问这么一句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 能 怎么不能 三叔要来这里 随时都可以 中年人看到夜太如脸色不好 立刻恭敬起来 但是夜香从她的眼神中 似乎看出了些许的不安 夜太如此刻 露出一抹讥讽 对身边的夜香说道 小犊子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就是夜星空的爷爷 叶永强 永强啊 这是你五叔的儿子夜香 哦 原来他就是五叔的儿子夜香 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 叶永强说着 伸手跟夜香握了握手 又是一番寒暄 夜太如这时候 又介绍起张南和蒋国柱 还有他们 是我这两天刚收的徒弟 小南 国柱啊 过来 见过叶永飞师兄 叶永飞闻言看向他们 眼角有些抽搐 叶太如这么做摆明了 是刁难他 再怎么说 叶永飞也是金丹的修为 现在要跟两个修为 只有炼体和炼气的小家伙 称兄道弟 偏偏他还挑不出理儿 不过叶永飞 毕竟是武道学院的院长 涵养还是有的 他强忍着心中的怒意 依旧与众人谈笑风声 甚至说起了武道学院 未来的规划 叶相在旁边看着 不得不佩服这样的家伙 毕竟只有拥有如此涵养的人 才能掌管如此庞大的学院 这时 一名工作人员跑了过来 在叶永强的耳边说了些什么 之后就告辞离开了 叶相似有感觉一样 回头看向了沈碧婷的方向 而后愕然地发现 沈碧婷所在的地方 躺下了七八名男生 而沈碧婷站在那里 满头满脸都是血 有些摇摇欲坠的感觉 什么时候动的手 刚才怎么没听到动静 叶相心里这么想着 脚步就不自觉地向那边走去 可是走到一半 他就看到叶永强出现在那里 有工作人员正在跟他解释什么 然后就有人带沈碧婷离开了 叶相有些索然地走了回来 这丫头真的不错啊 虽然是练体近初期 却用的一手小琴拿 同境界近战的情况下 短时间内放到七个男生 真是不得了啊 而叶相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在看向石妹的时候 却发现石妹没看自己 她能感觉到石妹生气了 于是叶相走了过去 想要跟石妹说话 可是石妹总是有意无意地躲着她 叶相一阵苦笑 心想女人啊 一旦吃起醋来 还真不好哄 不过就在这时 天色突然暗了下来 而后一阵阵的惊威响起 众人抬头看去 空中乌云密布 闪电犹如群蛇般 在乌云中时隐时现地爬行着 叶太如不由一条眉毛 笑眯眯地说道 娘的还真不禁念到 叶星空这小子的天节来了 叶相闻言大吃一惊 看着空中一道道的闪电 哗哗哗 暴雨毫无征兆地突然落下 在场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 叶相刚成为修者 因为得到两颗天节牧丹的缘故 修为进度有些诡异 并没有什么概念 可是看到石媚和叶太如 都皱眉不已 不免有些好奇 此刻他们躲在一出入场口中躲雨 叶相趁机问道 渡劫时下雨不好吗 石媚微微点头 却不想说 不过叶太如却突然笑了 悠悠地说道 渡劫时候下雨的确不好 按照科学点的解释 就是水是导电的 天节主要由雷电构成 一旦天节落下 劈在地上 或者通过渡劫者的身体进入地面 势必形成跨步电压 到时候不光是渡劫者 会受到很大伤害 周围帮助他渡劫的人 也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说白了吧 雨天渡劫等于是 将天节放大了数倍 而这样的结果 有好有坏 如果是一个六九之下的天节 遇到了雨天渡劫 那么就有可能凝结出 超过天节品级的金丹 可眼下是九九天节 修真历史上 还没有雨天渡劫的记载 想来就算是有 那人也应该是失败了 叶相有些意外 怎么也没想到雨天渡劫 与正常的渡劫会有如此大的区别 不过叶相依旧不太在意 毕竟不是他渡劫 一会儿等天节开始 他能上就上 不能上看着就是 咔咔咔 一道闪电 伴随着雷声同时出现 而后天空 就像是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雨水瞬间变得更大了 站在入场口的位置 叶相看到外面的大雨犹如瀑布 这让他缩了缩脖子 想来在大雨中站着 应该不好受 这种强度的降雨 人在其中想要呼吸 都是困难的吧 而在另一边 叶 泰纯摸出手机 给叶泰亨打去了电话 怎么办 这样下去 星云可就危险了 叶泰亨冷着脸 沉默了两久才说道 等等看 叶泰纯不要摇头 说道 这不是等不等的事情 如果这样下去 天节开始后 我们所有人都躲不过去的 我心里有数 严毕叶泰亨挂断了电话 而他老脸上露出一抹猙獰 心中想的却是 难道老天要灭了我叶家吗 要知道在场的这些人 几乎是封城叶家的所有金丹修者了 其中绝大部分都只差一步 就能金丹化音了 如果因为这场大雨中的九九天节 让叶家的这些人 修为倒退 想到这里 叶泰如的脸色就更难看了 心里更是忐忑的厉害 不过这些叶乡并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外公叶泰如是如何想的 现在的他 听着外面的雨声 慢慢的他 像是被催眠了一样 居然觉得这雨水的花花声 跟他之前在洞天伏地里悟到的那种 吐纳结合形器的修炼方法间 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尤其是雨水落下后的节奏 隐约间与他的那种修炼方法 有着某种节奏上的共通 于是不知不觉间 叶香开始下意识地踱步 体内真气 也开始在经脉中下意识地运转 渐渐地叶香的步伐 与雨水的声音 有了某种共振 更是让他产生了欲罢不能的感觉 于是 叶香索性加上了手脚的动作 开始按照悟到 中关于屈慧镜中期的修炼方法 修炼起来 起初 石妹看到叶香开始踱步 并没太在意 可是当叶香开始练拳后 石妹不由吃惊起来 同样吃惊的还有叶太如 老头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修炼的 尤其是屈慧镜的修者 居然还能这么修炼 要知道现在的修者 到了屈慧镜后 一般都是靠着丹药扛过去的 只要把身体进化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 可是 叶香显然这是 很古老的修炼方法 隐约间叶太如能感觉到 他体内的赤眼火丹 似乎也受到了牵引一般 让他也有种蠢蠢欲动的感觉 不过叶香毕竟是屈慧镜 他所带来的影响 叶太如稍稍集中一下意识 就能排除在外 嗡嗡 毫无征兆的 也没有巨大的雷声 只有电流的嗡鸣声 瞬间一道直径大约三米的雷霆 从天而降 瞬间落在场地中心 刷的一下 电流散开 以肉眼可见的环形电弧 向四周扩散 瞬间波及到其他人 如果不是雨声太大 其他人肯定能听到 别处传来的吐血声和惨叫声 这道雷霆落下的太突然 所有人都没有防备 等看到天结落下 再去准备 已经太晚了 叶太如没有吐血 只是闷哼了一声 但脸色也有些发白 实媚就有些 叶太如看着叶香 不断舞动的身体 眼神中一彩连连 不由地按照叶香的动作 学了起来 只不过 他没有配合吐纳之法 只是单纯地模仿叶香的动作 同时在体内强行运行真气 这样一来 真气运行的难度 就增加了很多 同时 这些动作对真气的消耗 也大得出奇 学了几招后 叶太如就感觉 丹田中的真气少了许多 这让他吃惊的同时 再看向叶香的动作 心头生起莫名的震撼 因为 从天结开始到现在 叶香的这套动作 不知练习了多少遍 单纯按招事算 也要有五六百招了 而叶太如刚刚练习了五十招 体内的真气就消耗了不少 如果连续五六百招的话 估计以他的真气量 也要消耗殆尽的 要知道 叶太如可是拥有 金丹和甲丹的双金丹修饰 可就算他这样 顶天也就坚持到五百多招 如果换做其他的金丹修饰 估计两三百招 就把真气消耗干净了 叶太如不由正视起 叶香身上的其他细节 毕竟趋慧镜的修折 就算是丹田再大 真气量再充足 也不会超过金丹修饰的真气量 所以 叶香肯定是边吸收真气 边进行这种体术的修炼 这让叶太如想到了 古籍中记载的一种修炼方法 据说这种修炼功法 可以让修者无时无刻地修炼 只不过很多得到这门功法的人 并没有修炼成功的 渐渐地这门功法 就成了修真界的笑话 虽然现在还能时不时地 在一些修真书籍中看到 但也都是最近几百年的修真大能 将这个功法 作为修真功法中的反面教材 来衬托新修炼的功法用的 正是因为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 所以 这套功法虽然很常见 却并很少有人尝试修炼 可叶香现在修炼的方法 似乎跟那套功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并且叶太如还发现 叶香已经不动声色地 硬抗了三次天节了 可他才聚会尽中期 这怎么可能呢 叶太如盯着叶香看的眼睛都花了 想到这些无解的问题 脑子都大了 小犬子 你身上到底有多少秘密 叶太如自言自语着 无奈苦笑摇头 而此刻在大雨中 那名犹如婴孩的修者 突然轻轻挥动手中迷你浮沉 之后 一道金色的圆环 飞到了场地中央 缓缓地落在了叶星空 头顶之上十米的位置 之后 这位婴孩般的修者再次开口 久久天节 第一次后六节 将会连续落下 诸位道友且做好准备 落 随着最后一字落下 所有人的心头都是一阵 纷纷运气全部修为 随时准备着 叶太如也是如此 只不过他的脸上露出一抹不屑 嘴里骂道 小老头 死孩子 多管闲事 可他的话音刚落 天空中一道直径三米的巨大雷霆 无声落下 雷霆首先集中了那个金属圆环 而后雷霆就像是 撞到石头的水一样 一朵朵电蓝色 犹如水花一般的雷霆 溅落向周围 落地后发出 吱吱的响声 而后 一道小了一般的雷霆 透过金属圆环 落向了夜星空 可就当这次天节刚刚结束 紧跟着又一道雷霆落下 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结果 但间隔如此短 让众人觉得 这次天节持续的时间有些长 一道道蓝色的雷霆液 持续不断 躲在各处的夜家人 苦不堪言 不少人嘴角 胸前挂着血迹 依旧在坚持着 这口气不能松 一旦松了这口气 修为受损不说 将来再想突破境界就难了 不知道过来多长时间 雷霆液逐渐平息 大雨渐渐小了下来 几乎与涟漪消失的同时 却久久不能平息 因为就在刚才六次天节 连续落在的时候 他看到叶湘的身体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甚至有段时间 他甚至分不清 叶湘究竟是人还是柳树 或者是一棵灰洞的柳树 现在大雨停了 叶湘也在大雨 停下的瞬间清醒了过来 而后他迷茫地 看向了场地中间 叶星空衣衫破烂 犹如乞丐 狼狈地打坐在那里 嘴角 胸前皆有血迹 眼神空洞地望着天空 只不过叶太如 走出通道入口 向场地的某处角落看去 却没看到人 他的脸上露出一抹 讥讽的笑意 悠悠地低语道 老不死的 熊孩子 跑得挺快 说着 他又看向叶星空 冷冷地一笑后 看向了其他人的方向 此刻在不同方向上 都能听到一声声的惨叫和哀嚎 从避雨的地方出来的人 全都惨兮兮的 叶太亨算是好的 只是嘴角挂着血迹 此刻他正四下大打量着 似乎在寻找什么 叶太如咧咧嘴 笑着说道 不用找了 人已经走了 言毕叶太如 回到叶香身边 上下 想要活得久 就要挨雷劈 叶香缩回头后 脑海中就冒出这句话 脸上露出难以言语的表情 他有些后悔 成为修真者了 甚至于不想修为精进的太快 而且他下定决心 只要能不突破 坚决不突破 不对 是就算是能突破 也不能突破 最好就保持现在的境界 叶香在心里这样想着 而外面的天结 却还在进行 叶太如被电的惨叫声 时不时地能传进来 每次都让叶香全身发抖 他是真害怕了 就刚才看到的那种 从天而降的雷霆 他就在想 如此粗大的雷霆 就算这些雷霆 只有36伏的人体安全电压 可落在身上后 也绝对不好受 轰轰轰 咔咔咔 外面的雷声或近或远 总会落在叶香的耳中 每每听到都会让他心惊胆战 而外面的叶家人 就更不好受了 他们是实实在在地 抵挡着天结 尤其是到后面 更是有些人主动承担一次天结 以换来夜星空喘息的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五个小时过去了 夜星空的天结 已经到了第八次的九节 现在的天结 跟第一次的天结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一次天结的落下 都要有第一次 所有九节夹起来这么猛烈 夜星空已经不知道 吃了多少丹药 此刻的他 嘴唇干裂 全身是血 身上的衣服 变成了布条挂在身上 眼神呆滞空洞地看着天空 依旧打坐在那里 真正的杜结 不像网络小说中说的那样 所谓的杜结 说白了是在接受上天的惩罚 如果有意地去抵抗天结 最终会引起天罚 而天结一旦变成天罚 修者不可能活下来 因为天空中的雷霆 会把修者劈成灰 才会停下 至于现在那些金丹镜的修者们 有些人的脸上带着笑意 有些人的脸上满是愁苦 他们都在这次九九天结中获益 有些人的金丹 提升了一个品级 有些人则是提纯了真气 还有些人修为有了不小的精进 突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我要进入原因了 声音从场地的一个角落里传来 众人纷纷投去目光 发现说话的正是老二叶泰纯 此刻他全身是血表情猙獰 整个人都很亢奋 而他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就在之前 他独自一人抵抗了两次天结 现在看他的样子 想来这次天结落下 他还会冲出去 咔咔咔 雷声响起 闪电亮起 叶泰纯瞬间冲了出去 出现在夜星空的头顶之上 粗大的天结落在他身上 瞬间像是被吸收了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叶泰纯却是凌空打坐 周身散发出隐隐白光 一个小人缓缓地 从他丹田处显出虚影 最后慢慢地 升到泥丸宫的位置 如玉般的小人 打坐在叶泰纯的泥丸宫内 缓缓地吸收刚才的天结之力 陡然间 小人睁开了眼睛 豁然开口 天地万物皆为楚狗 道引众生为我独尊 尖锐的声音 犹如刺破天机的阴体 震慑得在场众人 神情恍惚了一下 然后所有人都能感觉到 周身的灵气 被一股强大的犀利扯走 可是身在侧门小屋里的夜香 却跳了起来 嘟囔了一句 不对啊 这句话不对 十妹不解地问道 有什么不对的 这话本就是发自修者内心 是修者内心的一种想法 所以 进入原因境的瞬间 不同的人会说出不同的话 这没什么的 夜香没在说话 可是她心里隐隐觉得 什么地方不对 咔咔咔 突兀的天空中 同时落下三道天结 这与刚才的天结挨得很近 但全都被夜太醇吸收了 终于原因猛然变大 逐渐变得犹如真人般大小 渐渐地与夜太醇重合在一起 至此 夜星空的第八次九节结束 最后的第九次九节 将会在半个小时后落下 不过此刻众人的注意力 全都集中在夜太醇身上 静静地等待着 她将原因融合 大约十分钟后 夜太醇突然睁开眼 整个人一改刚才的凄惨与疯狂 反而变得淡然安宁 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夜太醇一开口 却说了这样的话 大哥 当了二十多年家主了 你该休息一下了 而此刻的夜太亨 一脸的苦涩 没有去看夜太醇 反倒是冷冷地看向夜太儒 老三 这下你满意了 夜太儒却不以为意地笑着说道 满意 还早着呢 而就在这时 夜星空豁然睁开眼 脸色苍白地说道 救我 救我 太爷爷 救我 这第九次天节 是九节 天空中的众人 忙于应付落下的天节 尽可能地吸收天节中的雷霆之力 可这时候夜香突兀的声音传来 众人也稍稍分神看去 却都惊愕地 看到最后一道天节 居然追着夜香劈了过去 而作为杜杰的主角 夜星空怎么也没想到 这最难的第九次九节 居然没自己什么事 就连这最后一道天节 也被那个屈灰镜的小子引走了 他不知道是该笑 还是该哭 如果是这样 之前他经历天节的时候 已经让家族中的长辈 扛去了太多天节 就算他能扛下这最后一节 最好的结果 也就结出个八品金单 可如果没了这次天节 他其实连七品都不敢保证 可就这寄予了极大希望的一次天节 居然就这么被一个屈灰镜的蝼蚁给吸引走了 而且看那天节扑向夜香的感觉 就好像看到了不死不休的仇人 纵然是夜香已经冲入通道入口 天节依旧追了进去 啊 汪汪 通道里一片雷霆闪烁 夜香快要跑到通道另一头出口时 还是被天节追上 狠狠地劈在了身上 只不过 这次与他一起 扛天节的 还有跑出来帮忙的石妹 两人被天节双双击中 飞出去好远 夜太儒此刻扛下两道天节 虽然看到夜香有危险 却也不敢贸然离开 只能压下心里的担心 炼化天节之力 已经进入原因的夜太纯 居然没有邪太儒那般神情自若 他的脸色很难看 同样的两道天节 同样是在炼化 可那炼化的速度 却慢得可怜 再看同样是两道天节的夜太瓶 更是凄惨无比 他的周身被天节之力轰击的焦黑 早已没了人样 可依旧能感觉到 他在慢慢地炼化天节之力 但这速度 就慢得太不像话了 反观夜太横是最轻松的 虽然这道天节 没能助他突破到原因 但却让他的道心 更加圆满了 至于夜永强和其他几人 虽然很吃力 但也算把那道天节控制住了 几人分摊之下 还算能够坚持 而就在此刻 夜太平的声音突然响起 他欺然地一笑 说道 三哥 对不起 不过 那天我不那么做 老爹他不会放过我的 严毙夜太平的身体 猛地燃烧起来 而他控制的两道天节 却直直地落向了 毫无准备的夜星空 夜太如眼疾手快 身形闪动间 居然这两道天节吸引了过来 此刻他独自一人 控制着四道天节 虽然面色上不好看 却没有夜太纯那种窘迫的感觉 夜太横看到这一幕 眼皮不由微微一跳 同时 他对夜太如反倒是放下了戒心 毕竟在一个家族中 争权夺利是肯定有的 可是夜太如在拥有这种实力的情况下 居然没有跳出来 跟他抢夺家主的位置 这足以证明 夜太如没有争权夺利的心 更何况 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 一直不参与家族内的事情 这也足见他的心性 而反观刚刚突破 原因的夜太纯 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如若有机会 这老二还是不在家族的好 或许是担心夜乡的安全 夜太如突然一声大喝 陡然间 在他身体 前后个出现了两颗金丹 一枚金色在身前 一枚燃烧着赤红的火焰在身后 两颗金丹快速地吸收着 天结雷霆的力量 这一幕看在众人眼中 无不经地下巴嘟掉了 只有夜太亨毫不惊奇 反而稍稍移动了一下位置 挡在了夜太如和夜太纯中间 夺丹这种事情 已经在夜家发生一次了 面对如此诱惑 难保这老二不会动心 夜太亨如此想着 也不敢此刻夜太纯的脸色 如何难看 反正他只要展现出 与老三是一伙的态度就行 这样才能让老二夜太纯 有所收敛与顾忌 否则今天夜家家主一主 可就真的板上钉钉了 局势的变化很微妙 夜太如将这一 看在眼中 却并不在意 大约这样过了十五分钟 夜太如终于消耗了所有四道天结 瞬间将两颗金丹收回丹田 而后玉空离开去找夜香了 其实 那道天结夜香和石妹 各承受了一半 而夜香因为有两颗天结木丹 反倒没有受伤 而是进入某种类似催眠的状态 同时 他体内的天结木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居然从夜香的丹田中长了出来 变成了两颗四五米高的大柳树 而昏迷的石妹就躺在柳树下 电蓝色的天结之力 就游荡在两颗柳树周围 正在快速地被两人吸收 不过其中更多是被夜香吸收了 而随着天结之力 每被吸收一分 两颗柳树的高度就缩小一分 当夜太如赶到后 看 夜太亨最终还是病倒了 他最看重的重孙 居然接出了一瓶金丹 着实让他无法接受 当场就晕了过去 叶永强也没好到哪儿去 之后的日子里 他郁郁寡欢 连武道学院也无心管理了 至于夜太纯本想着 还要花点心思才能得到的家主之位 居然被夜太亨拱手让了出来 他没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 而夜太如 依旧像以前那样 当他离开那里找到夜香的位置 解开空间封印后 夜香已经醒了过来 怀里正抱着石妹找出去的路呢 至于后来的事情 正是印了那句话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夜星空度九九天 结结出一品金丹的事情 不进而走 在整个修真世界 成了轰动性的大新闻 一时间 这件事成了许多修者的谈资 甚至还有些好事者 深挖了度结的情况后 写出了长篇大论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夜星空算是走运的 能活着挺好 毕竟夜星空的九九天结 第一次的九结就是雨结 这一结的难度 本身就很高了 有修者翻出史书中的记载 居然找了一些罕见的 关于雨中天结的记载 虽然聊聊数字 但也证明 夜星空的确曾经是天才 其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载 东海有人渡结 逢大雨一结而亡 这话是说 历史上有人渡过雨中天结 不过那人在雨中 连天结的第一次的第一结 都没能过去 就被天结给放倒了 而从一些知情人 口中传出来的话是 夜星空是独自一人 硬抗了第一次的九结 这本身就已经很惊人了 不过这些人 透露出的消息中 全都没有那个 婴孩般的修者 和夜香的消息 显然当时在场的人 并没觉得那修者是外人 而夜香一个 屈会镜能起到什么作用 于是就更没人提了 甚至于连夜香 引走了最后一道天结的事情 也没有提 因为众人觉得 夜香现在不是已经废了 就是死了 实际上 当夜香醒过来后 也觉得很郁闷 这是他第二次被天结批中了 虽然这次他活了下来 可是他修为不但没有进步 反而回到了屈会初期 更可气的是他的丹田里 居然多了两棵柳树 并且柳树外 被一道道黑色的闪电笼罩着 相反十妹就好得多了 他的修为从助击后期 直接到了助击巅峰 眼看就要 引来新的一次天结了 可是现在夜香一听到天结 就感觉后背发凉 他是真的不想 再经历天结了 那被雷电批中的瞬间 是真的不好受 那感觉就像是 被人扔进了微波炉里 整个身体从里面 向外越来越热 而最热的地方 还是在最里面 这种情况下 手伸不进去 就算是跳进水池里 也无法直接对体内降温 经过了这次的夜香表示 打死也不想经历天结了 不管是谁的 一旦有人渡劫 他一定会躲得远远的 之后的几天 夜香又在封城待了几天 这期间 封城夜家发生了很多事情 夜泰纯成为新的家主 封城夜家的舞蹈学院 重新开始招生考试 至于之前被夜泰亨的儿子 孙子 重孙管理的家业 此刻全部由夜泰纯的儿子 孙子 重孙接手了 不过夜香 张南 蒋国柱 他们的待遇没变 毕竟有夜泰儒的面子在 他们依旧住在总统套房里 当然没有改变的人还是有的 蒋国柱现在每天惶惶不可终日 一心想要离开这个传销窝点 不过张南 却是更加勤奋地修炼起来 这些天 他开始负重跑步和练拳 修为正在快速地 从练体进巅峰 向练气进冲击 可是夜香这些天却有些郁闷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跟石妹上了 洞天福地的黑名单 被禁止一年 不能进入洞天福地 原因是 他们的车被火葬场的监控拍到了 可是当石妹检查了她的那辆车后 无奈地表示 车上的隐身阵法出了点小问题 所以 上次他们进入洞天福地的时候 石妹的确激活了阵法 但阵法并没有把车子隐身 夜香只觉得肉疼啊 要知道 她租了两年的房子 换算成洞天福地里的时间 那可是十年啊 一想到花了这么多钱租的房子 居然不能去住 她的心都在滴血 于是她只能宽慰自己 反正老子也不急着突破 修为进步的快慢 跟我无关 其实封城的事情早就结束了 所谓的小天地 就是武道学院所在的地方 夜香他们也都去看了 至于封城也没什么好玩的 毕竟是个平原城市 如果不是叶太如刘他们 夜香和张楠他们早就走了 不过夜香还是庆幸晚走了两天 因为邢雅娟母子又找到了她 并且给她带来一个好消息 夜香急匆匆地冲进了卧室 这其实没什么 在这个院子里 除了刚来的那条青狼腰在二楼 这一楼就她跟石妹两人 就算他们在客厅里折腾 也没问题 可夜香冲进卧室后 直接愣了一下 怎么多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身穿黑色皮质 轻甲 头戴黑色大眼帽的女人 这身打扮并不陌生 巡捕队的人都这么穿 那名女巡捕队员 皱眉揉着她那牵牵玉手 狠狠地瞪了夜香一眼 而后对石妹说道 事情我已经了解了 不过你何 说到这里女巡捕队员 狠狠地瞪了夜香一眼 继续说道 你们一年内不能进入洞天福地 这是规矩 谁说情也不行 走了 严毙女人拿出一枚金色的令牌 一道金光闪过 凭空出现了一道门 黑漆漆的 之间女人开门走了进去 而后转身将门关上 而后门消失了 夜香有些发猛 呆呆地看着石妹 什么个情况 石妹憋着笑 说道 洞天福地巡捕队 对于咱们之前被监控拍到的事情 进行了核查 那她是怎么到咱们这儿的 夜香不解地问 石妹笑眯眯地解释道 令牌啊 通过令牌巡捕队 可以启用传送阵 直接出现在修者身边 夜香闻言机灵了一下 再看她的那块金色的令牌 心里别提多别扭了 于是她拿起了她的令牌 和石妹的那块 一起扔到了客厅里的茶海上 然后回到卧室关上了门 胡天胡地的一夜 夜香和石妹 尽情地纠缠在一起 这次的双修过程中 石妹为了防止修为的提升 引发天结 基本上是以她的修为 反补夜香的修为 所以一夜醒来后 夜香惊奇地发现 她现在的修为 又从夜星空天结后的区会初期 回到了区会中期 这让夜香为难起来 因为跟石妹双修的话 自己的修为蹭蹭地往上涨 可是她是男人 还是个出长人士的男人 双修这种事情 能是她控制的吗 而且她又想起 石妹已经筑机巅峰了 搞不好还会引来新的天结 这别人的天结能躲 可是自己老婆的天结 如果也躲起来 那就太不男人了 以至于她早晨修炼的时候 整个人都心不在焉的 炼了好半天 一点效果也没有 索性洗漱一下 就准备吃早饭 而这个时候手机响了 低头看去是师父江星打来了 这老家伙 无事不登三宝殿 上次是得自己一张三亿的欠条 让自己去讨债 估计现在是来问自己 有没有把钱要回来吧 接通电话 夜香换了嘴脸 笑呵呵地说道 师父 好长时间没去看您了 最近还好吧 对面江星的声音 依旧是那种半死不活的严肃 还好 钱要回来了吗 夜香压根没想隐瞒 他想明着把这笔钱留在自己手里 于是笑着说道 要回来了 都在我银行卡里吃利息呢 师父你也知道 您徒弟我穷啊 您看这笔钱能不能留我手里 什么时候您要是用到了 徒弟立马给你送去不就行了 江星坐在小凤祥金店的办公室里 听到夜香这番话 脸色瞬间就黑了 差点没把手机扔出去 他心里骂道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这就是个无赖 可他嘴里却说道 洞天福地的房子也租了 但要你预定了一年的 工法也都有了 该买的东西都买了 你还有什么要买的 夜香嬉皮笑脸的说道 师父啊 这事有点倒霉 您不知道 我上次去洞天福地 被监控拍到了 所以一年内去不了那里了 江星文烟器的手指哆嗦 看看压住怒气 你是猪吗 你让我怎么说你 对不起啊 师父 弟子知错了 不过师父 那些钱您看 如果只是吃利息 就先留在你那里 若你胆胆动这笔钱 我废了你 咔哒 电话挂断 听着手机里的盲音 夜香洋洋得意地笑了 这件事的处理方法 正是夜香的聪明之处 有些人碰到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编个瞎话 说什么没有回来 要没有回来很少一部分 等真的到时间了 再说实话 一般到那个时候 这钱就必须要交上去了 反过来夜香这种处理方法 等于是明着要了 这也让一向好面子的江星 挑不出理来 小凤详经店里 江星直接把手机捏碎了 脸色阴沉地盯着面前的白凤笑 你失地马 夜叹亨看着那枚金丹 不由惊呼道 居然有这么大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有钱难买金丹小 言必他一招手 那颗一品金丹飞入手中 直接开始炼化起来 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 金丹就明显缩小了一大圈 一个小时后 金丹就彻底消失了 而夜星空在吐出金丹后 连续服用了多种丹药 来稳固境界 以防止境界跌穿住激进 夜叹亨炼化了金丹后起身 回头看着夜星空说道 你就在这里闭关 没有人会知道 你在这里了 等你下次天节之前 你尽量不要离开这里 夜星空微微点头 而后夜叹亨离开了这里 现在已经是8月25号了 马上就开学了 夜乡宿舍里的其他人 应该就在这几天 陆陆续续地回校了 对于大学生来说 大三是个分水岭 想要去实习的 会在这一年里 拼命地挑选实习岗位 而想要创业的 也会在这一年里 跟学校的学生会 和校领导 进行亲密的沟通 以便获得学校里的创业基金 当然还有一类学生 他们对于未来没什么打算 更不会想着去实习 这些人不是在宿舍里 握着玩手机游戏 就是在网吧里玩游戏 蒋国柱之前就是这样的人 不过现在的他 似乎有些变了 他已经忘了何亚如这个人 不过他身边却多了一条 较小白的青狼腰 而且 这条青狼腰 还是个功的 现在的蒋国柱性情大变 居然真的开始创业了 这不叶湘刚吃完早饭 他就跑来了 叶湘以为这家伙又来蹭饭 很不乐意地 把他请进了院子 可进门后 叶湘就愣住了 一向爱玩空手道的蒋国柱 居然提着两大袋子的零食 其中香肠火腿的 有不老少 叶湘笑眯眯地想要去接 还说道 老四啊 这可是你第一次丢送礼啊 可是蒋国柱却躲开了叶湘的手 说道 这不是给你的 这是我给小白买的口粮 叶湘嘴角抽搐 他是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果然到了客厅里 一打开袋子 里面出了香肠火腿 其他的全是各种口味的狗粮 叶湘气地踢了蒋国柱一脚 骂道 老子跟你同窗两年 还不如一条狗吗 蒋国柱不好意思地一笑 躲开后 说道 你看你说的 你总不能跟狗一般见识吧 哎 老四 你这话可就有点伤人了 什么叫我跟狗一般见识 难道我连狗都不 叶湘没说下去 他突然反应过来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 他就真跟狗杠上了 于是一摆手对着楼上喊道 小白下来吧 汪汪 一阵狗叫声后 小白从二楼跑了下来 直接冲到蒋国柱怀中 一口咬住了他的腰带 就要脱他的裤子 蒋国柱一把抓住腰带 喊道 又来 你怎么狗改不了吃屎 松开 于是 一番人狗大战后 小白败下阵来 蒋国柱一手提着裤子 一手撕开狗粮 说道 老大什么时候回来 今天我在学校门口看到老二了 估计老五老六他们也快回来了 这都大三了 今年要好好聚聚了 要不然等到了大四 再想聚到一起 可就难了 夜香闻言 心里也有些感慨 可不就是吗 说是大四还有一年 可是大四这一年 不少同学会去外地实习面试 为毕业后能有个好工作奔波 在这个过程中 还要写毕业论文 最后能在学校的时间少得可怜 更不用说聚到一起的时间了 而马上开始的大三 就是他们这些大学同学 能聚在一起的最后时间了 这一年里大家在学校的时间 还算是有的 偶尔聚在一起的机会也多 一想到再有两年时间 这些兄弟就要隔奔东西了 夜香还真有些不舍 这要我负责老大 他们三个你负责联系 到时候定好时间 我和老大这边积极配合 蒋国柱表情古怪地看着夜香 突然说到 夜市集团的大公子 你这家伙也低调得太厉害了 如果不是这次去封城 你打算瞒我们到什么时候 夜香有些意外 因为在封城的时候 老大和蒋国柱都没提这件事 夜香觉得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可是现在看来 是他们看出来了没说 于是 夜香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说道 我还是什么大公子 前段时间把遗产继承权给弄丢了 现在的我手里是有点钱 可是我要修炼啊 一听到修炼两个字 蒋国柱立刻就严肃起来 很认真地说道 老三你怎么还没明白过来 你也曾是千亿集团公司的大少爷 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封城夜家的那个老头 就是个传销头子 蒋国柱修炼完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期间他接了个电话 是宿舍里的老二王永坤打来的 这小子今天刚回来 吵着让蒋国柱给他接风 还说要带女朋友一起来 老二王永坤 这人微胖 小眼睛短发 有点爱占小便宜 人倒还不错 大二下学期就搬出了宿舍 跟女朋友在学校外同居 平时除了上课 就很少见到他了 而在大二下学期的聚会中 这家伙每次都说自己没时间 可当聚会到了一半的时候 他又突然出现 满口说着 什么来晚了 自罚三杯 然后坐下就大吃二喝起来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宿舍里聚会都是AA 每人一百块 能吃回来多少 全看个人饭量 如果还有剩余 一般都是去晾饭室 KTV吼两嗓子 不过东海的消费虽然低 但每次都会超出不少 而超出来的部分 都是老大张男自己掏的 这已经成了他们宿舍的潜规则了 蒋国柱放下电话 一脸的愁苦 嘟囔道 要知道这家伙叫我给他接风 我刚才就该留上两个屁 熏死他 叶湘现在一听到屁字 就有些反胃 连忙打手势 让蒋国柱别说了 他是真受不了了 之后蒋国柱说道 走吧 学校看看吧 这几天新生入学 挺热闹的 叶湘文言心中明白 这货是要去聊妹子 不由看了看身边的石妹 而石妹像是心有灵犀似的说道 你们去吧 我正好在家里收拾一下 顺便给我大师兄和二师兄打个电话 好长时间没跟他们联系了 从西门入校 就看到各个戏里摆出来的桌子 大红的横幅拉起 上面写着各种或是稀奇 或是古怪 或者古版的迎新欢迎词 现在的校园里 虽然没有拥挤的人流 但比之前有升级多了 偶尔还能看到几个高挑的妹子 拉着时尚的行李箱 扭动着曼妙的身姿走过 这会儿 两人是看得眼花缭乱 蒋国柱更是说道 娘的 这00后的真带劲 叶湘仔细一想 可不就是吗 现在入学的这些人 可不就是00后和1999年前后出生的吗 再仔细看这些人的气质 果然与他们有着根本的不同 曾经有人说 80后是苦逼的一代 稍微有点梦想 就会被打击得体无完肤 90后是看中梦想的一代 纵然外人如何践踏 但是在他们眼中只有梦想 他们更珍惜眼前的人和事 更珍惜他们认为的 应该去珍惜的东西 不妥协 不让步 至于00后 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傲慢且无礼 但却比80后更务实 比90后更知怎样实现梦想 他们或许还很娇贵 但是他们 终将会变得很坚强 想到这里 叶湘忍不住拉了拉奖国柱 这都00后的小妹子 你下得去手吗 我擦 什么叫下得去手吗 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 什么叫辣手脆话 说着 这货做了个五指张开 向前一抓的样子 叶湘一无脸 很自觉地跟他站开了一些距离 这货的宅男一想争又犯了 学长 帮帮我好吗 我的钱和录取通知书都丢了 怎么办 一个衣着朴素的女孩 正在外语系的迎新点前 对着一位学长哀求着 而那个外语系的学长 一脸的憨厚老实 衣着比那个女孩还朴素 但却一脸冷漠地说道 那你可以去报寻补 小妹妹你让开点 别挡着其他同学报道 蒋国柱一看 义愤填膺起来 大步走上前去 问道 小妹妹 你丢东西了 没事我来帮你找 你跟我说说钱丢哪了 叶湘看到这一幕 又是一无脸 这家伙还真是本性难移 这么简单的骗局都能上当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大额的钱一般都是 走银行卡 或者微信支付宝 谁还带现金啊 更何况 这女孩就算是真丢了录取通知书 也只需要加上学校的微信公众号 点一下菜单栏里的新生报道 把身份证号填进去 就可以凭借身份证办理入学了 而叶湘看那个女孩衣着朴素 手里却拿着个水果X 就已经很不协调了 所以 叶湘主动跟蒋国柱拉开了距离 看着女孩带着她走出了学校 到了校外的一家宾馆里 看到这里 叶湘一下就明白了 这是仙人跳 于是 叶湘也跟着晃悠进了宾馆 不过却在一楼前台哪站住了 如果猜得不错半个小时后 肯定会有一群人冲进去捉奸 此刻叶湘在脑海中 挠捕着那个女生 如何勾引蒋国柱 然后聊起火来后 借口去卫生间给同伙打电话 是这里吧 房间是407 走 仙人跳 我知道啊 蒋国柱 文言就说了起来 不就是女人勾引男人去宾馆开房 然后她的同伙 带着人捉奸的那种吗 说到这里 蒋国柱不由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叫了起来 不是吧 你的意思是 我刚才 叶湘此刻已经跟他拉开了很远的距离 他是真不想跟这家伙一起 这蒋国柱不傻 但是有犯傻的时候 尤其是在女人面前 那傻气貌的能飘到月球上去 我的一见钟情啊 蒋国柱居然当街哀嚎起来 那样子 别提有多傻了 叶湘有时候觉得 这蒋国柱的智商 是不是分布不均匀啊 在某些方面 这霍金的跟猴一样 可是在另一些方面 他傻得可就有些不透明了 而就在这时 迎面过来了一个小眼睛的胖子 还搂着的浓妆艳抹的女生 两人有说有笑 腻腻歪歪地走了过来 哎哟 这不是老三和老四吗 你们都在啊 巧了 今天晚上 你们谁给我接风啊 这小眼睛的胖子 就是王永昆 看着他这不要脸的样 夜香心里就有气 你不是让老四请吗 夜香毫不客气地说道 于是 王永昆看向蒋国柱 哎 这老四的脸 他是不是被人打了 夜香点点头懒地说话 跟着两人离得老远 宿舍的六人里 蒋国柱还好些 王永昆就不好说了 这家伙太奸华了 稍有不留神 就被他算计了 不过还好 这伙很少算计自己人 而他的那个女朋友 好像叫什么林可星的 也跟他是一路货色 这也正应了那句老话 不是一类人不入一家门 他们可真是绝配 看他这样是碰到仙人跳了吧 肯定是身上没钱 让人给揍了 林可星突然说道 脸上露出个嘲讽的笑容来 可在夜香看来 这女人脸上涂的粉 都快笑掉了 王永昆文言大咧咧地走了过去 拍着蒋国柱的肩膀说道 是真的吗 蒋国柱收拾了一下心情 看了看站在远处的夜香 说道 是老三说的 不过我觉得 那是我的一见钟情 王永昆文言露出一副了然的样子 说道 那这就是真的了 说到这里 王永昆看向夜香 这一眼让夜香心头一跳 立刻摆手说道 打住 我可没钱 给你接风 王永昆又看了看蒋国柱的可怜样 说道 就他这样的 连玩仙人跳的 都没从他手里扣出钱来 你觉得让他给我接风可能吗 夜香却不以为然地说道 怎么不可能 这货现在手里有两百万的现金 也是个小土豪了 蒋国柱文言急了 骂道 你才有两百万呢 你们全家都有两百万 你半个月前 不还在学校西门买了个院子吗 连买院子到装修 至少两百万 你花钱连眼睛都不眨 王永昆听得有些吃惊 眨巴着小眼睛 在两人身上转来转去 感情好啊 你们过了一个暑假 都发达了 得了 今天晚上我还就不客气了 咱们去龙宫吃海鲜 然后去黄族夜总会 你们两个请客给我接风 说话间 王永昆在看蒋国柱 不由吃惊起来 老四 你脸上的伤好了 这也太快了 好了 蒋国柱一脸猛逼 拿出手机打开摄像头 对着自己一顿照 还真好了 夜香依旧离他们远远的 他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 之前的丹药 对于这种皮外伤 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就能治好 算算时间 这会儿也差不多了 而这时夜香手机响了 是石妹打来的 电话里石妹问道 晚上还回来吃饭吗 夜香想了想 估计今天晚上这顿饭 不是她请 就是蒋国柱请 于是说道 不回去吃了 你现在 开车到学校西门等我 跟我几个朋友出去吃饭 王永昆听夜香接电话 不由凑了过去 问道 哎呦呵 没看出来啊 这买了个院子 还学会金屋藏娇了 说 是不是沈碧婷 夜香故作神秘的一笑 说道 等你见了就知道了 这下 王永昆就更来劲了 对着他们俩喊道 哎呦喂 亏得我来得早 碰上你们两个土豪了 今天晚上 我吃定你们俩了 夜香看他那样 就想离他远点 不过王永昆这货 还特爱勾肩搭背 一旦沾上就甩不掉 此刻王永昆 很是神秘地 从怀里摸出一把车钥匙 此刻他正一条胳膊 搭在夜香肩膀上 神秘兮兮地说道 看看这是什么车 夜香仔细一看 这车钥匙像是个遥控器 中间一个金属色的竖条 感觉跟林肯的车标很像 王永昆扭头看了一眼 有那么七八人 带着个小女生 正好坐在了 不远处的七十二号桌 一群人嬉闹说笑着 像是在说着什么事 而他们正好没往这边看 因此没发现蒋国柱 王永昆似笑非笑地说道 老四你跟夜香换换位置 别让他们看到你 今天是给我接风 这事先放放 那几个家伙 我虽然不熟 但也跟他们打过几次交道 他们就是学校附近的 整天里不是碰瓷 就是仙人跳 说话间夜香和蒋国柱 已经换了位置 而王永昆依旧说着 就你说的那个 你的一见钟情 那就试个公交车 就那一桌人 有一个算一个 哪个没上过 就你还 我的一见钟情 要我看你要是真跟他好了 那可不是一见钟情了 蒋国柱不明就里 问道 那是啥 夜香笑了 接话道 到时候你啥也不是 直接成绿毛龟了 不过王永昆还是说道 如果你真想尝尝先 我可以帮你找那女的牵线 妾 林可欣不屑地冷笑道 行了吧 跟了你这么长时间 你是什么货色 我还不知道 也就是我不惜地说你 王永昆尴尬地笑着 但这笑容却有些难看 因为林可欣正用手掐着他的大腿内侧 要说这瑜伽海鲜的上菜速度 还真没得说 这才刚点完菜没多长时间 就有个服务员 抱着一大块白色地砖装就过来了 白亮的地砖表面 擦得的真亮 被服务员往桌子上这么一放 那就是一个超大的盘子 而后一名带着厨师帽的伙计 端着个铁箔紧 里面满满地放着各种海鲜 直接走到桌子边 就这么晚上一到 瞬间香味肆意 令人食指大动 一人一双塑料手套 就这么直接下手抓 大块朵移之下 怎一个爽子了得 吃着海鲜喝着啤酒 听着大海的声音 再有微微的海风吹着 那叫一个舒坦 女人终归不如男人能吃 很快的石妹和林可欣就吃饱了 两人坐在那里也是无聊 于是林可欣就拉着石妹去海边了 桌子边就剩下了三个大老爷们 此刻王永昆说道 白天欺负你的那群人里 带头的那个外号叫永哥 全名李承勇 是个无业的混子 他有个姐姐在咱们学校边 开了家宾馆 这家伙跟着他姐身边瞎混 也算是咱们学校周边的一号人物 无赖得很 蒋国柱觉得心里憋屈 一口闷下一杯啤酒 说道 听你这么说 我这打就白挨了 王永昆见兮兮地笑道 论起无赖 谁能有我无赖 等着吧 如果今天能逮到机会 我今天就能帮你出去 又喝了一会儿 三人开始抽烟 小马杂作的憋屈 叶湘侧过身子伸伸腿 眯着眼看向远处的石妹和林可星 只见两个女人走在海边聊天 叶湘看着海风中的石妹 心中颇为感慨 如果说 一见钟情算是爱情中 最完美的一种 那么她跟石妹比一见钟情更厉害 叶湘压根是被石妹强推了 然后两人就这么顺气自然地在一起了 这感觉就像是两个陌生人 突然突破了所有隔阂与阻隔 瞬间到了最亲密状态 没有过多的情话 没有山盟海事 没有甜言蜜语 只是一句恩公 我是你的 一句没有你我的天解会失败 所以我要报恩 简单直接 直入正题 而后石妹就开始全心全意地对自己好 或许越简单的爱情 才能越长久吧 王永坤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笑眯眯的也看向海边 女人 女人啊 老子迟早死在女人肚皮上 而就在这时 72号桌那边传来了一阵哄笑声 蒋国柱一直闷头喝酒 而她的耳朵支棱着 一直听着那边挤人的对话 叶湘很快注意到蒋国柱的异样 同时也隐约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今天下午那傻子 可她娘的乐死我了 见到我们的瞬间就跪下了 哎呦 我说 青青这次还真算是碰到极品了 就是没钱 如果有钱的话 还真能当得提款机 放心 看那小子的样子 应该就是东海大学的 以后要是碰到了 一样 还是咱们兄弟的菜 要是多几个这样的傻子就好了 以后咱们 就不缺钱花了 行了吧 你们几个也真有出息 居然想把仙人跳荡事业做 服了 不是我们想 你没听到那个大傻子说什么 我的一见钟情就差一点了 就差点 哈哈哈哈 那些人说话一点顾忌也没有 扯着嗓子又说又笑的 一点也不在乎周围的人怎么看他们 叶湘看着他们走过来 却有些后悔了 她不怕这些人 就她现在的身体 说句不好听的 就算被卡车撞一下 也没问题 关键是 她挨打没事 可是她出手 可就有事了 就像上次 她一出手 就把练气劲的李家给打飞了 如果这次还这么出手 这群家伙能站起来的 恐怕就没几个了 而这时 胖服务员跑了过来 小声地说道 先生一共五百五 叶湘直接在胸前的项链的一摸 本想着拿出些现金来 没想到 却摸出了一条金项链 这让她不由愣了一下 仔细一想 这才想起来 这是她从小凤详经店里 顺的二十来条金项链 说是什么护身领保 突然叶湘有了想法 顺手把项链带到了脖子上 然后再去胸口一抹 几张红票子抓在手里 也不知道有几张 一股脑的全给服务员了 剩下的全当消费了 胖服务员接过钱 稍稍用手一捏厚度 不由愣住了 这手感至少有两千以上 胖服务员没敢停留 转身就走了 她才不管他们打架 就算是把桌椅板凳打坏了 也不值钱 不过刚才这家伙 顺手就能从手里变出钱来 这手法跟魔术一样 着实有些神奇 叶湘才不会管服务员怎么看她 现在她一口气 把之前从小凤翔弄来的金项链 全戴上了 不是说这是领保吗 这次叶湘就要试试 看看这些领保有什么作用 带头的那个身上 闻带鱼的家伙 在距离叶湘还有十几米的时候 突然将手里的啤酒瓶扔了出来 酒瓶子精准地想着叶湘飞来 如果叶湘不躲 绝对会砸到她头上 啪 可是在距离叶湘 还有两三米的时候 啤酒瓶凭空炸开了 碎裂的玻璃扎 原路反弹回去 吓得对面那些人一愣 而后就是一阵惨叫 叶湘很是惊奇 仔细看去 却什么也没看到 也不知道酒瓶子怎么炸开的 而在看那些人 几乎所有人身上都挂彩了 那细碎的玻璃茬子 扎得他们全身都是 一个个疼得呲牙咧嘴的 So 对面有人甩过来半块红砖 依旧是同样的结果 红砖在叶湘面前三米出碎裂 不过这次没反弹回去 我去 老大 太邪门了 勇哥 这不对劲啊 撤吧 带头的那个胳膊上 闻带鱼的家伙 却是阴狠地瞪着叶湘 说道 怕什么怕 就算他是鬼 老子也要把他给撕了 说着 几人已经逼近到了四米以内 而勇哥李承勇 更是快走几步 直接走到叶湘面前 冷冷地看着他 兄弟 你朋友为什么要因我们 能不能给个解释 说着 李承勇从腰间掏出一把刀 直接扎在桌子上 叶湘很淡定地看着他们 说道 那个叫青青是吧 小姑娘你过来 李承勇文言心头一惊 像是明白什么 回头看了一眼 躲在人群中间的青青 说道 朋友如果是因为这个 那就不能怪我们了 你朋友在他身上占了便宜 总要付出点代价的 不过叶湘却是好奇地 拿起扎在桌子上的那把刀 用手摸了摸刀刃 感觉上 该是开封了 可叶湘却想试试 他的现在 到底有多大力道 于是用把刀捏在手里把玩起来 同时对李承勇说道 其实我们不想动你们的 可是你们刚才那么大声地 谈论我朋友 所以我这边就有人不乐意了 说白了 你们也算是咎由自取 怪不得我们 说着 叶湘抓着那把刀 用手捏了捏感觉软软的 像是橡皮泥 于是就在手里揉捏了起来 李承勇盯着叶湘 似笑非笑地说道 我也看出来了 你不想跟我们打 不过也好 我们也不想打架 你也看到了 我的人都受伤 只要你出医药费 我们可以既往不救 嗯 让我看 一个人五万 我这里一共八个人 一口价四十万吧 叶湘听着不觉好笑 可他突然发现 手里的刀没了 准确地说 只剩下刀罢了 刀身已经被他捏成了 一块不规则的球体 摸上去微微发热 捏起来软软的 于是他甘大的一笑 并没接对方的话 而是说道 哎呀 真的很抱歉 你的刀被我玩坏了 说着 把手里的那个不规则的球体 和刀把一丢 直接落在了李承勇面前 李承勇看着桌子上的东西 愣神了好半天 这才发现 桌子上的两样东西 居然是自己的那把刀 可当他捏起那个金属球的时候 却是愣住了 叶湘推门进来 笑着说道 行了老二 老四是什么样的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如果去做生意 或许是个好手 做科研 也许还可以 可说道女人 他就是个傻子 说遍了 就是智商高 情商低 王永坤吃惊地看着叶湘 好奇地问道 你这身上干干净净的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叶湘笑着说道 跑什么 就他们 我还用在这跑 训他们一顿就行了 王永坤不信 可叶湘身上干干净净的 不像是跟人打架后的样子 于是说道 有你的 你是怎么镇住那些家伙的 叶湘微微一笑 说道 秘密 然后坐到茶海边 给自己倒了杯茶喝了口 继续说道 我这还行吧 说到这里 王永坤就眼眸绿光 一下就贴在叶湘身边 我擦 岂止是还行 简直是太好了 你实话告诉我 这院子 你一共花了多少 两百来万 白天的时候 老四不是跟你说了 叶湘被王永坤搂着膀子 笑眯眯地说道 王永坤彻底不淡定了 说道 不是吧 我暑假回家后 错过了什么 真贪娘的不够兄弟 有发财的门路 却不跟我说 我的钱怎么来的 你不知道啊 这是我爸的遗产 没有这个 我能在这买房子吗 叶湘继续拿这个当理由 蒋国柱也没揭穿他 而是说道 谁也没发财 我的钱是个搞传销的老头给的 以后还要还回去的 叶湘文言也是无语了 真不知道这蒋国柱是怎么想的 怎么就这么不相信修真呢 娘的 怎么没有人给我两百万呢 知道吗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 我爸是亿万富翁 他现在让我过这样的日子 是为了锻炼我 等时机到了 他会跟我说 小子你老子我是亿万富翁 你通过了之前的考验 可以继承家里的亿万家财了 叶湘文言呛了口茶 说道 死胖子 你是不是短视频看多了 还考验 如果真有钱 谁会亏待自己 可是王永坤却说道 还别不信 兴许就是真的呢 你看这次我回家 我老爸 都舍得给我买车了 或许等我大三毕业 我爸能给我个几百万 让我去创业 你可拉倒吧 林可欣此刻说道 大家可别信他的 就他老爸 那抠门的样 我也是服了 暑假里我跟他回家 你猜他爸 给我多少见面脸 一百块 打发叫花子呢 王永坤尴尬地一笑说道 那不还有车吗 车 那是给我的吗 切 林可欣说着 起身拉着石妹 到其他房间聊天去了 叶湘看了看 林可欣和石妹关门后 小声地说道 我说老二 你这位可以啊 如果你们结婚了 估计你都出不了门 王永坤一脸苦笑 说道 不用结婚 现在我的钱都在他手里 要不然 我可能 让你们给我接风吗 蒋国柱此刻说道 行了 当着个单身地说这事 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要我说 还是说说咱们大三怎么过吧 说实话 我刚刚决定了 我要去创业 你们呢 王永坤看着他 不屑地说道 老三要是去创业我信 老大创业我也信 可就是你创业 我不信 为啥 就凭你今天被人仙人跳 我就能知道 你创业绝对不会成功 嘿 我还就创业给你看了 要是我成功了 到时候 我拿钱砸死你 哎哟 那感情好 希望你真的能成功 这样我也能有个土豪同学了 叶湘无奈地笑着 看着他们俩打屁 不由打断他们说道 行了 其实你们要是真没有个明确的方向 倒不如去老大那里实习 老大怎么了 王永坤不解地问道 蒋国柱不屑地一笑说道 哎呀 每次聚会某些人都会半路杀过来 那家伙同窗两年 聚餐从来没掏过钱 也好意思问 老大怎么了 王永坤愣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 转而求助地看向叶湘 叶湘喝了口茶 说道 其实我们不说 等老大回来你也能知道 不过现在告诉你也不错 老大现在正在接手家族企业 是一家地产公司 现在都开上奔驰了 我擦 老大还真是老大 大粗腿啊 王永坤跳了起来 嘻嘻闹闹地瞎聊了一个多小时 叶湘送走了他们 然后又把小白赶到二楼后 叶湘和石妹睡下了 不过睡到半夜 叶湘实在是睡不着了 他失眠了 于是来到院子里 开始了他那种奇特的修炼 慢慢地叶湘又进入了那种 类似催眠的状态 就这么在院子里修炼了一夜 直到晨光落入院子里 叶湘才如梦初醒般停止了修炼 再看自己身上满是臭汗 就跑到浴室里洗了个澡 换了身 会脱人裤子的哈士奇 李承勇有些猛逼 而这时 他觉得脸麻痒麻痒的 毒发了吗 他胡思乱想着 却不敢离开 虽然院子里没有人 此刻他开始观察这个院子 心里想着 这次死定了 不知道屋子里的人 怎么处理自己的尸体 正这样想着 他眼睛 落在了院子角落里的 那个石雕香炉上 也不知怎么的 他看到那个香炉 就挪不开眼睛了 因为这个香炉很奇怪 普通的香炉都是敞口的 可是这个香炉上面 还有个盖 正因为这样 香炉里面照不到阳光 就算是白天里面 也是黑漆漆的 李承勇有些好奇 想要过去看看 香炉里有什么 可就是在这个时候 香炉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露了出来 因为里面太黑 根本看不清楚 李承勇一步步地走了过去 突然他看清楚了 那居然是半张人脸 尤其是那眼神阴森可步 像是鬼魅一样 鬼啊 李承勇惊叫一声 瘫坐在地上 而那半张人脸 像是受到惊吓 刷的一下缩了回去 叶湘他们在屋里听到声音 全都跑了出来 都好奇地看着李承勇 什么鬼 瞎叫什么呢 叶湘看着李承勇不解地问道 李承勇哆哆嗦嗦地 指着那口石雕香炉 鬼 里面有鬼 刚才露出半张脸 此刻他面色煞白 毫无血色 叶湘心头一跳 不由看向石妹 石妹却是微微摇头 而后叶湘走了过去 伸头向香炉里看去 什么也没有 石雕香炉里的空间很小 就算是有人顶天 能装下一个婴儿 叶湘抓着香炉回头说道 里面什么也没有 可是刚说完这句话 他就感觉到 自己放在香炉口的手 被一个小小的冰凉的手抓住 叶湘一哆嗦 猛然回头看去 可是香炉里什么也没有 他的脸也白了 震惊地看向石妹 真的有人 石妹不由皱眉 疑惑地走了过去 上上下下地 大量了石雕香炉一遍 没发现什么异样的地方 于是石妹说道 没有任何波动 这就是个普通的香炉 突然叶湘又感觉 手被人抓住了 他这次没有大喊大叫 而是小声地对石妹说道 抓 抓住了 石妹不由皱眉 向香炉中看去 还是没有东西 没有啊 石妹疑惑地问道 叶湘收回了手 脸色发白地看着香炉 又回头看着脸色煞白的李承勇 他现在相信 李承勇刚才绝对看到了什么 而且叶湘还想到 当时黄毛卖给他这个院子的时候 价钱上太便宜了 叶湘就曾想过 这样的院子 就算是再破 卖的话两百万肯定没问题 毕竟这么大的院子 就算是地皮 也有两百万了 可是 黄毛居然一百万就卖给了他 而且 当时见到黄毛的时候是白天 可这家伙却在家里睡觉 为什么白天睡觉 如果说黄毛经常熬夜上网 或者去网吧通宵 所以才白天睡觉 又或者说 这个院子里 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晚上才出来 所以 黄毛晚上不敢在家 叶湘想到这里 一下子就怒了 回头看向蒋国柱 说道 老四 你还能联系上黄毛吗 他 你找他干什么 蒋国柱也被刚才的一惊一炸吓到了 现在还没缓过来 他这院子闹鬼 娘度我说他 怎么卖这么便宜 你现在就把他给我找来 马上 叶湘说着 拉着石妹 躲开那口石雕香炉 李承勇闻言 差点晕了过去 但还是壮着胆子说道 师父 我 我能走了吧 不能 正在气头上的叶湘 全身颤抖着说道 嘴里骂骂咧咧地嘟囔着 娘的 我当时怎么就没多想 她这么急着脱手 肯定有问题的 石妹此刻 站在叶湘背后 轻轻地帮她拍着后背 一句话也没说 但是石妹心中 却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她第一次 看到那口香炉的时候 就觉得有些眼熟 其实石妹住到这里后 也仔细研究过这个香炉 但这香炉身上的雕刻 没什么特别的 更没有符文撰刻 可石妹就是觉得 这口香炉眼熟 不过这段时间以来 并没发现什么 因此石妹也就放弃了 但今天这个李承勇 居然看到香炉里有人 叶湘也感觉到 香炉里有人抓她的手 石妹此刻 又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可不到最后一刻 她还不能确定自己想法 你现在不管有什么事 抓紧时间回来一趟 嗯 我知道 赶紧回来吧 蒋国柱的脸色也不好看 脸哄带片地说了好 那是个小孩子的脸 黑黑的笑脸上 带着凝笑 一双白皙的小手 扒着香炉边 刺眼的阳光下 中午的气温很热 可是院子里的所有人 走觉得后背 一阵阵的冒冷气 这是什么鬼东西 鬼 可是鬼白天能出来吗 不过 这世界上有鬼吗 人都说 未知的才是可怕的 一旦知道的 人的恐惧感 就会慢慢消失 叶湘深知这个道理 所以 当她真的看到 香炉这个小东西后 心头的那种惊恐 陡然消失了 脑子飞快地想着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是下一刻 这小家伙又缩回香炉里 夜香一个箭步 就到了香炉前 双臂一叫力 直接把这小一千斤的香炉 给举了起来 就这么 把香炉倒扣过来 像是倒东西一样 晃了几下 可是 除了从香炉里 飘出一些灰 其他的就什么也没有了 灰烬倒出来的瞬间 腾起了烟尘 扑了夜香一脸 气急的夜香 索性将香炉 横着扔到地上 喷了一声 香炉在地上砸出了坑 音音音 哭声 是小孩子的哭声 气气哀哀哀的 夜香停了 像是被人从头顶 倒了一盆凉水 可是他回头看向石妹 蒋国柱 黄毛 李承勇 他们全都是一脸的惊恐 夜香不解向他们走过去 还问道 怎么了 李承勇一屁股坐在地上 眼泪都下来了 哭着喊道 师父 妈呀 师父你可别过来 那东西在你头上 夜香一机灵 抬头想去看 可是人怎么可能 看到自己的头顶 不过他抬头的时候 却感觉后背吃溜一下 像是什么东西掉了下去 下一刻就感觉脚踝一疼 像是被咬了一口 低头赶紧去看 夜香却什么也没看到 不过他却从眼角看到 一个黑色的影子 搜的一下 钻进了香炉里 夜香冲到香炉边往里看去 里面依旧空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这还真是白天见鬼了 夜哥 蒋哥 勇哥 我走了 以后如果有事 随叫随到 黄毛此刻绷不住了 绕着香炉就跑了 出门的时候 连大门都忘了关 蒋国柱也给吓坏了 一把抱起小白 说道 老三啊 听说这东西爱咬小动物 那啥我今天就把小白带走了 走了呀 说着 蒋国柱抱起小白 三步并坐两步也走了 夜香一屁股坐在香炉边 低头看着自己脚踝上的齿痕 现在已经隐隐地有血渗出来了 这让夜香很吃惊 要知道他现在的身体强度 大卡车都拿他没办法 居然被这个不知名的东西 给咬出了血 如果刚才咬的不是他 而是别人 这一口 还不把脚脖子给咬断了 夜香觉得 这东西绝对不是鬼 却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此刻他看向李承勇 不由苦涩一笑说道 让徒弟看笑话了 李承勇惊魂未定地站了起来 连连摇头 说道 没有 绝对没有 师父力把山西气盖世 向羽举顶 师父举香炉 异曲同工 同样的力大无穷 胆气过人 行了 走吧 回去等我电话 不过这几天 把你已经练会的 认真练习几遍 等我把这里面的东西给弄出来 我再给你打电话 说着 夜香站了起来 可是脚刚一碰地面 立刻就缩了回去 一股钻心的剧痛 让他差点没晕过去 那感觉就像有根铁签子 从脚踝扎进来 直窜到心口 夜香不眠地眼前一黑 身形摇晃了一下 然后就感觉身后一软 是师妹眼几手快地过来 把他扶住了 李承勇站在那里想过去 却又不敢的样子 夜香看了就觉得好笑 对着他摆摆手说道 走吧 回头等我电话 放心这不算事 哎 我知道了 师父 李承勇小心翼翼地 贴着墙脚向外走 最后还把大门给关好了 所有人都走了 时妹扶着夜香回到屋里 坐在茶海前的椅子上 夜香说道 说吧 我可爱的老婆 你肯定已经猜到什么了 时妹笑而不语 反倒是拿来几个瓷瓶 然后把夜香受伤的脚踝 抱在怀里 在伤口上涂抹丹药 夜香此刻不由调侃地说道 哎呀 也不知道 我这要不要打狂犬疫苗 这小畜生 到底是什么东西 时妹扑斥一声笑了 但还是没说话 开始用纱布给夜香包扎伤口 夜香不耐地说道 这天很热的 不用包了吧 时妹白了夜香一眼 半个小时后 单要起了作用 夜香的脚踝不疼了 于是起身到了院子里 把香炉扶起来后 回到卧室 一到了卧室里 夜香就看到 时妹正跟小黑探看电视呢 索菲亚公主 夜香一看电视 上演的内容 在看时妹和小黑探 目不转睛的样子 一阵的无语 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 夜香问时妹 晚上吃什么 时妹说 给孩子带点奶粉回来吧 夜香文言手一顿 无语地回头 看着时妹 和坐在她怀里的小黑探 布游的心中一阵不爽 对着小黑探喊道 老爸给你买奶粉去 叫声爸爸 小黑探文言 扭头看向夜香 布游咧嘴哥哥笑了 那声音不再阴森恐怖 反而带着孩子般的 天真与纯洁 叫爸爸 夜香又说了一句 小家伙依旧看着夜香 哥哥的笑着 爸爸 夜香跑到床边 教小黑探说话 可谁知小黑探依旧 哥哥笑着 然后居然说出一个字 夜香一头磕在床上 还好床垫够软 无奈的她抬起头 叫我爸爸 爸爸 唉 时妹憋不住笑了 一把将小家伙 抱进自己怀中 说道 你快去吧 等你回来 咱们还要去洞天里看看呢 夜香愣了一下 问道 洞天 什么洞天 夏儿答应我了 同意让你我进去看看 你可别再惹她了 要不然不让你进去 我可帮不了你 夜香无奈地起身 拿起车钥匙 就出门去了 车子到了东海大学西门 他给蒋国柱去了电话 老四有空吗 出来陪我逛街 不去 我再陪小白 没空 电话挂了 夜香很纳闷了 这老四跟小白有什么好玩的 难道 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 心想 小白 没有画形的能力了 老四也没那么重口味 想着给王永坤打电话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 这货爱占小便宜 并且一旦知道自己去买奶粉 不知道这家伙会说什么 再翻翻手机 发现没什么人好叫的 索性把手机放下 一个人 开车上街去了 路上夜香怕自己回去的太晚 于是叫了份外卖 之后又给石妹去了条微信 外卖点好了 到了自己吃就是了 晚上可能会晚些回去 给孩子买东西 到哪去买 夜香没这方面的经验 虽然知道要去母婴店 可是哪有母婴店啊 不知不觉的 夜香就把车开到了东川市立医院 扭头一看 正对医院大门街边 一排的门面房中 就有两家母婴店 还好现在还不算晚 母婴店没关门 夜香靠边停车 一头就钻了进去 服务员是个欧巴桑 不过笑容很温柔 小伙子买点什么 奶粉 奶瓶 还是小孩子的衣服啊 或者是尿不湿 被欧巴桑这么一说 夜香突然发现 这些东西 他可能都用得上 都有必要买一些 都要 于是夜香没多想 直接说道 欧巴桑一看就是过来人 不由多看了夜香两眼 笑着说道 小伙子今年多大了 这么年轻就有了孩子 真不错 不过接下来 夜香就开始冒汗了 因为他根本不懂 婴儿需要的东西 欧巴桑问 你家宝宝多大了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还是一岁了 不同的阶段 孩子需要吃不同的奶粉 夜香一脸猛逼 欧巴桑问 孩子有多重 尿不湿要多大的 L XL XXL 夜香一脸黑线 欧巴桑问 奶瓶要多大的 100毫升的 200毫升的 是要普通树枝的 还是玻璃的 奶嘴要多大的 急孔的 小家伙有多高了 衣服要多大的 65 70 75 80 夜香已经要崩溃了 欧巴桑又问 要不要准备一些药啊 孩子容易吐奶 被点妈咪爱 可以促进小孩子的 肠道蠕动 对了 宝宝妈有没有回奶啊 吸奶 气要不要 夜香已经抓狂了 可天知道夜香怎么想的 足足在这家母婴店里 花了五千多块 这才抱着一大堆东西 回到车上 看着满满当当的后备香 夜香心里不由一阵唏嘘 当父母还真不易 孩子一出生 就要准备这么多东西 可是一想到家里 那个黑的跟铁疙瘩一样的 小家伙 夜香心里就一阵不爽 心想 自己是不是疯了 干嘛买这么多东西 龙宫海鲜楼是所以高档 是因为这里是 VIP会员制 夜香在16岁生日的时候 他老爸就送给他 一张这里的终生金卡 但夜香从来没自己来过这里 他平时太低调了 这是他第一次带别人来这里 进门后 服务员将他们带到前台 前台服务员很职业地微笑着说道 先生是本店贵宾 还是已有预约 夜香直接摸出金卡 放在柜台上 服务员看了一眼 在核对了金卡里的信息后 说道 先生 特殊的就餐需求 包厢 包房 还是大厅用餐 我要看海景 夜香很随意地说着 扭头看了看身边的高雅 此刻的高雅 已经满眼小星星了 因为在大学里 对于龙宫的传说中 就有身价上亿 才能有机会拿到金卡的传说 据说这金卡每年的年费 都要十几万的 他在心里暗自庆幸地想着 他终于碰到了 真正的豪门大哨了 其实高雅想得也不错 夜香还真是豪门大哨 不过 这已经是过去了 在服务生的带领下 夜香和高雅 被带到了顶楼的 一间玻璃包房里 从这里 可以将整个东海港 尽收眼底 向另一边 望去东川市的夜景 也能看得七七八八 尤其是玻璃的圆桌上 还插着一束新鲜的红玫瑰 十分地浪漫 高雅是那种很大胆的女生 只要那个男生对她的口味 她会按照自己的步骤 逐渐地放开自己 高雅和夜香一进入包间 服务生刚走 高雅一高兴地直蹦 哇 这里好美啊 谢谢学长 白天的时候 被香炉里那个小家伙给吓的 夜香心里就很窝火 于是他拉着高雅坐在 顺手拿起菜单翻开 直接点了一对澳洲龙虾 然后就开始看价格点菜 直接什么贵点什么 一路还点之后 夜香这才感觉 心中的闷气出来点 服务生更是带着 异样的目光询问道 先生您点的菜 这张桌子摆不下 还有您就不点一些酒水吗 夜香愣了一下 然后很是狂拽地说道 能不能摆下是你们的事 我就在这里就餐 酒水吗 说着夜香看向高雅 问道 你喜欢喝什么 高雅平时几乎不喝酒 可是学长问了 于是说道 学长自己看着办吧 我也不知道喝什么好 那就混血美人 威戴尔的夜香这么说着 高雅根本不懂酒 但光听混血美人这个词 就知道这酒不便宜 而且夜香刚才那霸气的说话方式 让高雅心中的那股闷气 也顺出来不少 其实夜香也不知道 这酒什么价格 只不过以前听老爸说过 吃海鲜适合配白酒 和冰白葡萄酒 所以就这么点了 于是 两个各怀心事的人 都憋了一肚子窝囊气的男女 在东川市最高档的海鲜楼的观景包厢里 聊着天吃着海鲜 消磨着时光 不过让夜香没想到的是 他点的菜的确有些多 海鲜楼方面 又额外在这里加了一张小桌子 才把所有的菜都摆上来 面对着满满的两桌子菜 夜香开始肉疼了 吃不了啊 不过 很快他就下定决心了 笑着对高雅说道 今天我不装君子 你也别装淑女 总之一个字 吃 吃饱了 咱们去海边散步 高雅看着眼前的荧幕 在看夜香那种表情 突然觉得 两人之间的感觉 拉近了很多 于是也笑着说道 好 听学长的 说着 高雅拿起了一只大龙虾 就这么狠狠一转 白白的虾肉露了出来 飘荡出诱人的鲜香味 夜香也学着高雅的样子 拿起一只龙虾 于是两人毫无形象地 饕餮起来 那感觉就像是 逃荒了三年的鸡鸣 突然看到了 一桌丰盛的宴席一样 混血美人冰白葡萄酒 被他们荡水一样喝下去 于是两人风卷残云的 就把满桌子的海鲜 吃了得七七八八 这让夜香也很意外 说实话 他吃得不熟 但是高雅也吃得不熟 今天夜香才明白 为什么总有人说 想吃饱别吃海鲜 酒足饭饱后 夜香有些微醺 他看着一脸笑容 还端着酒杯喝酒的高雅 突然觉得 这妹子很不错呀 够真 最起码在他面前没装 夜香叫来服务生 说道 结账 服务生很是恭敬地说道 先生 您的账单一共六万 夜香文言愣了一下 而后服务生说道 先生您点的食材 大多是进口的 其中还有几道是日料 价格自然就贵了一些 夜香肉疼啊 可是肉疼也要掏钱 谁让自己装逼来着 两人正恋地起劲 身后突然传来这么个声音 两人同时回头看去 一个身高一米九左右 狠壮的男生 站在他们身后 那表情几乎要喷出火来 于明浩 高雅有些发梦了 不知道这家伙 怎么在这里 不过他跟于明浩 已经正式分手了 现在这家伙突然冒出来 自然没什么好事 果然不等高雅和夜香开口 于明浩就恶狠狠地说道 我终于知道了 我说你怎么要跟我分手 原来你跟他搞到了一起 高雅文言 眼睛都红了 眼泪速速落下 却咬着牙说道 随便你怎么想 不过像你这样的渣男 我没什么好说的 从跟你在一起后 你花的都是我的钱 你一个大男人 居然吃软饭 现在还好意思 反过来质问我 我是你老公 你是我的 不管到什么时候 你都是我的 你这样做 是给我戴帽子 你跟我走 说着于明浩伸手 就要拉高雅 但却被高雅躲了过去 于明浩急了 直接扑向高雅 夜香一看这样 身形一闪 直接挡住了他 让开 于明浩被夜香 一只手撑住胸口 不能前进分毫 不由勃然大怒 说话的同时 挥手向夜香面门打来 夜香一闪身 直接远远地躲开了 速度太快 于明浩瞬间失去了目标 不由全身打了个冷战 不过很快 他就看到远处的夜香和高雅 狗男女给我站住 老子杀了你们 于明浩喊着 就冲了过去 夜香不由皱眉 不过更多的是意外 这于明浩 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 不过这家伙人缘不好 最明显的就是 抠门和占小便宜 王永坤已经够爱占小便宜的了 这家伙比王永坤更厉害 班级的每次集体活动 这货一次不拉 可以说到掏班费 这货就消失了 奖学金从大一到大二 一次不拉全都拿了 却一点表示也没有 其他班拿了奖学金的 不说请客吃饭 人家也会买点散装瓜子 分给班里人 可是这家伙 压根就是假装没这回事 因此 于明浩在他们班里有个外号 叫于不要脸 不过夜香还真的见识了 这于不要脸 居然把大一的计划给搞到手了 听高雅的话 两人还同居了 这是夜香没想到的 这还真应了那句话 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 这时 于明浩又扑了上来 夜香看着他 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轻轻退了高雅一把 说道 跑 而后夜香调动起全身的真气 猛然跟扑来的于明浩对了一拳 碰 巨大的响声在两人拳头撞击的瞬间响起 一股气流四散开来 吹得衣服咧咧作响 而此刻夜香也清楚地看到 在于明浩的腰间 居然有一块绿色的令牌 修真者 娘的 这会是修真者 不过这也能解释他 为什么会这么扣门的原因了 毕竟修真的花费巨大 不说别的 就是在凡人世界修炼 这花费也是很大的 更不要说 大部分修者 都奢望去洞天福地里修炼了 想来于明浩的钱 大部分都用来修炼了 所以他跟高雅在一起的时候 才会这么做的 不过这么做也太渣男了 花一个女孩子钱也就算了 可为什么人家都提出分手了 还不依不饶的 据想过后 两人双双被震退 夜香只觉丹田内真气翻滚 真气有些紊乱 而在看于明浩 显然也不好受 并且 他眼神狐疑地看着夜香 两酒后 于明浩先开口了 是修者 此刻高雅 已经跑出去很远了 夜香瞟了一眼 发现这丫头聚焦路边的邪警了 因此 夜香咧嘴笑了笑 说道 寻补快来了 怎么 你还要打 于明浩看了一眼高雅跑去的方向 冷冷地看着夜香 怎么你怕了 夜香摇摇头 笑着说道 俱会对开田 还有点搞头 不过 你不怕被寻补队发现吗 于明浩文言冷冷一笑 气势陡然攀升起来 你就是傻子 你不该说出你的修为的 刷 夜香就感觉身后一阵寒意 不过他没躲 而是将真气不边全身 呛 一声金铁交鸣之声响起 夜香只觉脑后 一股大力撞来 让他不免钱 冲向着地面栽去 不过夜香反应很快 顺势单手一撑地面 就是转身后 就看到一把飞剑 正好从他身后飞过 下意识的夜香一伸手 抓住了飞剑的剑柄 夜香开车回家 拿钥匙打开院门 把车开进院子 然后下车关门 做完这一切 夜香忽然觉得很麻烦 如果能装个遥控的电动门 就不用下车开门关门的了 这样想着 夜香走入黑漆漆的院子 香炉还在那里 夜香看了一眼 就觉得心烦 而后他迈步走进正厅 卧室的门关着 石妹和小家伙应该睡了 而夜香知道自己身上 应该有酒味 就算是在海边 吹了这么长时间的海风 酒味肯定还是有的 于是他去了浴室洗漱 不但洗了澡 还刷了牙 两只手捧着吹了口气 然后自己闻闻 没有酒味了 这才小心翼翼地摸进卧室里 卧室里没开灯 夜香摸黑上床 用手一点点地往床上摸着 可是从这头摸到那头 床上没人 夜香心头已经 机灵一下跳了起来 在门口开了灯 房间里的确没人 石妹不在 那个小家伙也不在 夜香一下子就慌了 石妹去哪了 难道被那个小家伙 带到洞天里去了 回到正厅找到手机 给石妹打电话 然后卧室里 响起了手机铃声 唇员 连手机也不知道拿着 夜香骂了一句跑到卧室 看着床头上的手机 她心里是真的急了 卧室的窗帘没拉上 夜香透过窗户 正好能看到那个香炉 此刻她心里别提有多窝火了 什么洞天 什么气怜 石妹现在都不见了 亏得自己还给那个小家伙 买了一后备香的东西 不过夜香很快冷静下来 任何抱怨都是浪费时间 她开始在卧室里查看起来 希望石妹能留下点线索 可惜没有任何发现 卧室里本就有些凌乱 夜香根本没有任何发现 走到院子里 围着香炉转了两圈 手摸在香炉上 有点凉 因为入秋了 香炉表面上有点潮湿 应该是入秋后 天气反潮造成的 突然也先看到香炉里有东西 伸手进去 摸出个一次性饭盒 这是外卖常用的 可这东西 为什么会在香炉里 夜香不解地看着饭盒 上面有两排细小的牙印 不用看是那个小东西咬的 看着牙印夜香 心里突然有种不好的想法 难道石妹被那个东西咬死了 不会的 怎么说 石妹也有助击的修为 差一点点就精丹了 不可能那么容易就 夜香没想下去 她一屁股坐在香炉前 想着石妹可能去什么地方了 突然夜香想到石妹的话 她说 如果这个香炉 是长白山皇家的东西 那么这就是那个洞天的入口 如果是入口 那么就有进入的方法 一想到之前 进入洞天福地的经历 夜香脑海中就有了个想法 洞天福地是根据令牌 来确认进入者的身份 然后进入者需要释放一点真气 来进行基础的身份验证 当然 那是在正法的辅助下 而这个香炉 应该是四百年前的东西 想来应该没有洞天福地那么先进 而如果是四百年前的人 他们如何确定进入者身份的 又或者 他们压根不确认 只是简单的真气输入香炉中 然后就能进到洞天里了 夜香看了一眼微信 石妹发回来的最后一条信息 是九点半以后 现在马上到午夜了 也就是说 石妹进入洞天福地两个半小时了 如果按照洞天福地的时间计算 十 在里面已经经历了一天时间了 如果只是进去看看 别说一天时间了 半天也够了 不对劲 夜香这么想着手 按在香炉上 尝试着将真气注入香炉内 或许这样 他就能进入洞天里 结果没有反应 不过想来也是 如果这么容易 就能进入洞天 也不会成为 长白山皇家的秘宝了 夜香打开院子里的灯 又把汽车的灯打开 香炉周围犹如白昼 夜香仔细观察起香炉来 白天的时候没看出什么来 可是到了晚上 被灯光这么一照 夜香还真有了一些发现 在香炉的内侧 有个手掌印 夜香比划了一下 手如果想要完全贴合上去 必须是左手 而在那个手印上 还有一些油剂 应该是饭盒掉在里面粘上的 想到这里 夜香把手贴上去 可是什么反应也没有 尝试着注入一些真气 香炉依旧没有反应 倒过了一个多小时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一点了 夜香有些着急了 我擦 夜香骂了一句 而后她的身体 就像是滚地葫芦一样 直接落在了一条青石街道上 就这么滚出去好远 最后 身体撞在一座石雕牌楼的石墩上 才停下 可是她刚起身走出去十多米 身后就传来轰隆一声 石雕的牌楼轰然倒塌 身上有些酸疼 除了有些瘀青外 并没有外伤 只不过 衣服就有些惨了 因为落地后那么剧烈地翻滚 衣服变成了一流流的 值得庆幸的是 在落地的瞬间夜香护住了手机 不过现在想来 夜香也觉得自己脑子抽了 都已经这样了 还想着保护手机 想归想 夜香还是仔细观察起周围的建筑 这里的建筑 大体上算是明朝的建筑 路边有着各种店铺 不过看房子的老旧程度 应该有些年头了 但这里有个很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 房子虽然老旧 却并没看到珠网和重铸的痕迹 而且 房屋也没有腐朽的迹象 最多是木质的门窗 因为过于干燥而开裂 夜香尝试着 推开了一些店铺的门 在里面走了一圈 没有人 没有尸体 有些地方的桌子上 和厨房的锅里 还有一些因为干燥 而变了样子的饭菜 最后 夜香在一家药铺里 转悠了很长时间 拉开那些放中药的小抽屉 里面的中药 看上去还能用 打开一坛密封的爹打酒 里面还有半坛子左右 不过闻了闻 早就没什么味道了 妈妈 哥哥 突然整个天地间 响起了那个小家伙的声音 夜香赶忙跑出中药铺子 仔细分辨声音传来的方向 而后选择了一个方向 就狂奔起来 此刻夜香没有发现 他脚上的那双鞋 早就破烂不堪了 不过这家伙 凭借身体异常的强度 向着他判断的方向 冲了出去 一口气跑了十多分钟 也不知道跑出去多远 两边的房屋不断变化 期间好像还经过了村庄农田 甚至还有巨大的城门 最后夜香停下的时候 居然是在一座大山前 而在进山的石阶前 有个石雕的牌楼 上面刻着几个刀劈腐靴的大字 长白山黄式小洞天 妈妈 妈妈 小家伙的声音再次响起 声音清晰了很多 夜香能够准确地 判断出声音传来的方向 应该就在这座山上 夜香石尖上 走了不知多长时间 终于隐约地 看到了山顶的建筑群 从这座山的半山腰开始 一座座灰红的宫殿 依山而建 依次向上 从下方看去 犹如一座十多层的宫殿式大厦 石妹 夜香边往上跑 边喊着 声音在大山上回荡 却没有回应 突然夜香发现 这里非常安静 有风雀无声 有树雀无鸟 所以 不管是山林中的大树 还是城市中的大树 都很是庞大 都在以一种 近乎野蛮的方式 不断地生长着 夜香的速度很快 几分钟后 就到了半山腰的宫殿前 站在这座宫殿前 夜香不由愣住了 因为眼前的宫殿内外 白骨森森 随处可见累累白骨 衣服已经疯化了 夜香从白骨边走过 衣服就因为夜香带动的气流 化为积粉 不过这样 也让一些好东西露了出来 夜香就在一具尸体上 看到了一枚造型古怪的班纸 这班纸周身 镶嵌了一圈不同颜色的宝石 夜香对着尸体磕了个头 然后从尸体上摘下戒指 尝试着灌注蒸汽进去 虽然蒸汽进入班纸的时候 有些组织感 但还是顺利地打开了 顺手 在其中摸索了一番 里面还真有不少好东西 最惹眼的是 一条雕作的披风 之后就是一套短剑 夜香把这套短剑 从班纸里拿出来 这套短剑一共有七把 每一把的剑柄上 都有一颗不同颜色的宝石 仔细观察之下 夜香发现 这宝石跟班纸上的 镶嵌的宝石颜色是一样 就连排列顺序也是一样 夜香大为好奇 于是抽出其中一把短剑 然后就在手指上试了一下 疼 夜香吃痛缩回手 然后震惊地看着这把短剑 要知道 就在不久前 于明浩用飞剑偷袭他 都没能让夜香的身体 破皮出血 而就是这么一把小小的短剑 居然轻而易举地 划破了夜香的手指 夜香吃惊之余 决定把这枚班纸先收好 于是就扔进了胸前的 储物项链里 地上的尸体很多 储物件 储物项链之类的也很多 夜香在这里剪得不亦乐乎 而他的心里 却在一直喊着 发财了 我擦 发财了 这些东西 如果一年后 去洞天福地卖掉 肯定值不少钱 夜香拿着手里的战卢剑 手都在发抖 要知道传说中 这是曾经在薛仁贵和岳飞手中 使用过的上古名剑 从战卢剑诞生之后 就有着无数的传说 曾有古人说过 战卢乃是凡人 铸就的神兵 凡人是无福消受的 因此 战卢剑的历任主人 都没有好下场 最典型的 就要数岳飞了 夜香看着手里的战卢剑 发纹跟吴王勾剑剑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夜香握在手中 却能感觉到有股热流 似乎把体内的真气点燃了 下意识的夜香 将真气注入战卢剑后 只觉剑身一阵光明后 居然在剑尖上 窜出三尺剑芒 夜香深呼吸的一下 高高举起战卢剑 竖着劈下 蹭 没有看到所谓的剑气 夜香看到的 是一道沟壑 顺着他面前的台阶裂开 不断地向山下蔓延 而后下方的五六座宫殿 全部从中整齐地裂开 当当当 夜香吃惊的同时 直接松开手中的战卢剑 不可置信地 看着这一剑之威 口中呢喃着 凡人助神兵 两久 夜香才从地上捡起战卢剑 而后长剑归翘 夜香把战卢剑 跟玉制腰带扣放在了一起 对于夜香来说 神兵力气和钱一样重要 在必要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保命的力气 之后夜香继续搜寻了一遍 不过这次他没仔细查看 但凡他能用真气打开的 储物类法宝和灵宝 他都先一股脑袋 全部收到他的储物项链中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夜香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里并没有白天和晚上的分别 而夜香从自身的感觉上来说 似乎已经过去了一天的时间 他要赶紧离开这里 毕竟在这里待的时间越久 十妹遇到危险的 可能就越大 所以夜香首先要找到十妹 然后带着十妹离开这里 当然希望那个气灵也在 这样的话 离开这里就很容易了 妈妈 气灵的声音再次传来 夜香激灵了一下 刚刚收好所有东西的他 转身向大殿后跑去 转过前厅后 夜香惊奇地发现 这最后一座大殿后面 还有一个后厅 在这里 夜香又看到了几具尸骨 不 应该说不是尸骨 而是干尸 一共有四具干尸 分别围坐在一个八仙桌边 四人笔直地 坐在太尸椅中 其中两人面前摆着纸墨笔验 夜香好奇地走了过去 希望能在这四人身上 有所收获 不过很可惜 除了桌子上的两张 写满字的宣纸外 这些人身上什么都没有 但是夜香却从宣纸上 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其中一人面前的宣纸上写着 天将战炉助女帧 九尾划行得领主 入关荡平中原寇 国寿296 而在这人对面的人 也写了一首诗 武当七星登仙部 赤火明珠而立国 皇家狼得洞天 守得天下276 看完两首诗夜香 又分别看了看两具干尸的脸 想来 这应该是胡皇两家后世的两位家主 至于他们为什么死在这里 看来是因为他们 也没法离开了吧 而八仙桌上另外两位 就有些意思了 因为这两位的发型上 就有些不同 一位的发型看上去 像是明朝人 另一位却是留着长长的辫子 想来是清朝人 夜香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难不成这位明朝的干尸 是皇家的老祖宗 而这位留着辫子的家伙 是胡家的老祖宗 因为夜香看到 这两具干尸给人的感觉 像是死亡的时间更久一些 皮肤都有些降紫色了 而写世的两位 反倒还有些正常皮肤的颜色 想来应该是清末前后死在这里的 不过一切都是猜测 而且 石妹虽然说 胡皇两家似乎是名存实亡的 可是现在的修真界 依旧没有将两个家族除名 想来这两个家族 还有后人在修真 可这些不关夜香的事 她现在搜刮了足够的宝物 下一步就是准备成功吃鸡了 而在夜香想要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八仙桌子中间 放着一块拳头大小的青石 看石头的质地 似乎跟香炉是一个材质的 难道说 夜香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伸手将这块青石 收入了项链中 之后 夜香就向店后跑去 不过让夜香没想到的是 从大店的后面开始 又是一间间的宫店群 比前面的那些宫店要大很多 依次排列而下 直到山脚下 夜香有些兴奋 同时也有些着急 到现在 她还没看到石妹的影子 如果找部石妹无法离开这里 她就算有再多的宝物 又有什么用吗 于 香炉边夜香坐在地上 怀里抱着七零仙 此刻她有点想哭的感觉 这洞天还真不是好去的地方 如果不知道出来的方法 以后她是不想再进去了 而石妹从夜香怀中接过仙 顺手把夜香拉了起来 一家三口人回到了卧室 夜香换上了睡衣 去浴室洗澡 之后才去车上 把从母婴店里买来的东西 拿了出来 石妹般仙冲了杯奶粉 小家伙才喝了两口 就抱着奶瓶睡着了 而夜香更快 躺在床上就睡过去了 她是真的太累了 就算她的项链中 还有那么多宝物 可是她是真的没精力 去查看了 一觉睡到了中午十二点 夜香睁开眼的时候 床上早就没了 石妹和仙的影子了 不过正厅里 传来仙咿咿咿咿的声音 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 想来是石妹在做饭 夜香揉了揉心松地睡眼 顺手摸起手机 就看到十几个未接电话 其中有昨天刚认识的高雅 还有老二王永坤 也有老四蒋国柱的 而夜香看了看时间 他们打电话的时间 全都在上午十点之前 搞什么管 老子什么时候成香伯伯 这么多人找我 夜香嘟囔着起床 这时 石妹从厨房里出来 看到夜香醒了 就说道 午饭做好了 你醒得还真是时候 夜香慵懒的一笑 搂住石妹亲了一口 虾儿看到后 小手捂住眼睛 嘴里发出了寒昏不清的奶声 丢丢 夜香文言对虾儿一笑 说道不丢丢 爸爸亲妈妈 不丢丢 说完就笑着洗漱去了 而石妹把馅儿从地上抱起来 把已经充好奶粉的奶瓶 递到小家伙手里 洗漱完后 夜香衣服都没换 就坐到了餐桌前 准备吃饭 而这个时候大门响了 夜香不由皱眉 嘴里嘟囔到 搞什么 吃饭的时候 谁会来 老四 说着 他就走到了院子里 开门后 一眼就看到了蒋国柱和王永坤 不是吧 你们两个都来蹭发啊 夜香不由笑着说道 而蒋国柱和王永坤 却是很严肃 一言不发地走到院子里 蒋国柱一看院子里的香炉 就躲开老远 嘴里说道 老三你是怎么得罪于名号了 夜香文言吃惊不朽 这老四是怎么知道的 可还没等他问出来 王永坤就说道 现在学校里贴满了这个 你自己看看吧 说着 王永坤把一张小广告贴纸递了过来 夜香只看了一眼就梦了 小广告内容如下 无耻之徒 经济系一六级二班学生夜香 第三者插足他人恋情 破坏他人感情 实实在在渣男一个 经济系一七级三班学生高雅 红杏出墙 给男朋友戴帽子 不守复道 对其男友造成严重的情感伤害 实实在在渣女一个 此二人勾搭成奸 真狗男女一对 夜香看着手里 这笔名片大不了多少的小广告 着实是哭笑不得 这俞明浩还真幼稚 居然用这种方式报复他们 他难道就不知道 这样做他也很丢人的吗 缓过来后的夜香 不由微微苦笑说道 我先吃饭 等我会儿 下午咱们一起去学校 王永坤文言老不客气地说道 我也没吃中午饭呢 正好不去外面吃了 就在你这人吃吧 说着 王永坤就往屋里钻 不过刚进去他就出来 一脸错愕地看着夜香 不可置信地问道 孩子 什么时候有的孩子 夜香尴尬一笑 还真不知道怎么解释 说道 这个一言难尽了 蒋国柱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色变得很难看 拉着王永坤说道 老二 咱们还是出去吃吧 回头让老三打电话就是了 也行 他都是有孩子的人了 伤不起啊 说着 王永坤和蒋国柱就走了 不过夜香却没急着回去 而是给高雅去了电话 你回学校了吗 夜香说 一大早就回去了 你看到那些小广告了吗 高雅有些担心地问道 没事 你等我下午去处理一下 放心吧 夜香故作轻松地说道 真的没事吗 要是让你女朋友知道 不会有事吧 高雅问 他 在家看孩子呢 孩子 你们都有孩子了 嗯 一言难尽 很难解释 孩子不是我们的 只能算是领养吧 夜香想高雅走了过去 高雅眼口而笑 说道 你刚才看到宋副校长了吧 他是我叫来的 是我告诉他 学校里的小广告 是于明浩贴的 就算不是他贴的 也是他故人贴的 夜香文言神秘一笑 仿佛明白了什么 以高雅的于明浩前女友的身份 再加上小广告的内容 由不得宋副校长不信 所以才有了夜香刚才看到的一幕 此刻他心里不得不佩服高雅了 一个女孩子 居然这么活得出去 于明浩这次 恐怕要倒霉了 不说别的 学校这种地方 有些事情是可以做到不了了之的 所以 一些大学生做事情 也就没什么机会的 可最怕的就是 有人举报 一旦被人举报了 那事情就很难善了 正所谓 名不举官不究 学校也是这样 毕竟一座大学里 少了说有五六千学生 多了说有一万多学生 更大的学校学生更多 而学校这个社会 是很独特的 在这里 如果完全按照社会那一套 很难行的通 因为学校里有学校的一套 所以一些事情发生后 只要不是非常恶劣的 一般会在校内解决 如果非常恶劣的 也要先让学校内部处理完 然后才会交给寻补局处理 这感觉像是古代的秀才 必须要急去公民 才能交给官府至罪一般 你还真活得出去 就怕这件事情后 会有那些不三不四的学生 找你麻烦 叶湘笑眯眯地说道 而高雅却是皱着小鼻子 很可爱的样子 说道 索雅 我这才来找你 你昨天可是说过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挡箭牌了 叶湘无辜地说道 大小剑 昨天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 我说的是 有我在于明浩只能先找我 不会先找你 都一样 反正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挡箭牌了 对了 下午我想去你家看看 顺便见一下嫂子 叶湘文言心头一跳 这丫头要干什么 难不成是去示威 这可不是明智的选择 石妹可是修者 虽然她不会招惹凡人 可是凡人招惹她的话 石妹肯定会反击的 就像中午出来的时候 石妹还跟自己说 真不行 就把于明浩解决了吧 那话说的 就跟于明浩是牲口 该杀的时候就杀 那感觉叶湘想想 就觉得脊背发凉 这个就算了吧 家里有孩子 很乱的 叶湘找个借口 想要搪塞过去 高雅多聪明的女人 怎么可能 让叶湘糊弄过去 笑着说道 我东西都买好了 小孩子的衣服和奶粉 这些东西都不能退的 叶湘更直接 那你给我吧 我带回去就是了 可是话一出口 高雅就用怪异的目光 看着叶湘 一言不发 叶湘被她看得发毛了 不由败下阵来 说道 这样 如果你不去 我再请你去一次龙宫 不稀罕 去过一次了 再去就没感觉了 凭她这么说 叶湘一阵的无语 而这时候 王永坤和蒋国柱凑了过来 我说老三啊 人家就是想去家里 看看你媳妇和孩子 有啥好拒绝的 这样我和老四爷一起去 算是陪高雅妹子一起的 叶湘狠狠瞪了王永坤一眼 哪都有你 怎么林可星不在家 就把你放出来了 王永坤黑黑一笑说道 他开的补习班开始了 你也知道 他是外语系的 教小孩子学英语很赚的 有王永坤凑热闹 这事儿算是躲不过去了 没办法 叶湘只好答应了 其实他是想找个机会 跟于明浩好好谈谈的 现在看是不行了 毕竟这货是隐患 昨天晚上在沙滩上 一听到自己比他修为低 这货就敢下杀手 而且被他打成那个样子 第二天还敢在学校里 贴这种小广告 虽然能起到的影响有限 不过这招还真够恶心人的 鬼知道他把小广告都贴哪了 就算学校里大力清理 也难保没有落网之余 一旦这些落网之余 被一些学生看到 肯定会在学校里 掀起一阵流言蜚语 可是看着他们 打着看孩子的名义 准备去家里做作 叶湘还真没理由拒绝了 于是一行四人就向叶湘家里走去 等他们到了叶湘家里 叶湘就看到李承勇 正在院子里练拳 当看到叶湘走入院子 李承勇很恭敬地拱手说道 师父您回来了 叶湘微微点头 说道 你继续 我几个朋友过来看看 是 师父 言 挂了电话 叶湘把正厅的门打开 说道 我擦 这玩儿 还好孩子不在这屋 王永坤更是狠狠地抽了口烟 说道 我滴个妈呀 熏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你妹啊 你还随身带臭袜子啊 我告你 以后路上碰见 别说我认识你 蒋国柱一脸无辜地看着他们 说道 我也是顺手放进去的 不过说来也奇怪 这个魔术道具还真不错 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的 可可嗨 叶湘连续咳嗽了几声 赶紧查开话题说道 老二 晚上如果没事 一块吃饭啊 听到去吃饭 王永坤就来了精神 也没去想蒋国柱说的什么 问道 这要看你去哪请了 你这孩子都有了 满月和百天一起请怎么样 规格可不能低了 叶湘白了他一眼说道 你随理吗 如果随理的话 我就好好请一场 不过 这要等老五和老六回来 哎 你不说我还奇怪呢 老五老六 不是老乡吗 我记得他们说过的 今年暑假提前过来的 怎么现在还没回来 再有几天可就开课了 王永坤这么说着 下意识地闻了闻烟盒 然后很嫌弃地扔给了蒋国柱 还把手里的半根烟给扔了 你妹的 老四 有你的 你把臭袜子跟烟放一起 说着王永坤就干呕起来 然后对着蒋国柱竖起了中指 你带的 啊 叶湘觉得又恶心又好笑 坐在那里捂着肚子 笑得都站不起来了 蒋国柱被烟盒砸在脸上 还下意识地闻了闻 皱了皱眉头 说道 不就是有点胃吗 说着还抽出一根 点着抽了起来 叶湘也受不了了 骂道 以后你少来我这儿 太恶心了 小白跟你能瘦的了 蒋国柱一脸的苦涩 说道 还说呢 要不是因为小白 我也不会把臭袜子扔这里 还不是因为小白受不了吗 叶湘一阵的无语 不过抽了抽鼻子 屋子里 还是有股咸咸的臭脚鸭子味 索性叶湘找出之前买的一些爱香点着 这才闻不到那股味道 说道 你大爷的 一会儿黄毛过来 估计还带着外人 你这不是害我吗 蒋国柱一听 抬起刚才捏过臭袜子的手闻了闻 不行 我去洗个手 叶湘一脸黑线 看着蒋国柱向卫生间跑去 喊道 老四 用洗衣粉 别用我的香皂和洗面奶 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 黄毛就来了 他还真带了个人 是个中年女性 不过看上去非常漂亮 是个很有味道的女人 叶湘只是闻了一下就差点吐了 好大的狐臭味 叶湘开始佩服自己的仙剑之名了 这爱香点的 还真够及时的 将人请进正厅里 王永坤和蒋国柱 很自觉地跑到院子里 跟李承勇聊天去了 之后三人相互介绍 叶湘知道 女人叫胡兰娟 来的目的是听说 黄毛家有个祖传的香炉 想要买下来 此刻黄毛咧嘴笑着 说道 叶哥 你看当初我把院子卖给你了 香炉可没说卖给你 现在胡姐 出嫁一个树 所以我今天是来看香炉的 叶湘一脸原来如此的表情 然后看着黄毛说道 这样啊 可是 这个香炉 我也很喜欢啊 而且合同里写着 这个院子里 只要是你留下的东西 都是属于我的 你现在要把这个香炉分离出来 你自己想想 合适吗 黄毛甘尬地笑着 说道 叶哥 小弟我不容易 你知道的 那香炉 是不是 是不是什么 你把话说清楚 叶湘看黄毛说话 吞吞吐吐的 很不客气地说道 胡兰娟扭头 看了一眼院子里的香炉 此刻开口说道 叶小弟 这个香炉属于谁我不在意 我只想把香炉买走 至于你们之间的那点事情 可不可以等我买走香炉后 你们自己掰扯 别啊 叶湘大咧咧地说道 到时候香炉没了 我们就更说不清了 黄毛也有些急了 一个劲得跟叶湘识眼色 嘴里说道 叶哥 你就答应吗 你这黄毛 我家的东西 有你说话的范吗 叶湘故作不耐烦地说道 胡兰娟不有皱眉 直接摸出支票本 刷刷地写了一通 然后往茶海上一拍 说道 一百五十万 这钱你们两家分 我现在就把香炉带走 说着 胡兰娟就要起身 叶湘却懒洋洋地喊道 等一下 还没问胡姐是哪人呢 胡兰娟身形一顿 扭头看着叶湘 说道 东北人 叶湘冷冷地一笑 说道 一身的胡骚味 该不会是新安岭的胡家吧 啪 十美美好气地 白了叶湘一眼 努努嘴说道 她还在呢 叶湘回头一看黄毛 愣住了 于是 走过去 一把将黄毛拉起来 而后叶湘说道 黄毛兄弟 你都看到什么了 黄毛哆哆嗦嗦地 已经说不出话了 叶湘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 说道 别紧张 没事的 你看到的这一切 只要不说出去 就没事 其实你说出去也没事 因为没人相信你 哥 叶哥 我错了 我错了 啪啪 黄毛边说边抽自己耳光 叶湘阻止了她 顺便帮她整理了一下衣服 老弟啊 遇见你 买下你家这个院子 那就是缘分 说实话 当初一百万的价格 的确有些低了 这样 这张一百五十万的支票给你 说着 叶湘把胡兰军的那张 一百五十万的支票 放到黄毛手里 哥 这钱我不能要啊 那胡姐不见了 我再领了她的钱 寻不会找我麻烦的 不过叶湘 还是把支票 塞到了黄毛手里 说道 对不对是你的事 这支票 我是给你了 行了 兄弟 回去吧 夕阳夕下 黄毛哆哆嗦嗦地 开车离开了 叶湘回头看了一眼 院子里的香炉 又看了看二楼的正厅 那里 除了摆着的单炉 房间里空得很 于是叶湘说道 把这东西弄二楼去吧 说着就要去爆香炉 可石妹却笑着一把 推开叶湘 说道 傻了不是 放到储物法宝里 上到二楼再拿出来 不就是了 叶湘一拍脑门 憨憨地笑着说道 看我傻的 可是一打开 自己的储物香链 叶湘就有些犯难了 因为里面 基本上已经放满了 密密麻麻的 都是从洞天里 搜刮的储物法宝 而且叶湘还发现 这储物项链里 如果放普通的东西 的确能装很多 可是 如果放同样是 储物类的法宝 那储物项链的空间 会缩小很多 现在储物项链里 放了有三四百枚 储物类法宝 项链里的空间 却已经满了 石妹看叶湘犯难的样子 不由问道 怎么了 满了 项链里面满了 叶湘有些为难地说道 石妹不解问道 那么大的空间 你都放什么了 有小四百多储物类法宝 什么 石妹瞪大了眼睛 一把拉起叶湘 到了卧室里 叶湘毫不犹豫 一股脑地 把所有储物戒 倒在了床上 石妹看着这些储物戒 随手拿起一个 真气灌住其中 居然能打开 这些储物法宝上 应该都有拥有者 留下的零食 想要打开 除非拥有者自己的真气 要不然 就要强行抹出 法宝上零食 叶湘文言挠了挠 想了一下 说道 零食 什么东西 这些储物法宝 最开始的时候 是有些难打开 可是我注入更多真气后 就能打开了 所有的都是这样 石妹不可置信地 看着叶湘 对啊 叶湘不解地说道 所有的我都是过了 还真没碰到打不开的 这些都是 我在那些大殿里的 尸骨身上搜刮来的 石妹文言 眼睛瞪得大大的 不是吧 我跟虾儿去的时候 也看到了 我也拿了一个 试了一下没打开 不过 我还是收了起来 想着找师傅 帮忙打开的 说着 石妹从床头上 拿起一块古朴的龙凤玉佩 递到叶湘手中 要不你试试 叶湘拿过玉佩 把真气注入玉佩中 时间不长 玉佩就打开了 然后把玉佩交给石妹 现在你试试 石妹疑惑地试了一下 果然玉佩的空间打开了 里面有着不少丹药 和稀有的药材 此刻石妹露出灿烂的笑容 说道 这么多药材 我可以炼丹了 驱慧丹 筑基丹 补气丹 我都要试试 叶湘咧嘴笑着 说道 这些还是你收起来吧 回头把里面的东西整理一下 知道了老公 石妹兴奋地说着 把仙往床上一放 就拿起她那个LV手包 开始往里面装 而叶湘默默地到了院子里 收起香炉后上了二楼 在二楼正厅放单炉的房间里 把香炉放在了单炉旁边 等叶湘回到一楼的时候 石妹正抱着仙 准备上二楼 叶湘说道 跟我去吃饭吧 石妹却说道 那只宝家仙还在洞天里 我一会儿跟仙进去收了它 我知道你不想杀伤 不过把它变得跟小白一样 当看家狗养着也不错 叶湘一阵无语 但还是问 张南扫了一眼现场 说道 一会儿再说 说着 拉了一把老五老六坐下 然后叶湘介绍了一下高雅和李承勇 饭局就开始了 可毕竟张南和老五老六心里有事 这顿饭虽然丰盛 可大家却胃同嚼辣 吃的是没滋没味的 终于最后一道菜上来的 一大盆二十多只缩子蟹 不过所有人都没动手 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叶湘问道 说吧 这事你们不说 这饭没法吃了 张南点了根烟 狠狠地抽了一口 说道 学校里的事 老三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人了 于明浩 高雅突然说道 张南意外地看向高雅 又看了看叶湘 不由地苦笑起来 说道 我明白了 说着 张南将一张A4纸大小的贴纸 放在桌子上 说道 自己看吧 叶湘疑惑拿了过来 看了一眼里面内容 上面写了他们宿舍里 所有人的个人信息 而且还在最后 写了大大的渣男二字 最后结尾的地方写着 老子于明浩 就是要恶心你们 让你们宿舍里的人 抢我女朋友 有种的来 跟我单挑啊 叶湘的脸色 也不好看起来 而这时 张南继续说道 今天我到学校的时候 正好看到学校贴出公告 于明浩被开除了 而那个时候 学校就已经贴满了这种东西 老五老六来得早 因为这个 还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 虽然班里没有人 站在于明浩这边 可是幸灾乐祸的人不少 老五黄有亮 把拳头握得直接发白 说道 我们来之前 校纪委还把我们几个叫了过去 问我们怎么得罪这个人 造成了这么大影响 还说我们宿舍 已经在学校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 校纪委正在考虑 是不是要给我们宿舍的所有人 一个大过处分 碰 老六个强一拳 砸在桌子上 娘的 老子刚回学校 就碰到这种事 莫名其妙的 高雅沉默了 他没想到余名浩这么难缠 居然会把事情搞到这一步 一切都是因为我 我去校纪委说清楚 说着高雅就向外走去 叶香一把拉住她 将她按回到椅子上 说道 没事 我当多大事呢 这件事 是我对不起兄弟们 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 余名浩是吗 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的 说着 叶香抓起一只梭子线 狠狠地一口咬开蟹前 使劲作了一口 说道 嗯 好吃 就算是要报仇也要吃饱了不是 而叶香心里想的是 当初就该听石妹的话 跟这个余名浩做个了结 这样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 就是 王永坤也来了精神 也抓起一只梭子线 说道 不是大过吗 没啥好怕的 不就是晚几个月 拿到学位证吗 不怕 老五老六也各自拿了一只 直接用牙咬开蟹壳 那恶狠狠的样 看在叶香眼里很难受 突然叶香像是想到了什么 看了看李承勇 把车钥匙丢给他 说道 承勇 开车把两位女士送回去 我们兄弟有事情要聊 是 师父 说着 李承勇起身出去开车 林可欣和高雅跟着走了 包房里 只剩下兄弟六人 叶香此刻看向张楠 问道 老大 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要不要说 张楠一口闷掉杯中酒 说道 都是自己兄弟 从大一到现在 咱们宿舍里的兄弟 没闹过一点矛盾 到现在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其实一个大过 对我和你没什么的 可这对老二 老四 老五 老六他们 太不公平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自己在墙 可是兄弟有事了 又能替他们扛多少呢 说吧 全凭个人意愿 好 叶香豁然站起身 端起手中酒杯 说道 咱们干了这杯酒 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跟你们说 这会改变你们的一生 王永坤疑惑地 看着叶香和张楠 但他心里很兴奋 心想 就知道他们有事情没说 看来是什么发财的路子 蒋国柱却是一脸 不情不愿的 叶香看了他一眼 心里却在苦笑 这货还是不幸啊 看来要下猛药才行 黄有亮和葛强 同样是一脸疑惑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相互对视了一眼 也端起了酒杯 干 张楠突然大喝一声 众人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然后叶香很认真地说道 其实这世界上是有修真者的 半个小时候 王永坤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讥讽地笑着说道 扯淡 还以为你们会说什么呢 搞了半天 给我们讲神话故事呢 还羞 真 骗鬼去吧 老五老六的脸色也很难看 看着叶香和张楠的感 龙宫海显楼的包房和包间 隔音效果是很好的 但是叶香就是听到了 而且很清楚 其实他上次到这里来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自己听力异常了 隔着两道门 叶香都能听到对面包间里的人说话 现在走廊里传来这样一句话 叶香不用多想 也知道 外面是于明浩的师傅 在请人吃饭 而这人的辈分还挺高 这让叶香心里有点慌 按照于明浩的年龄和修为来看 他不算有资质的人 如果这样 还有人收他为徒 那么 这人的修为应该很高 同时也是于明浩的直系亲属 如此想着 叶香开始推测 这个所谓的师爷是什么修为 一时间居然忘了自己 还有话要说 而是好奇地走到门口 悄悄地打开一道门缝 向外看去 无巧不巧的 叶香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居然是白凤笑 而搀扶着白凤笑的是于明浩 叶香愣了一下 可在他们就要下楼的时候 叶香猛地拉开门走了出去 而后故作巧遇地喊道 师兄 你也在这啊 白凤笑文言身形微微一顿 转身看来 不由脸色一变 笑着说道 小师弟啊 今天还真巧 我大徒弟带我来这里吃饭 刚刚结束正要走呢 叶香一听笑了 说道 先别走 平时没什么机会 今天我正拉着宿舍里的几个朋友 商量着 也要开始修炼 正说这件事呢 您是金丹大能 要不过来做做说两句 说着叶香不由分说的 一把拉起白凤笑的胳膊 就往自己的包间走去 也不管于明浩那张铁青的脸 等白凤笑被拉进包间里 房门直接关上了 于小楼脸色铁青地看着于明浩 气得哆哆嗦嗦地质问道 你不要告诉我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屈慧镜 于小楼不是傻子 叶香不可能只要巧出现在这里 而叶香第一次出现 就被江星收为徒弟 那之后 于小楼就有意避开叶香 不是因为别的 他是真的害怕 毕竟修真的世界中 越是修为高的人 越是心黑手狠 而这些人 虽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人 可如果他们有理由杀人的话 是绝对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毕竟一名修者 辛辛苦苦修炼出来的纯净真气 一旦被这些修为高的修者吸收 那可是相当于很长时间的苦修 江星是什么人 一个马上要渡原因节 进入出窍境的大能 而叶香是他的徒弟 如果有人惹到叶香 江星应该很乐意去杀掉那些人 因为他现在想要向前进步一点 如果没有外力的 辅助是很艰难的 如果能夺取他人的修为 江星绝对会去做 现在于明浩等于把刀子塞到了江星的手里 如果江星知道这件事 不但于明浩要死 就连于小楼也不见得有命火 啪 于明浩整个人都被抽飞了起来 而于小楼却是冷冷地看着倒地的于明浩说道 到车上跟我说话 说着于小楼就向楼下走去 于明浩惊疑地看着叔叔的背影跟了下去 包间里 叶香向众人介绍了白凤笑 然后在白凤笑怪异表情的注视下 叶香又点了几道菜 并让服务员把桌子上的残羹冷制撤下 等服务员下去后 叶香这才说道 我师兄白凤笑是金丹修者 是真正站在修真世界顶尖的那一小撮人 今天咱们在座的 除了老二 老六还不是修者 其他人多多少少都算是入门了 我去会静 老大张男练体静 估计也快练气静了 老四蒋国柱练气静 老六修为最高有开天的修为 说着叶香看向白凤笑 说道 今天巧遇凤笑师兄 主要是请你给我们这些人提点意见 修真不容易 但是做个凡人更不易 师兄您看 白凤笑苦涩的一笑 微微摇头说道 你呀 我还真没看出来 你小子一天不搞事情就疲痒 行了 我就说说吧 修真需要钱 很多的钱 没钱就别修真 想要飞天遁地不是不可以 太平洋上避开几个国际航道 随便你怎么飞 可是 你们如果没有钱 还想修真 我说句不好听的 这样做 除了让你活得长 没啥好处 说着 白凤笑看向王永坤和葛强 说道 就你们两个不是修者 所以你们要好好想想 修真是逆天形 用一句 金丹镜之后的修者 常说的那句话 顶尖的修者是鱼 垂掉这些修者的是仙人 你被仙人选中吊上去 是好使坏还未可知 或许你会被仙人 清蒸红烧了 或许你会被仙人 放入仙池中养着 亦或者 你会被扔回来 所以修真是为什么 你们现在最好有个目标 严必白凤笑要走 却被叶香拉住了 笑着问道 哎 师兄别走 师弟 还有句话要问 白凤笑坐 出了龙宫海鲜楼 白凤笑拉着叶香 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里 说道 那个愚名号 你打算怎么处理 师兄帮你办了 叶香若有所思地想了想 问道 师兄觉得应该怎样 白凤笑文言有些意外 不过想了想说道 你还是要尽快转变思想 修真世界中任何的善良举动 都不会有好结果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如果 废了俞明号 会引来更多的报复 倒不如不搭理他 叶香这么说道 白凤笑很意外 而后连连摇头 说道 人是会成长的 而在人成长的过程中 仇恨 愤怒 爱情 嫉妒 都会成为成长的养分 俞明号 这人在我看来 小气善度 如果让他有了成长的空间 他会不择手段的 而且 这人擅长探人底线 他的那个女朋友 就是个例子 不断地退让迁就他 最后让他追到家里大闹 师弟 我想让你明白 对威胁不到自己的人善良没关系 但是对这种得寸进尺的人善良 这叫啥 我看也别让你做决定了 废了他吧 言毕白凤笑 拍拍叶香肩膀 突然很神秘地说道 其实在这次之前 我是把你当作我的竞争对手的 不过这次见到你后 我觉得你不是 或许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而不是师兄弟 叶香尴尬地笑着 不过他心里却是一阵阵的后怕 正如白凤笑说的 于明浩是那种小气 且得寸进尺的人 这家伙也很会试探别人的底线 当他找到自以为的安全距离 会更进一步地向下试探 这种人最可怕 一旦他成功了 最后换回来的 可能就是一场灾难 师弟受教了 还希望日后有机会 能跟师兄交流一下修炼心得 叶香真诚地拱拱手说道 白凤笑笑了笑 说道 好 你只要有机会 随时到小凤祥找我 我每天都在那里 走了 言碧白凤笑身形一闪 消失在原地 叶香本能地抬头看去 却只能看到个模糊的影子 很快就消失了 回到车边 叶香发现其他人都在 于是他跟李承勇说了声 然后走了过去 怎么都没走啊 叶香笑着说道 王永坤拍着鼓鼓的肚子 笑着说道 我就有一个疑问 修真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 蒋国住在一边帮腔 到底是不是真的 叶香是真的无语了 他看向张楠和黄有亮 哭笑不得地说道 老四 你是老天爷派来搞笑的吗 你压都练气静的修为了 还在我家院子里修炼了一下午 你现在问我 修真是不是真的 你手上还带着我老爷 送你的储物件 张楠是大师兄都没有 你个后来拜师的 反倒得了一个 还在怀疑这个 你脑子没病吧 蒋国住愣正地 看着手上的戒指 说道 这不就是个魔术道具吗 有什么 大不了我不要了 叶香是真的怒了 扭头看着张楠 问道 老大 我看还是告诉他吧 或许受点刺激 这货 才能看清现实 张楠皱眉微微点头 什么也没说 于是 叶香调整了一下情绪 问道 老四 你有多久没见到 你那个积电系的女朋友了 她叫什么来着 蒋国住愣了一下 突兀地说道 何亚军 你不提我还想问你呢 她呢 跟你们去了一趟封城 回来后 她就失踪了 她一直在你身边 叶香表情严肃 瞪着蒋国住 她一直陪在你身边 你好好想想 不可能 蒋国住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都变了 有些惊慌 有些伤感 有些不愿相信 她没在我身边 没有 我回来后就没见到过她 小白呢 你总见过小白吧 叶香严肃地说道 你那天在帝王烧烤看到了什么 还记得吗 蒋国住听到帝王烧烤四个字 整个人就僵在了那里 叶香继续说道 那天在我外公家 你醒来之后 看到了什么 应该还记得吧 蒋国住全身都在发抖 嘴里不断说着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小白 何亚军 他们 不可能 老三你别说了 这不可能的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你亲眼看到的 难道也不可能吗 叶香压低了声音 但是声音中的愤怒却很明显 你大爷的蒋国住 我想 你都谁更清楚 你根本没失意 你就是不想面对 你不想承认 那个陪了你一个学期的女朋友 是一条青狼腰吧 不是 现实不是这样的 我要去找亚军 你们都疯了 亚军他在学校 我要回学校 我要去找亚军 蒋国住全身颤抖着 脚步踉跄地走着 可是走了没两步 他一头栽倒在地 嚎啕大哭起来 声音凄厉直达天际 他 叶香让李承勇先回家 之后 才自己开车回了家 到了家里 打开大门的一刻 叶香被吓了一哆嗦 因为院子里蹲着 只知一人多高的金毛狐狸 不过叶香很快就想明白了 他应该就是 之前那位新安岭狐家的保驾县了 想到这里 叶香没搭理他 而是把车开进院子里 关上大门上了二楼 二楼正厅中 蓝绿色的火光明灭 石妹打坐在单炉前 而仙儿就趴在石妹的腿上睡觉 叶香看着他们微微一笑 并没去打搅石妹 而是默默地回到一楼 一眼就看到了金毛狐狸 或许是今天晚上的事情 有些压抑 因为在白凤啸那番话之后 叶香发现 他之前觉得自己 还算是有大格局 还算是能正确地面对修真这事 其实压根不是这样 可是白凤啸说了之后 叶香突然明白过来 其实有些事 如果不是石妹在后面兜底 恐怕他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如果有一天 石妹不在自己身边 哪怕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他如果还保持之前的那种心态 就很容易招惹上一些麻烦 就比如 于明浩用他看似幼稚的手段 报复了他和高雅 以及叶香宿舍里的其他人后 叶香才发现 招惹了一个疯子 他就算做出再幼稚的报复 最后恶心的还是他 更何况 这个疯子还是修真者 而叶香居然还想着 如果可以 小小地教训一下 不用废掉对方的修为 现在想来 真贪娘的可笑 而听白凤啸的话后 叶香突然发现 因为他开始修真 身边朋友的命运也在改变 他就想到了 父亲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他说 蜘蛛侠中那句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很对 但也不对 如果你的能力很大 却无法保护身边人的时 你位置的闲着 就是让你身边的人变得强大 如果你做不到 那么就别做他朋友 叶香现在才明白 父亲话中的意思 兄弟 社友 同窗 爱的人 爱他的人 他有责任去保护 这是一个人成为社会人后 所拥有的义务和责任 不去承担这些 就永远长不大 叶香今天收获颇多 他心中有了一道名物 若是朋友可交 若是对方对你真诚 就算只是个值得利用的人 那你就有保护他的责任 否则你无法立足在这个社会上 当然 这一切都建立在 叶香目前的处境之上 毕竟来着修真世界的未知威胁 以及修真世界独特的社会形态 让叶香感到了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其实叶香这两年过得很不顺心 小的时候 父亲叶玲给她了一个 非常有安全感的生活 虽然从小没有新生母亲的爱护 但是父亲叶玲 教会了叶香 如何身为豪门公子哥 却要学着去低调的生活 逐渐的 叶香从低调的生活中 体会到安全感 但是父亲叶玲去世后 叶香彻底失去了安全感 她突然发现 她在这个世界上 居然只有一个亲人 那就是父亲 至于后妈邢雅娟 叶香从没拿她当做亲人 叶家也是这样 毫无安全感地生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叶香终于明白了一个问题 她不再是孩子了 她要学着长大 学着去扛起一些责任 她现在就是个孤儿 无父无母 她要依靠的就是朋友 而且 她要把这些人凝聚在一起 否则 她终究是孤家寡人 叶香一坐在金毛狐狸身边 自言自语地说道 人知道重性守诺 受之到活命繁衍 天知道万法自然 金毛狐狸嗷嗷嗷嗷地叫了两声 像是在说话 而后对着叶香微微点头 像是在表达感谢 叶香看着她 微微地摇头 谢我吗 谢我什么 你都不能化形了 不难过吗 金毛狐狸微微摇头 反而露出了个人心化的笑脸 这让叶香觉得有些诡异恐怖 不过狐狸脸上没有杀气 这让叶香舒服了不少 你以后就叫小金 大名胡金 我的朋友 叶香说得很真诚 然后摸着狐狸身上 蓬松软绵的毛发 又说道 石妹还挺喜欢你的 居然还给你洗了澡 这样也好 之前你的味道太大 以后记得每天洗澡 小金听到新名字 还是很高兴的 可是听到叶香后面的话 却生气地扭过头 不搭理她了 叶香微微一笑 站起身伸了身懒腰 她想到了蒋国柱 这会儿今天晚上不好过呀 而后 她就在院子里 按照她的修炼方法 开始按照那套功法套路修炼起来 其实叶香现在不用 刻意修炼也没事的 因为她无意间悟出的吐纳 配合行器的修炼方法 能让她在呼吸的同时 不断地让真气在体内流动 而叶香 看过石妹给她选的那些 功法秘籍 和解析类的书籍 其中就说到 炼体 炼 二楼正厅中 一道漆黑的木门 立在正厅的中间 石妹抱着仙 推开这道门 让所有人依次进入 有瞎带路 这次进入冻天 叶香直接出现在了古城中 其他人看着眼前 这个静悄悄的世界 全都变得呼吸粗重起来 张南虽然去过 封城叶家的小天地 可眼前的这座古城 还是让她难以平复 激动的心情 蒋国柱带着小白一起过来的 一人一狗 也都默默地 看着周围的景色 一言不发 黄有亮最为激动 她呼吸最为粗重 而且她的眼睛已经红了 葛强和王永坤 本就是凡人没有修为 看着古城的样子 除了惊恐还是惊恐 王永坤更是最先打破瓶颈 嗷嗷叫着 穿越了 我们穿越了 老三 你说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 葛强可能是因为太紧张 直接坐倒在地 说是笑吧 可是眼中有泪 说是高兴的 可是脸上的惊恐 却那么明显 叶香心里明白 他们俩这是吓的 昨天晚上 叶香那么卖力地解释 可王永坤和葛强 毕竟是门外汉 所以他们根本不信 可是现在现实摆在眼前 巨大的反差 与现实的强烈冲击 让他们感觉到不真实 竟然让身体产生了一些过激反应 叶香知道 现在什么都不用说 就让他们自己在这里溜达溜达 随便看看 只有他们自己 对这里认可了 才能继续说接下来的事 此刻叶香看向李承勇 发现这家伙 比王永坤和葛强强不了多少 于是叶香走过去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被吓到了吧 不过你放心 这里除了我们几个大活人 没有其他人 你在这里走走看看 先熟悉一下环境 之后 咱们再商量 怎么把这里利用起来 李承勇深深地呼吸一下 对着叶香点点头 几乎是哭着说道 老子这次真的走了狗屎运 居然败了位 先师父 师父您放心 以后您说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叶香笑了笑拍拍他的肩膀 拉着石妹走开了 离开人群一段距离后 叶香问道 胡兰娟是怎么回事 她 其实她不该进入这里的 洞天和之前我们进入的洞天伏地不同 现在的这个洞天 是天然形成的 而天然形成的洞天 有破坏的效果 任何东西以唤醒的方式进来 都会被强行抹去唤醒 严重的 还会被抹去修为 胡兰娟就有些倒霉 我找她的时候 她已经被抹去了一层修为 叶香得知原因后 微微点头 这小狐狸 还真有点愚衷 其实她大可不必进来的 而此刻 侠儿咿咿呀呀地嚷嚷起来 石妹很耐心地听着侠儿说话 看样子 像是能听懂一样 叶香笑着说道 这你也能听懂 石妹笑眯眯地说道 能啊 侠儿是在说 她会给你们每人一块令牌 以后你们进去喝出来的时候 就不用找她了 这也可以 叶香吃惊地说道 为什么不可以 你以为洞天福地给你的令牌 是干什么用的 是不是洞天都有这样的功能 不过叶香刚说完 就感觉手指上传来一阵剧痛 低头看去 侠儿咬住了叶香的食指 此刻正在瞬息着 侠儿松口 很疼呢 叶香叫着 而石妹却笑眯眯地说道 别乱叫了 侠儿在血迹认主 从此之后 你可以随时随地进入这里 叶香文言不解地问道 这洞天不就是那个香炉吗 石妹却是摇头说道 洞天和洞天福地不一样 那个香炉只是一个入口 洞天存在于任何地方 而且 一旦与某位修者血迹认主 那么这个人不论在什么地方 都能进入洞天 也就是说 以后你就不用令牌了 不过他们 还是要令牌的 毕竟侠儿 是因为才让他们进来的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们利用这里修炼 侠儿就只能一人给他们一块令牌 方便出入了 侠儿松开嘴 笑眯眯地看着叶香 咿咿呀呀的 而这次叶香居然听懂了侠儿的话 那意思是以后 你要是对我不好 我就把您关在这里 不让你出去 叶香捏了捏侠儿的小臂指说道 放心了 老爸会对侠儿好的 可叶香刚说完 侠儿突然消失了 这让他心头一紧 石妹看叶香紧张的样子 说道 侠儿毕竟是洞天的气灵 长时间在外面对她不好 她现在回去了 而现在你可以随时随地带她们离开 听石妹这么一说 叶香突然有种奇妙的感觉 似乎这一方天地 她能完全掌控 甚至于张南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干什么她都能 叶香觉得 蒋国柱的想法很荒谬 她居然要淹了小白 原因就是 小白是公的 可所有人都已经知道 小白与蒋国柱的关系了 至于他们知不知道 小白是公的 这些都是后话了 但叶香最不能接受的是 蒋国柱如果真的还爱和亚如 为什么还要淹了小白呢 去损伤爱人的身体 她狠得下心吗 于是 叶香很认真地问道 别的我什么也不说 我就问你一句 你舍得吗 蒋国柱被这句话噎住了 脸憋得通红 老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 可能她的心里也不舍吧 不过叶香却没想到 蒋国柱居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既然小白想做女人 那么我就帮她完成愿望 听到这番话 叶香明显看到 小白的后腿一夹 惊恐地看着蒋国柱 眼睛里都有了泪花 叶香无奈地摇头 心里想着 我擦 这老四美脑子是美脑子 一旦有了什么想法 还真敢去做 而且还美其名约 帮小白达成心愿 不过叶香也很无奈 既然她都这么说了 自己也没理由反对 毕竟狗主人是她 不是自己 于是 叶香看了一眼小白 无奈地说道 小白你就认命吧 谁让她是你的主人呢 然后叶香就看到 小白躺在地上装死 却被蒋国柱抱起来向外走 叶香跟石妹说了一声 叮嘱李承勇好好练功后 就开车带着一人一狗 去宠物医院了 烟狗在大多数养狗的人中很常见 尤其是大型犬最常见 毕竟女人养了这种大型犬 如果没把狗给烟了的话 是很危险的 当然 女人会面对怎样的威胁 大家心里都清楚 所以 烟狗是很常见的 当叶香带着蒋国柱 到了宠物医院后 负责接待的小护士 一看到小白 就喜欢得不得了 毕竟长得跟二哈一样 还带着点萌萌的感觉 还是很招人喜欢的 尤其是小白的体型很大 后腿站立起来接近两米 是罕见的巨型犬 而小护士的一句话 就让叶香明白 小白这次是 在劫难逃了 您是来给狗狗做劫渣的吧 小护士笑眯眯的样子 非常肯定地说出这番话后 蒋国柱稍稍犹豫后 点了点头 而小护士看了看蒋国柱 又说了一句 找了女朋友决定在一起后 这件事是 必须要做的 毕竟大型犬一旦失控后 是很危险的 你懂的 叶香无语了 看来这是共识 难道就没有人像他一样 觉得对小白很不公吗 他看着被蒋国柱 抱在怀里的小白 而小白已经绝望了 此刻小白有种 生无可恋的感觉 搭拉着脑袋 舌头伸出来好长 交了钱后 兽医过来对小白检查了一番 叶香心想 这些家伙还是兽医 难道没看出来 小白是狼吗 不过 狼和狗有区别吗 尤其是一头傻狼和二哈之间 似乎除了外形上的区别 其他部位貌似没有区别 而且 小白还是一头长得像二哈的傻狼 叶香一闭眼 心里默默地说道 祝你好运了小白 愿你在化形时 变成个男人 麻醉做好了 小白 要进手术室了 蒋国柱这时问道 医生我能进去看吗 变态啊 叶香心里机灵一下 心想这是烟狗 你忍心看吗 但看到蒋国柱坚定的眼神 兽医却是摇了摇头 说道 一共十分钟的手术 你看个屁啊 让开 要关门了 说是十分钟 其实手术时间根本没那么长 当小白被推出来 放到病床上输液的时候 叶香不由感叹起来 看看这些来宠物医院的人 再看看这些宠物的待遇 完全不比人差多少 专门给宠物做的病床 还要给宠物玩耍的地方 有些宠物主人 还一口一个儿子 女儿地叫着 这让叶香觉得很不自在 至于吗 可是一想到家里的小金 叶香似乎也能接受这些 但还是觉得夸张 小护士过来了 拿着个玻璃瓶子 里面装着一坨血淋淋的肉 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还留着吗 不留着 我们可以帮你销毁 或者你拿回去泡酒喝 叶香刚买了一瓶矿泉水 刚喝了一口 差点就喷了出来 这东西能泡酒喝 叶香不可置信地问道 当然 这可是大补的 尤其是这两颗蛋 不过看你们这么年轻 也是不知道了 其实经常有中年人 来我们这里求购的 一颗一千 都有人抢着买 蒋国柱文言 眼睛都红了 这时 李承勇回来了 院子里 还有其他人的声音 我说这些东西放哪 放院子里行不 李承勇三两步 跑到了正厅里 问道 师傅 我弄来了不少家具 你看这些东西怎么弄 叶香看着 被自己捏成粉的杯子 缓步走到院子里 说道 先放院子里 李承勇点头笑着 跑到院子里 跟那些人说着 然后一些大大小小的家具 和一切其他的东西 就送了过来 这时 师妹从二楼阳台上露出头 问道 这都是些什么呀 汽油发电机 还有一些家具 李承勇乐呵呵地说道 而叶香对着李承勇白白手 说道 我记得我是教你好好练功 你怎么 李承勇折指楼上 说道 师母让我弄的 还给了我不少钱 你说我这 行了 我知道了 这样 你这两天我给你一些钱 你看着采购 再去找个地方 弄租个库房 把东西都先送到那里去 回头 我往你往里运 李承勇乐开了花 说道 知道了师父 放心我肯定会办得妥妥的 叶香想了想 又说道 还有 你去买一些蚯蚓 蜈蚣 油盐 蛇无毒的那种 还有虫子 各种虫子 再买点那种小鸡 就那种没退毛的毛茸茸的那种 多要点 再去市场上 买些鹦鹉 八个 鸽子 反正就是鸟 知道吗 然后抓点老鼠 一对就行 这东西不要多了 最后买上几对小猫 弄几条土狗 什么二哈 磨叶的不要 就要吐狗 对了 还有鱼 不过你别急着买 等我 让你买的时候再说 李承勇听得一脸猛逼 不是 师父 你这是要干什么 后面的我能理解 可是你前面说的那些什么 蚯蚓 蜈蚣 油盐 这些东西 能干什么用啊 叶香不解释 而是笑着说道 你现在就先把这些东西给我弄来 尤其是我最开始说的这几样 马上弄来明白吗 李承勇跟叶香一样 生在东海 长在东海 没干过农活 根本不知道这些虫子有什么用 而叶香不一样 在他童年时期 叶香的父亲叶灵 一直保持着种地的习惯 叶香经常跟父亲一起干农活 就算是现在 在邢雅娟和叶家住的那栋别墅后面 还有一块地 叶灵种地的喜欢是 不用化肥 很少人工翻地 而是从别的地方 找来一些虫子放到土里 来保证土地的松弛 因此 叶香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 毕竟洞天里的生态很微妙 稍稍有些不注意 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叶香的办法就是 能靠虫子解决的 坚决不用人力解决 目前这个洞天要完善的 就是内部的生物圈 而香让这个生物圈 能够长久地运作下去 土里的虫子是重中之重 之后才是一系列的小动物 至于猛兽洞天里 根本不需要 因为只要有小金和小白在 它们本身就是猛兽 那些小动物 就是它们的口粮 叶香也不怕它们吃光了 因为吃光了可以再买 如果吃不了 完全可以再买几只狐狸进去 保证把兔子 老鼠什么的控制住 大自然美妙的地方就是 可控制的能活下来 不可控制的就毁灭掉 当然 人类的出现 稍稍让大自然改变了一些 可是叶香觉得 就目前人类的发展速度 早晚会被回大自然给灭了 作为经济系的学生 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关系 是很敏感的 而社会中最敏感的东西 就是一句程度 叶香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在目前全球范围内 所有的超级城市 都已经滑落到一居红线之下了 也就是说 全球所有人口在一千万以上的大城市 已经不适合人类生活了 而且 每年还有更多的城市 在不断地滑落到这个红线之下 可人类之所以像这样的城市涌入 其实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而是为了欲望 叶香看着李承勇不解的离开 脸上才露出个浅浅的笑容 东西搬完后 叶香就看到石妹下了楼 然后李承勇就看到 一院子的东西 就这么装进了石妹手上的一枚戒指里 这一幕 看得他是目瞪口呆 好半天没回过神 直到叶香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这才回过神 然后李承勇直接就跪在了野饷面前 说道 师父 师父 这 这 别这么惊讶 等你真的开始修炼了 你也可以的 而且很快 而叶香看着洞天中间 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还有位于草原中间的 那棵像雨伞般的树 叶香不由眯起眼睛 仔细看起那棵大树 隐隐的叶香觉得 那棵树好像是柳树 再看那些犹如绒毛的草 这感觉像是这片草原 并不是什么草原 而像是一只体型庞大的动物 它只不过是把自己后背 或者肚皮露出了地面 身体隐藏在了地下 不过什么样的动物 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身躯 单单是一个后背 或者肚皮 就可以有这么大面积 叶香这样想着 不由微微摇头 而现在 它更想去那棵大树 于是 叶香迈步走入草原 而后开始狂奔起来 随着不断的加快速度 叶香能感觉到 耳边呼呼的风声 渐渐地 它开始感觉风吹在脸上有些发疼 手在脸上抹了一把 发现没什么事 但却不敢再加快速度了 可是它看到的那棵大树 却依旧是那么远 叶香再次加快脚步 向着大树的方向狂奔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叶香终于发现 大树的大小开始有了变化 远方的树明显地变大了 于是叶香再次加快了速度 也不去管脸上的疼痛 因为叶香很清楚 它现在身体的强度 想要被风在脸上吹出口子来 根本不可能 终于叶香到了大树下 不过这可树的高度 还是让叶香惊讶不已 根叶香的猜测不错 这是一棵柳树 而它暴露在外面的根 就有两层楼这么粗 叶香站在柳树下 就犹如进入了夜晚 一丝光线也没有 黑漆漆的 大树下特别地阴凉 甚至有些冷 空气中有着腐臭的气味 但是叶香却能感受到 在它储物界里放着的那块青石 和战炉剑有了反应 此刻叶香将青石和战炉剑拿了出来 青石散发出青色光滑 照亮了很大一片地方 而战炉剑微微颤抖着 发出一声声枪枪的剑鸣 而青铜的剑鸟也开始碎裂 叶香握着剑饼的手 需要很大力气 才能抓住战炉剑 可最先脱手而出的 却是散发着光泽的青石 只见青石脱手而出后 直接飞入柳树的根部 消失不见了 之后 整棵柳树都开始发光起来 数不清的枝叶 像是被风吹过 发出花花的声响 听上去像是海浪的声音 而叶香手里 那把战炉剑 也在树叶声响起的同时 脱手飞出 直接没入叶香脚下的地面 只留下剑饼在外面 叶香想要弯腰拔出来 可就在她弯腰的瞬间 却愕然发现 她自己也发生了变化 她的双腿 居然变成了两棵树 而且她的腰部 也开始发生变化 居然有一层层的树皮 逐渐向上覆盖蔓延上来 可叶香此刻却并不惊慌 因为丹田里那两棵天结木丹 化作的柳树 居然不见了 留在丹田中 只是两棵圆溜溜的天结木丹 一股股的青绿色真气 从天结木丹中散发出来 逐渐蔓延到经脉中 枪枪 战炉剑发出一声声剑鸣 居然缓缓地从地面中生了上来 此刻树皮 已经覆盖到了叶香的胸口下方 而她勉强弯腰 抓住了战炉剑的剑饼 而后 树皮覆盖的速度突然加快 瞬间叶香变成了一棵一人高的柳树 慢慢地地面下 开始出现一条条的根须 逐渐将叶香化作的柳树包裹中 逐渐地拖入到地下 而身在其中的叶香 感受着丹田里的变化 此刻她体内的真气 逐渐变成了绿色 叶香能够感受到 修为在不断地进步 这让她有些害怕 因为叶香最怕修为精进得太快 这是她与其他修真者不同的地方 其实叶香知道自己的优势 她如果想要快速地提升修为 她很容易就能让自己达到助击 但叶香不想 当然这是一种感觉 也是因为 她拥有两棵天节牧丹后的某种预感 而此刻叶香不知道的是 她的身体已经没入到地下 而这棵参天大树 却在快速地枯萎 这感觉像是被地面吸收了一样 可这一切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被石妹抱在怀里的仙儿 也只是向大柳树的方向看了一眼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什么也没说 大约过去了大半天时间 正在打扫自己房间的其他人 已经感觉到明显的饿了 于是大家开始向来的地方集合 这时才有人发现 叶香不见了 不过众人没有发现的是 原本那片枯黄的草原 居然变成了绿色 而远处隐约可见的大柳树 却不见了 轰隆隆 犹如巨石从地面滚过的声音 大家都感觉脚下一阵摇晃 而那些古老的明清建筑上 速速落下了不少灰尘 此刻 张南 王永坤 黄有亮 葛强已经碰头了